许清清 你疯了 亲爱的你 可是一档夫妻综艺 你接他干嘛 经纪人下阳的咆哮声 从手机里传过来 许清清拿远了一些 掏了掏耳朵 等他冷静了一些才到 我知道是夫妻综艺 可我也没办法 我不接这个 我就没有曝光度 没有曝光度 我就接不到戏 接不到戏 我就天天蹲家里抠脚 许清清说完 下阳沉默了很久 不好意思啊 作为经纪人 是我没用 没给你争取到好的资源 别这么说 是我不争气 把握不了机会 其实 下阳也给许清清 拉倒过几次资源 但由于许清清 长得太过惹眼 几个导演 见他一双眼里 藏着琥珀似的 又亮又美 顿时生出一种 这种新人 不会心太久 五步前 迟早要被别人 钱的急迫感 那闲猪手 几次三番 往许清清身上甩 饭还没吃完 许清清就跑了 资源也就这么谈崩了 下阳曾以为 许清清凭借这张妖精脸 冲击演艺圈很有优势 没想到 事实正好相反 人品好的导演 接触不到 能接触到的导演 都用下半身思考 毕业两年 眼看跟他同时期的 新人姜茉莉 都已经混成二线小花了 他还在108线 摸爬滚打 那也不能接夫妻综艺啊 下阳道 我们不能为了 曝光度瞎胡闹 你甚至连老公都没有 只听到电话里 缓缓传来 许清清倔强的声音 谁说我没有 说话间 一抹修长的身影 推开咖啡厅的玻璃门 男人身量挺拔 风姿俊爽 金色的阳光 在他头顶蕴染开 他自带生人物尽的气场 仿佛从梦境中 走来的神奇 当然 如果忽略掉 他手里的安全帽 以及破了的袖口的话 不跟你说了 我老公来了 许清清挂了下阳的电话 对着门口扬了扬手 老公 顾怀景 这边 男人长腿一脉 几步便来到许清清跟前 盯着他 惯常冷峻的脸上 此刻带着对这件事 无法退却的惊讶 抱歉 临时出了点状况 来晚了 他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平静 没事 我也当当 许清清给他倒了杯水 感觉他与十年前 没什么变化 那会儿 他们在同一所中学 他上初中 顾怀景上高中 偶然几次见到他 也是这样 五官初中 高大挺拔 一双狭长的毛子 总是带着审视 危险去祸人 是人群中最亮眼的那一个 唯一的变化是 黑了点 已不再是以前的 白皙清冷少年了 小麦色的肌肤 令他更显成熟 男人味十足 许清清又瞥了一眼 他手里的安全帽 应该是搬砖晒黑的吧 怪辛苦的 你刚刚喊我什么 顾怀景接过水 紧盯着许清清 他喉中发干 渴得要命 但却没有把视线 从他脸上转移开 仿佛一个没盯住 许清清清就化为泡影碎了 一个小时前 许清清发微信给他 五个字 你结婚了吗 顾怀景当时正在工地 新的智能仓储库开始施工 他过去看看 看到十年没联系 但却滥及于新的头像 突然跳出来 他以为自己眼花了 没 他回 有女朋友吗 又是五个字 顾怀景顿时呼吸有些急促 问旁边的李田 这仓储库通风系统 是不是有问题 李田说 没问题啊 他觉得还可以 说完他眼睛的发现 顾怀景竟然在跟一个 很卡哇伊的草莓熊头像聊天 他十分震惊 以至于完全按捺不住 问顾总 妹子 顾怀景没有理会李田八卦的目光 回了一个没有女朋友过去 两秒后 许清清发来新的消息 顾怀景看了一眼 眸光骤然亮了许多 他又认真看了一眼 我们结婚吧 五个字 足足看了三分钟 一旁的李田 第一次在顾怀景脸上 看到如此精彩分成的表情变化 那种在难以置信和兴奋之间 来回切换的极限拉扯 最终回归平静 李田 这里交给你 我得走 顾怀景说完 一个转身 和扛着一堆刚才的工人 李田原来平静只是表面上的 顾总何时这么不稳重过 顾怀景倒是没受伤 只是袖口被刚才撕了一个口子 但扛刚才的工人脑袋被磕出个大包 他送去医院耗了些时间 所以才迟到了 你刚刚喊我什么 顾怀景捏着水杯 直直看着许清清 可 没 没什么呀 许清清赶紧掩饰住脱口而出 喊了老公的尴尬 都怪下扬 非跟他争论他没老公 导致他嘴瓢了 你是觉得我耳聋吗 许清清一抬头对上顾怀景微眯的眸子 许清清索性摆烂了 那你既然答应了 我叫下老公也没什么吧 顾怀景的安全帽啪的一声掉到地上 他捡回来 表情已恢复平静 我还没同意 刚刚在微信里 他只说了要面聊 的确没同意 但许清清夫妻综艺都接了 势必是要拿下顾怀景的 顾怀景的外形优势 能够让他在综艺里的曝光度 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一听他竟然还在犹豫 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顾怀景开始喝水 一边喝水 一边盯着许清清 抓住他的那只凝白小巧的手 我身高168厘米 体重48千克 O型雪 金牛座 雾石 无不良嗜好 私下也烟酒不来的 许清清道 顾怀景继续喝水 许清清看了一眼他破掉的袖口 和他的安全帽 又道 我大学上的电影学院 毕业后就开始闯荡演艺圈 虽然现在没赚到什么钱 但以后接到戏的话 收入还是会不错的 到时候 我的钱就交给你理财 因为我不擅长这些 工地如果太累的话 你可以换一份轻松点的工作 在我身边陪我打拼也可以 许清清觉得自己 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 却见顾怀景脸上的表情 逐渐裂开 他被水呛了一嗓子 平静后缓缓气声过来 漆黑的毛子里 是他清晰的倒影 许清清 你这是要包挨我 顾怀景气笑了 脸上带着三分荒唐 七分无奈 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许清清认为 他是个累死累活搬砖的 非笑不说话 以为伤害到了他的男性尊严 男人嘛 都好面子 更何况是长得好看的 说什么包挨不包挨的 许清清解释 我就是觉得 你晒黑了很多 一定很辛苦 我们一起奋斗 未来会稍微轻松点 顾怀景表情凝重 我这是正常男人的健康肤色 别的女人都夸心赶小麦夫了 到他这里 竟然成为晒黑了很多 许清清照顾他的自尊 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晒黑的 顾怀景 你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我收入 还可以 顾怀景一脸正色 许清清 看了又看了一眼 他的安全帽 嗯 我知道 我有个同学的爸爸 也是干工地的 一天好几百 我没说你工资地 顾怀景深吸了一口气 十年不联系 我倒是了解我的工作 我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 许清清道 顾怀景一周前 发了条朋友圈 回京都了 项目工期六个月 院所判皆可期 配图是一片工地 许清清还记得 第一次见顾怀景 是他在菜市场摆摊修手机 乱哄哄的环境下 白皙沉默的少年 专注手里的零件 格外稀奇 虽性子冷淡疏离 但外形惹眼 也吸引了不少人 后来许清清打听到 顾怀景是他们学校 高中部的学长 母亲走得早 父亲是个赌徒 他一个人半工半读 穷得只能出来卖乙 许清清是个十足的严控 接连把自己手机外屏 摔碎了七八次 拿给他换 据说他能赚一半 资助美少年 幸甚至在 反正他也不缺 那几百零花钱 顾怀景给他修了几次之后 说要免费给他贴个钢化膜 谁家好人隔几天换个瓶 许清清坚决不贴 说贴了钢化膜没手感 继续摔 继续修 深藏公语名 两人微信 就是那时候加的 后来顾怀景退学了 不知所踪 据说他爸欠了好多钱 带他出去躲债了 从此就断了联系 这次偶然看到 他朋友圈有更新 再加上夫妻综艺 正在招募嘉宾 许清清一下子就有了想法 所以 我一个干工地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 顾怀景黑眸深邃 死去的记忆突然冲击脑海 他曾亲眼目睹 这个善良明媚的女孩 故意摔碎手机 拿来给他修 演技低廉 他几次想拆穿 还是忍住了 他那时候对电子产品略有研究 摆摊修手机 只是想看看 不同手机的电路和芯片 但摆了几天也就够了 他又不缺钱 偏偏他天天过来看 这手机摊也就一直支着 此刻 顾怀景眼里情绪翻滚 许清清突然找他结婚 是不是也 许清清 我主要是想上一档夫妻综艺 急需找人结婚 顾怀景 翻滚的情绪顿时眉了 只见许清清从包里抽出一张 亲爱的你 综艺报名表递给他 你看看 能跟我一起上吗 许清清眼眸黑亮如漆 看人的时候 双眸寒水 令人不忍辜负这份期待 顾怀景本来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什么叫喂上综艺 急需找人结婚 是不是他不同意 结婚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如此随便 能 他鬼使神差的点了头 许清清立马开心起来 唇变的梨窝明媚非常 那太好了 既然你同意 那我们回去准备一下户口本 明天就可以去领证 说完 见顾怀景从怀里 掏出一个棕红色的本本 你没带吗 许清清愣了一下 我倒是 没考虑得这么周到 民政局五点才下班 时间还很充裕 于是顾怀景和许清清 打算一起去他家拿户口本 从咖啡厅出来 许清清问顾怀景 是怎么过来的 同事送我来的 顾怀景道 许清清点点头 同事送来的 这就代表他没车 顾怀景见他 对自己目录鼓励 知道他肯定又误会了什么 我虽然不开车 但我 我知道 许清清拍了拍他的臂 只要我们夫妻同心 他是肯干 以后一定能开上好车的 顾怀景的话 被他夫妻同心 四个字堵了回去 心里滑过一抹柔软 顾怀景前想了一下 倒是很有意思 嗯 他点头 许清清这不拍不知道 一拍吓一跳 没想到顾怀景这么有料 龚二头肌发达又有弹性 他险些嘶哈嘶哈出声 不愧是干体力活的呀 你在摸什么 顾怀景的声音 从头顶悠悠传来 许清清一愣 赶紧把自己那只 放在人家龚二头肌上的爪子 缓缓下移 揪住他破掉的衬衫袖子 你衣服破了 等下领证拍照不合适 我陪你去买套新的吧 顾怀景 抱歉 我下次会注意衣着 他急着赶过来 又出了点状况 压根没时间换衣服 许清清表示能理解 你在那种环境工作 弄破衣服很正常 顾怀景跟着许清清 坐上了他的粉色50mini 他的大长腿全进来 几乎无法动弹 你家破产了 顾怀景侧头问他 许清清之前家境优渥 许副饮料厂 在全国各地开了十几个 小时候有钱天天摔手机给他修 现在却只能开这种待不车 破产倒没有 许清清脸色一顿 反正说来话长 以后我再告诉你 顾怀景深腻了他一眼 也没再问 许清清给他调了座位 转移了话题 这车代步还是很不错的 平常上下班高峰期 开着钻来钻去可顺畅了 以后我去拍戏了不用 你可以开去上班 顾怀景想象了一下 自己开着粉色mini去上班的场景 不用了 他一个大男人 开粉色的车算什么 而且这么小 完全施展不开 集团的同事 定会把他当侯参观 他是不会开的 绝对不会开 许清清 你跟我客气什么 你马上是我老公了 我的就是你的 顾怀景一顿 好 男装店 许清清给顾怀景挑了三套 本来想说留一两套的 结果等顾怀景从十一间出来 许清清的目光 就没从他身上离开过 再加上导购姐姐一口一句 你老公身材绝了 妹妹你挑衣服的眼光 和挑老公的眼光一样好 许清清 买 买 全要了 最后买了一堆 购物袋能绕沙发一圈 顾怀景去结账 掏了半天 发现黑卡没带 便拿出手机 准备扫码付款 许清清视力2.0 一眼就看到他微信钱包余额 18.88元 他连忙向导购 递上自己的付款二维码 扫我的 扫我的 他刚刚就发现了 顾怀景身上这破衬衫 虽然看不出什么品牌 但质量手感都绝佳 价格应该不便宜 他还纳闷顾怀景一个搬砖的 怎么穿得起 这么有质感的衬衫 现在破案了 原来是倾家荡产买的 存款那是一丁点没有啊 不过许清清也不在意 反正 他看上的是顾怀景的脸 小仙男花点钱买衣服怎么了 他身材这么好 就该多买点好的衣服 低的一声 许清清速度很快 立马就把钱挤付了 顾怀景见他目光怪异 也看了一眼自己的微信余额 我外出一般刷卡支付 他解释道 今天匆忙 没带 许清清点点头 现在出门消费刷卡的 那肯定是刷信用卡呀 看来小仙男不仅没存款 还提前消费 许清清突然有点担心 以后自己赚的钱 真的给他理财的话 是不是会理成附属 以后的衣服 都我帮你买吧 许清清提议道 主要是怕你花光我的钱 他对顾怀景 虽然也容易像今天一样冲动消费 但能把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不至于像顾怀景这样透支 顾怀景一愣 想起集团馆财务的老刘 说他的衣服鞋子 包括内裤袜子 都是妻子全权负责 幸福之情 异于言表 他眼里都是动容 嗯 许清清松了一口气 但又想起 当当是斜的 看到他穿着F家的袜子 这家袜子特别贵 重点是 还没他知道的 另一个品牌好穿 袜子 也交给我给你买 我知道一个品牌的袜子 特别舒服 许清清补充道 顾怀景嘴角微扬 感受到了老刘的幸福 好 一路气氛融洽 到了明镇局后 拍照签字领证 速度很快 两人拿着红本本出来时 太阳还没落山 见顾怀景盯着结婚证 十分沉默 许清清以为他后悔了 道 我们虽然仓错了点 但还是相对自由的 这次综艺以后 如果你想离婚的话 我也尊重你 顾怀景把结婚证收进怀里 不会 许清清追上去两步 我是说认真的 你就当我们是合作关系也行 到时候 我们离婚的话 还可以上离婚综艺赚一笔 叫亲爱的前任 也是柠檬台的 跟亲爱的你是一个系列 顾怀景回头 把他手里的那本结婚证也收走 我先帮你拿着 综艺 亲爱的你 第一期开拍在一周后 到时候会以直播的形式呈现 全程三天两夜 许清清叫顾怀景 提前请好假 顾怀景顿了顿 表示 最近工期有点赶 要请三天假的话 就要在接下来一周 把工作完成 会很忙 许清清感叹 打工仔请假就是难 并帮他把他公司老板 骂了个狗血淋头 资本家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 把人当奴隶用 那丑恶的嘴脸 我见一次踩一次 顾怀景走的时候 摸了一把自己丑恶的嘴脸 并表示 他公司老板不是那种人 许清清看着他的背影 叹了口气 顾怀景走后 他再次接到夏阳的电话 夏阳问他 老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就敢这样闪婚 许清清评价 长得好看 身材也可 除了穷没啥缺点 想起顾怀景说 他老板不是那种人 许清清又补充道 他还心地善良 夏阳不信 让他发照片 许清清手里 还有刚刚没用完的结婚照 顺手发给了夏阳 几分钟后 夏阳回复 妈的 你该不会遇到偏婚gay了吧 许清清 滚 夏阳 不然人家这外形条件 多少女人尚赶着 至于跟你玩闪婚 被你利用上综艺 许清清 你不觉得他有点眼熟吗 夏阳 好像是有点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许清清 就是南领中学 比我们高三届的那个手机 西施顾怀景啊 他和夏阳初中就是同学 一路相互扶持到现在 夏阳那边 立马打了电话过来 卧槽 你刚刚说成我还没在意 我记得顾怀景吧 欠一屁股债 把他带走躲债了 你是真的勇啊 就算他现在处理好了他爸的事 想必也穷得叮当响吧 许清清 想了想顾怀景的余额 以及刷信用卡的习惯 道 那是想都不会想 夏阳 我现在阻止你 还来得及吗 许清清 来不及了 正都领了 夏阳十分恶腕 不过倒也帮他想通了 反正连长得好看 身材看上去也刚刚的 大不了到时候活不下去 就跟他离 反正你玩到了 这种极品也不亏 我以为我是你 我可是要好好过日子的 多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别玩火上身 夏阳是及时行乐的类型 在外面玩得很开 他自己开心 许清清倒也没觉得 有什么不好 挂了电话 许清清便开始收拾屋子 过几天顾怀景忙完 就要搬过来了 刚刚领完证他问了 顾怀景在京都住着 公司分配的员工房 他坚持 让顾怀景搬过来 跟他一起住 顾怀景同意了 另一边 顾怀景开着许清清的 粉色宝宝巴士 来到顶讯集团 一下车 就碰上了 等着逮他的赵玉成 赵玉成见他 从宝宝巴士上下来 脸上的墨镜都惊掉了 什么情况 咱们顶讯破产了 顾怀景 摁结了 刚领的证 赵玉成 我问你呢 你开这块玩意干嘛 你腿能塞进去吗 顾怀景 想看结婚证吗 两本都在我这 先上办公室吧 赵玉成 谁他妈跟你结婚证的事了 等等 结婚 赵玉成盯着顾怀景的结婚证 一脸说好 一起单身狗 你却偷偷牵了手的震惊 不是 老顾 你是不是被夺赦了 跟顾怀景创业这么多年 他一直对女人敬而远之 前两年 合作方带顾怀景去按摩 专给他挑那种 凶大妖戏的女技师 他目露嫌弃 指了指旁边19岁的小哥 说这个挺好 后来合作方 以为他癖好特殊 就只给他挑男技师了 年龄控制在20岁以内的小白脸 他接受得十分坦然 以至于后来饭局 K哥等 合作方带去 跟顾怀景一起吃饭的助理 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为了避免被塞女人 他竟然宁愿被传断秀 赵玉成一直以为他恐女 结果他突然拎回了两本结婚证 顾怀景脸上少有的轻松 把结婚证从赵玉成手里抽回来 看完了还给我 他说完锁进了一旁的保险箱里 赵玉成还想再看一眼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你锁保险箱干嘛 顾怀景 避免他找到离婚 赵玉成 他有一种 要不是结婚证还有用处 顾怀景能直接挖个坑埋了的感觉 赵玉成 到底是何方神圣啊 你情场涉事未深 别被骗了 顾怀景皱眉 给了他一个他骗我 我乐意的眼神 赵玉成 不是 你谈恋爱我没意见 但你现在身价摆在那里 贸然闪婚太危险了 你都不知道 现在有些女人太适离 至少要签个婚前 赵玉成话还没说完 听到顾怀景悠悠道 他不知道我的身价 赵玉成 顾怀景 他以为我干工地的 赵玉成 顾怀景眼眸黑亮 藏着化不开的情绪 我也不想这么仓挫 可是他说养我 亲爱的你 录制前一晚 许清清早早洗了澡 窝在沙发上 看另外两对嘉宾的简介 旁边还有一份对照组合作协议 对照组协议 是另外一组大咖嘉宾给他的 大咖嘉宾 因为夫妻各玩各的流言愈演愈烈 来夫妻综艺自证恩爱 希望他和顾怀景能成为 他们秀恩爱的对照组 用许清清和顾怀景的不恩爱 衬托他们的恩爱 先给他预付二十万定金 事成之后 再给他三十万 许清清觉得 凭他和顾怀景 这刚闪婚的塑料夫妻情 对照别人不要太容易 这五十万 简直天上掉下来的 于是 他看完就毫不犹豫签了字 刚签完字 门铃响了 许清清往猫眼一看 是他的塑料老公来了 顾怀景没日没夜 加班了一周 终于赶在综艺录制之前 搬了过来 毕竟明天一早 节目组就要来他们家 到时候 老公不在 可录不了 来了 许清清打开门 见他只提着一个小行李箱 搬家公司的人在后面吗 没有搬家公司 顾怀景带着一种 近身入户的从容淡定 举着他的行李箱 意思 这就是他的全部身家 许清清 那你的衣服鞋子呢 应该买了很多呀 毕竟都刷信用卡提前透支了 不要了 顾怀景一脸理直气壮 他以前的那些衣服 都是私人定制的 虽然舒适昂贵 但他还是喜欢穿 许清清给他买的 穿上心情好 工作效率也高 既然以前的衣服都不穿了 那就是垃圾 带来干什么 许清清 这喜新厌旧的败家爷们 幸好签了大咖夫妻的 五十万协议 不然这日子 怕是要过不下去了 再三确认 顾怀景把所有就行李 都扔了以后 许清清叹了口气 只好让他进来 先录个指纹吧 以后回家不用敲门 许清清低头给他录指纹 他穿着睡衣 真似面料轻肤贴身 勾勒出惹火的身体曲线 低头轻身的动作 露出胸前一大片白 许清清发现 顾怀景很心不在焉 叫他录个指纹 按半天 按不到正确位置 抬头一看 人眼睛长到天上去了 耳朵也很红 许清清低头看了一眼自己 一张脸迅速爆红 他赶紧回屋拿了块披肩 再回来 顾怀景已经录好指纹了 不好意思 我家里从来没有男人来过 以后我会注意的 他觉得顾怀景 好像一副很避嫌的样子 刚刚为了不看他 颈椎病都差点痒出来 不用 顾怀景已经恢复如常 也不知道这个不用 是不用不好意思 还是不用注意 许清清开始给他介绍房间 这边是客厅 厨房在里面 外面有个工位 这边是主卧 听到主卧的时候 顾怀景挪了下脚步 提好自己的小行李箱 下一步就要进去 但却听到许清清道 我知道我们结婚有点仓促 你还不习惯跟我一起生活 所以我另外 给你准备了一个房间 顾怀景脚下动作一顿 僵硬地撤了回来 脸上闪过一抹失望 怎么了 不满意你的房间吗 许清清注意到 他脸上情绪似乎不对 顾怀景提着行李走了进去 没说满意 也没说不满意 许清清 你是不是觉得小了 顾怀景高大 走进去空间 确实略显逼色 顾怀景回头看他 的确不如主卧大 那我们换一件 许清清没想到 顾怀景还是个小工具 穷得透支 对生活品质要求还挺高 惦记上他的主卧了 他是无所谓换房间的 换就不用了 顾怀景却不换 闷着脸打开行李箱 许清清觉得 小工具似乎哪里不对劲 但已经很晚了 明天一早 节目组就要过来 他们现在必须休息 你加班好几天也累了 早点细细睡吧 许清清说完 想起那份五十万的协议 又回头对他道 对了 一共有三对夫妻 参加这个综艺 我们的任务 是成为于曼星那组的对照组 对照组 顾怀景这个理工直男 显然对对照组是什么 一无所知 就是 许清清想解释 但看着顾怀景 以及他们之间 目前这状态 算了 你也不用知道 你到时候正常和我相处 就是一个很合格的对照组了 许清清已经能预判 到时候的弹幕了 妈呀 于曼星和杜飞 杨糖分超标了 我被舔死了 许清清和顾怀景那队 真的是夫妻吗 这是合租室友吧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的 看不到丝毫爱意 我把明正局搬过来 你们当场离婚吧 别互相折磨了 挺好 五十万到手 美滋滋 顾怀景见他困得眼花打转 也没再问 好 其实许清清是想到了 不费吹灰之力的五十万 兴奋得 深夜人静 月色温柔 顾怀景躺在许清清 给他准备的奶油风床上 身上的薄被 隐约有茉莉的清香 丝丝入鼻 和他身上气味一样 体感舒适放松 可却莫名有些燥热 半睡半醒间 听到房门咔嚓一声 被打开了 顾怀景半眯的毛子顿时睁开 一抬头 看见黑暗下熟悉的身影 在朝着自己慢慢逼近 月光透过窗户 洒在他的身上 他还穿着之前那件睡裙 杨柳细腰 含苞欲放 仿佛发着光 顾怀景一时愣住 猴头发紧 清清 许清清来到床上 摸了摸被子 拽过他的枕头 直接在另一侧躺下 之后便没了动静 顾怀景 他又唤了一声 回应他的事 均匀的呼吸声 盯着他看了许久 那股燥热越发往上窜 顾怀景轻叹了一声 给他盖上导背 转身去了浴室 四日早上六点 天刚蒙蒙亮 亲爱的你 节目组便架着直播设备 在下阳的带领下 乔咪咪打开了 许清清家的大门 由于许清清只是个十八线 没有粉丝为了他早起看直播 所以直播间人数为零 但这part要剪进正片里 所以节目组 还是很认真对待的 下阳熟练把节目组 带去许清清的主卧 打开的一瞬间 FD迅速冲进去 人呢 拍了个寂寞 床上压根没人 FD看向下阳 下阳也有点猛 这跟约定好的不一样啊 那份对照组协议 下阳是知道的 所以许清清和顾怀景 接下来的夫妻人设应该是 貌合神离 情色不调 一床一梦 一床一梦的话 应该一个睡主卧 一个睡次卧才对 主卧的人呢 就在这时 身后一个VJ小声喊道 再次卧 他们再次卧 下阳 他们 一群人蜂拥冲到次卧 摄像机往床上一对 顾怀景光着上半身 已经坐了起来 脸上挂着两个黑眼圈 显然没睡好 许清清这才悠悠转醒 揉了揉眼睛 竟然看见了顾怀景 顾怀景 顾怀景 嗯 许清清 你怎么在我 话还没说完 许清清发现了节目组 一个机灵 彻底醒了 抬头一看 发现这是李顾怀景的房间 他脑子一转 立马意识到 昨晚发生了什么 完了 孟游正很久没饭了 没想到一饭就给他搞个大的 夏阳也意识到不对劲 立马跟PD商量 接下来给嘉宾自己洗漱的时间 节目组拍到了许清清 和顾怀景起床的恩爱画面 特别高兴 很爽快就同意了 顺便还把夏阳夸了一顿 要我说 还是你眼光毒辣 徐老师他们 真的太适合 我们这档综艺了 CP感很强 刚起床的眼神 都要拉丝了 夏阳 不要太离谱 他们上周才刚结婚 拉的哪门子丝 SD 你看刚刚直播间人数还是零 现在立马吸引了三百多人了 夏阳一看 咦 直播间虽然才三百多人 但弹幕刷得飞起 许清清老公那身材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 为什么许清清要穿他老公的衬衫 让他老公无一可穿 楼上的 我怀疑是 昨晚玩什么 play了 你看他老公显然没睡饱 有黑眼圈 我有画面感了 我也有了 刚从余曼星夫妻那边过来 这边话题这么劲爆吗 那我可不走了 夏阳想了想 收起手机 等节目组退出房间 他迅速把许清清拉到一边 压低声音问他 你不是要赚于曼星的五十万 咋回事 被美色所迷 呸 你以为我是你 纯粹是昨晚梦游正范了 许清清解释 夏阳听完有点失望 我还以为你已经尝够了进口的香甜呢 许清清懒得跟他说 却再次被夏阳拉了回来 我怎么觉得顾怀紧怪怪的 你梦游了他 又没梦游 他怎么那么心安理得 跟你睡一起 还有 刚刚 PD说他眼神拉丝了 你看见没 他眼眸天生深情 你又不是不知道 许清清简直要翻白眼 还拉丝呢 昨晚他睡裙有点走光了 人家不知道多见万 那倒也是 夏阳点头 顾怀紧那双眼睛 看谁都拉丝 当年他在菜市场摆摊 一群阿姨都被迷得不行 那既然这样 就赶紧调整一下 你看你穿的什么玩意儿 夏阳扯了扯许清清身上的衬衫 直播间 网友都快用弹幕写小H文了 许清清 什么 这可不行 五十万位 许清清当即上直播看了一眼 结果 看到有人已经把光着绑子的顾怀紧 做成了表情包 佩兹 老婆 早安安 顾怀紧真的是宿人吗 考不考虑出道 我颜值身材 我好爱 我要是许清清 我也天天扒走顾怀紧的衣服 他洗澡 我都不让关门 他拉屎 我都不让关门 拉屎还是要关一下的 拉尿可以不关 深夜 许清清纤细的手指 扶上了顾怀紧的腹部 顾怀紧 摸够了吗 换我了 许清清看完 当即吐血三声 一回头 发现顾怀紧就站在他身后 明显也看到了手机上的弹幕 吐血五声 冰箱里有没有食材 顾怀紧倒像是没事人一样 表情如常 挽起袖子 一副 要去做早餐的架势 没 好像有 顾怀紧微微醋眉 到底有没有 他是个手残 自从做过几次黑暗料理之后 就很少在家里做饭 下阳怕他饿死 会偶尔买些东西涩冰箱 许清清还真不确定 冰箱里有没有食材 我去看看 顾怀紧就要出去 节目组刚好也要拍 他们起床后的早餐日常 于是许清清跟了出去 顾怀紧从冰箱里 找到了鸡蛋和牛肉 又在橱柜里翻到了面条 摄像机对着拍物料 拍了一会儿 觉得不太好 便对许清清道 许老师 不要让顾老师一个人忙 你过去打打下手 顺便跟他说说 夫妻之间的沉间蜜语 我们这段不会收音 你们随便说 什么都可以 许清清磨磨蹭蹭走过去 神他妈沉间蜜语 他和顾怀紧之间 压根没什么可说的 但又必须说点什么 于是许清清开口 我昨晚梦游 除了爬你床上睡觉 没干其他的吧 顾怀紧 还好 许清清松了一口气 顾怀紧 也就扒了我三次衣服 许清清 顾怀紧的刺卧 没有独立浴室 他昨晚洗完澡出来 刚好被出来 喝水的许清清撞见 许清清的目光 缓缓从他坚毅的下巴下滑 在他滴着水珠的腹肌上 停留数秒 他下意识吞了一口口水 虽然他立马跑回了房间 但画面太过刺激 在他脑子里 久久挥散不去 傍晚 他就做了一个梦 梦见他扒了顾怀紧的衣服 要磨腹肌 顾怀紧不肯 推开了他 他继续扒 顾怀紧继续推 最终顾怀紧累了 懒得动 他摸得好满足 这他妈竟然不是一个梦 听到顾怀紧说他 昨晚梦游扒了他三次衣服 许清清一张脸 顿时熟透了 除了扒衣服 我没干其他的吧 许清清还抱有一丝丝侥幸 但顾怀紧一脸 你干了那种是你 竟然不承认 你这个渣女的称怪表情 打碎了他的侥幸 摸了 他道 许清清连耳朵都烧起来了 虽然他平时爱浏览一些腹肌美图 也曾在猛男直播间激情打赏过 但真正上手还是第一次 你还说顾怀紧欲言又止 许清清 我还说了什么 我他妈不仅手脚不干净 嘴巴也没闲着 顾怀紧看了一眼节目组 你这么大声 不怕他们听见 许清清这才意识到节目组的存在 他指了指自己耳朵 你小声告诉我 顾怀紧微微轻声过去 靠在他银润通红的耳旁 缓缓道 你说 衣服是你买的 你不让我穿 我就不能穿 许清清听完脑子轰的一下 彻底给自己跪了 直播间人数突破一千了 这时 FD喜气洋洋道 什么 一旁啃面包的夏央 听到这话十分震惊 一千人大早上看着俩塑料夫妻 打开直播间一看 顾怀紧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一脸撑管 许清清又为什么脸红 顾怀紧 昨晚我叫你挪一下 你骗不动 腰酸了吧 许清清 讨厌 小点声啊 在直播呢 顾怀紧摇耳朵 宝宝你脸红了 好可爱 我的妈 这车直接上高速了 我来写 我也会 许清清 刚刚节目组问我们 为什么不睡主卧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都怪你 顾怀紧摇耳朵 是你自己说 走动一下 感觉更好 救命 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 快放我下去 新人报道 据说这边有小文文看 夏阳看完 差点被嘴里的面包噎死 而直播间人数 也在直线上升 这一会儿功夫 都快突破2000了 他赶紧叫了暂停 把许清清拉来角落 你跟顾怀紧 再这样举止暧昧 你的直播间叫爆了 许清清觉得夏阳眼睛瞎了 才会觉得他和顾怀紧 举止暧昧 但跑去直播间一看 红脸都被吓成了白脸 直播间已经2000多人 仿佛看到50万 要长翅膀飞走了 许清清赶紧找到 FD 把我这直播间给封了吧 有不良价值导向 FD哪会放弃这波流量 笑道 不至于不至于 你看一个敏感词都没有 网友就是好玩 许清清 敏感词确实没有一个 但每句话组起来 都很敏感好吗 节目组劝不动 眼看直播间人数 还在直线飙升 许清清现在都不敢 跟顾怀紧同框 没办法 这些网友想象力和文采 都是一绝 生怕一不小心 又给他们制造了什么素材 九点整 他们便和节目组 一起前往接下来 三天两夜的拍摄地 浪漫小屋 一路上 许清清都跟顾怀紧 保持着安全距离 但没想到 安全距离 也没能阻止直播间的热度 许清清好像突然 不搭理顾怀紧了 你老公要是不管不顾 按住你一整夜 你也会生气 但是接下来三天全程直播 不能那啥 顾怀紧昨晚任性一下也没错 说实话 我现在一看到顾怀紧 和许清清这两张脸 我就脸红 弹幕太有才了 笑死 不要停啊 我爱看 他们到达浪漫小屋时 直播间人数 已经达到五千多人 入住浪漫小屋之前 嘉宾有个亲吻仪式 这对寻常夫妻来说 再日常不过的一个动作 但对许清清和顾怀紧来说 却有点难 虽然说 他们睡过了也摸过了 但清清还是第一次 而且还是在清醒的状态下 许清清和顾怀紧面对面站着 内心展开极限拉扯 清还是不清 这是夫妻综艺 不清说不过去吧 但是清了 鬼知道那群网友 又要写出什么来 那就浅浅地清一下吧 救命他的嘴唇好性感 许清清盯着顾怀紧的嘴唇 看了几秒 随后迅速点脚 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顾怀紧直接实话了 直到FD喊他可以把行李搬去房间了 才回过神来 顾怀紧耳朵好像红了 他嘴角都快裂到耳根了 清之前的顾怀紧 好想清 可是我不敢 清之后的顾怀紧 啊 老婆不生我气了 老婆亲我了 老婆好相向 岁月匆匆 不变得是我的心动 你的每一个吻都令我欣喜若狂 对别人 我是成熟内敛的施工员 对你 我是纯情温顺的大修钩 哈哈 这个直播间好有意思 大家开始写纯爱闻了 话说顾怀紧真的是施工员 我怎么感觉气质不太像 简介上是这样写的 许清清清完顾怀紧去抽签 抽到了一个草莓熊主题的房间 哇 太好了 我最喜欢草莓熊了 许清清一回头 发现顾怀紧还愣在门外 摸着自己的嘴唇 表情晦暗不明 许清清 清一下而已 不至于那样吧 许清清都担心 他随时提包袱跑路 SD叫他进来 说房间抽签好了 顾怀紧这才进来 脸上挂着一抹从未见过的微笑 上楼的时候 许清清见摄像头没有跟上来 手肘碰了碰他 现在没人了 你不会笑 就不要笑了 怪甚人的 顾怀紧 他把裂到耳后的嘴角 缓缓收回来 许清清 虽然有点为难你 但你 还是得尽量表现自然 不能让别人看出 我俩没亲过 之后节目组还会叫我们亲的 听到这话 顾怀紧的表情 肉眼可见地紧张了起来 还亲 亲爱的你 是一档以直播为主要形式的综艺 完全没有台本 但毕竟是夫妻综艺 为了节目效果 轻轻抱抱之类的 肯定少不了 所以 许清清提前给顾怀紧打好预防针 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别像刚刚那样 别人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刚被夺走初吻呢 许清清道 他说完打开房间 正被眼前的草莓熊主题萌道 身后传来顾怀紧低沉的一声 是初吻 许清清愣了一下 感觉几倍被顾怀紧盯得发麻 他以为顾怀紧这种好皮囊 就算穷了点 也会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严控道追呢 果然 工地是个和尚庙啊 许清清突然感觉 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 看了顾怀紧一眼 又赶紧撤回视线 虽然如此 但你也要自我消化 上这个综艺 丢出吻二吻三吻 在所难免的 顾怀紧似乎已经在短短的时间内 做好了心理建设 嗡了一声 声音十分坚定 他们的房间里 也放了直播的设备 所以进去后 两人便没说话 但许清清老感觉 顾怀紧在盯着他 他收拾行李盯着 他喝水盯着 他起来盯着 他坐下也盯着 他 猛地一回头 与顾怀紧怒目而视 有必要吗 不就一个初吻 好像他欠了他八百万似的 谁还不是初吻啊 等下被直播网友看到了 还以为他多迷恋老婆呢 而此刻直播间 麻叶顾怀紧好 迷恋老婆 顾怀紧 我老婆好美 看不够 根本看不够 他们是不是才刚结婚 简直比红烧肉还腻 顾怀紧心里 怕是已经把老婆 OOXX一百遍了 还是这边和谐美好 刚从于曼星和杜飞扬直播间过来 他们抽中了个恐怖主题的房间 我的天 突然冒出个血淋淋的脑袋来 吓得我半死 还有苏念威和韩天成的房间 好奇葩 好绿 据说是环保主题的 韩总一脸不乐意 三队嘉宾都到齐了 网友们在三个直播间里来回窜 与此同时 有人敲响了许清清和顾怀紧的房门 许清清以为是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打开一看 竟是于曼星 于曼星在娱乐圈常驻一线 妖娆丰满 嘴唇红艳饱满 曾因舔纯名场面 一跃成为万千宅男心目中的性感女神 她老公是天王歌手杜飞扬 两人惊童玉女 献煞旁人 但最近屡有爆料说 他们只是荧幕夫妻 私底下个玩个的 据说杜飞扬的魔玩的飞起 于曼星对小鲜肉 是件一个爱一个 传得神乎其神 他们上这档夫妻综艺 是奔着洗白来的 为了洗得更干净 他们甚至还联系许清清 签订了对照组协议 许清清这会儿开门见识金主 立马客客气气 恭恭敬敬 曼星姐 于曼星上下打量了许清清一眼 眼里流露出一丝惊艳 他没想到 许清清这个十八线 竟然拥有如此惹眼的一张脸 但转念一想 靠这脸都没混上去 想来没什么脑子 又不愿牺牲的 这种女人 又嫁了个普通的施工员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屋外这块是镜头死角 于曼星都懒得跟许清清寒暄 只淡淡地恩了一声 我找你们有点事 他刚说完 发现了屋里的顾怀锦 许清清刚滚了一个发圈 在床底下 顾怀锦低头寻找 他今天穿着一件低领休闲衬衫 从于曼星这个角度 刚好能从领口窥见 仅是饱满的肌肉 再往下 挺刮笔直的西装裤 包裹着黄金底力的大长腿 气质卓越 于曼的眼睛顿时亮了 曼星姐找我们什么事 许清清问 于曼星突然对许清清温和一笑 妹妹你在忙着呢 许清清愣了一下 于曼星这人还挺多变的 刚刚还一脸高冷欲解饭 对他爱达不理 一眨眼变成知心姐姐 对他温言暖语 不过许清清也没想太多 嗯 刚到 我正在整理行列 于曼星当即拍了拍他的肩 有件事要找你们商量 既然你忙 那叫你老公过来谈下 我在二楼消防通道等他 于曼星说完就走了 也没等许清清同意不同意 许清清 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于曼星是金主 又强调了有事商量 许清清 还是叫顾怀锦去一趟 与此同时 弹幕 顾怀锦怎么了 表情堪比上坟 好像刚刚有人 叫他出去了 镜头盲区 看不到是谁 节目组这是要搞事情了吗 兴奋的搓搓手 节目组 郑PD刚好巡视 看到这个弹幕 问旁边的助理 谁去叫顾怀锦了 其他人全都一脸茫然 嘉宾们刚到 需要时间整理 哪有人去叫顾怀锦 这是一个VJ小跑着过来 对郑PD耳朵小声道 是于曼星 刚我看到他和顾怀锦 在消防通道 没敢拍 郑PD脸上闪过一抹复杂 随后叮嘱VJ 消防通道旁边的摄像头 也先给撤了 别拍到什么不该拍的 于曼星也真是 说好上节目来洗白的 他就是这么洗白的 郑PD吐了一口气 这才第一天 就深深感觉到 这届嘉宾难带了 消防通道里 于曼星脑子里想着 方才窥见的顾怀锦领口的画面 眼里满是欣慰 来之前 他便打听了另外两个男嘉宾 苏念威的老公 韩天成 是红星物流的总裁 他见过一次 长得肥头大耳 油腻的不行 而许清清的老公 据说是个施工员 于曼星以为这个节目 要无聊透顶 没想到 小施工员 倒是令人眼前一亮 听到了游远极近的脚步声 于曼星一声轻笑 忙啥了个造型 他前突后翘 红唇妖绕 撩着一缕不安分的头发 等着顾怀锦过来 顾怀锦是猝着没走进去的 什么事 他态度冷淡 连多余的眼神 都没给于曼星 一脸有屁快放的淡漠 于曼星撩头发的动作一顿 这还是他头一次碰到 对他这么不耐烦的男人 一般像顾怀锦 这种素人男 不说对他狂热追捧 至少见到他 都两眼放光 然而顾怀锦淡定的 像是看了块石头 不认识我 于曼星还凹着造型 脸上有些尴尬 于曼星出道急巅峰 一路被追捧 十几年来头一次体会到挫败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顾怀锦 除非这男人是山顶洞人 不然不可能不认识他 顾怀锦又往于曼星脸上扫了一眼 认识 于曼星表情这才恢复自然 他再次撩起一缕头发 往银润的肩头甩了甩 我就知道 你应该看过我的电影 你最喜欢我哪个角色啊 顾怀锦 没看过 于曼星 那你肯定是看过我的电视剧吧 哎呀 我都不拍电视剧好多年了 没想到你还记得 也没看过 顾怀锦打断他 纵是涵养优秀 但语气里也有了一丝不耐烦 于曼星 你好会开玩笑 于曼星嘟起了他的后嘴唇 那说说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顾怀锦 我老婆给我介绍过其他两对嘉宾 于曼星 就这 顾怀锦在华尔街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有着一双洞察世事的毛子 一眼便能看穿于曼星活跃的心思 若没有其他事 我先走了 见顾怀锦转身欲走 于曼星有些着急 谁说我没事 你站住 他被追捧习惯了 身上的傲气迸发 但顾怀锦步子没停 急迫地想要 离开这个二人空间 我叫你来 是要跟你换房间 于曼星道 他抽中了恐怖主题的房间 那是什么鬼 太变态了 他这种娇滴滴的女神 怎么能住那么生猛的房间 他立马要求节目组要换一个 但节目组直言 一共就三间卧室 除非其他嘉宾跟他们换 另外 一个是绿色环保主题的 于曼星是奔着营销夫妻感情来的 怎么能住绿色的呢 于是便看上了顾怀锦 和许青青的草莓熊主题 不换 顾怀锦断然拒绝 许青青最喜欢的卡通形象 就是草莓熊 他微信头像都是草莓熊 方才打开门 他就看到了许青青脸上的欢喜和惊艳 比草莓熊还要可爱 换是不可能换的 顾怀锦懒得在搭理于曼星 拉开门就要走 顾怀锦你给我站住 于曼星的声音几乎是咬牙切齿 他没想到他亲自出马换个房间 顾怀锦竟然会拒绝得这么干脆 他原本就是来打个招呼 通知一下他们的 一来他地位摆在那里 二来他还和顾怀锦夫妇签订了对照组协议 这房间不换也都换 你知不知道你在 于曼星话没说完 顾怀锦突然回头 幽深的眸子仿佛含着利剑一般要将他刺穿 于曼星顿时浑身发寒 等反应过来 顾怀锦已经走了 于曼星脚下虚浮 震惊了半场 他真的只是个施工员 不过震惊过后 于曼星摸着自己狂跳的心脏 脸上的兴奋是从未有过的鲜活 顾怀锦回到房间 发现韩天成和苏念威夫妇站在他们门口 韩天成板着一张脸 双手背到身后 一脸老总姿态 苏念威正在跟许青青说话 小雪 我老公实在不喜欢绿色 你就跟我们换一下吧 到时候 让我老公给你老公推荐个好点的工作也行 他虽然是搞物流的 但个行业人脉不错 总比你老公每天吭吃吭吃上工地强 施工员多脏多累啊 干一辈子也就那样 你考虑考虑 我老公手底下的小仓馆 许青青听着一脸无语 你如果单纯想换房间 我勉为其难也能成全你 但你明里暗里贬低我老公是几个意思 施工员怎么了 施工员也比你老公身材好长的帅 谁稀罕去你家当仓馆 老娘就是养着他也不去当仓馆 但表面上许青青还是维持着基本的社交礼仪 不用了 施工员也并不是没有晋升渠道 只要他踏实肯干 以后当个工程师或者项目经理也是有可能的 许青青看了一眼大富翩翩的韩天成 继续道 一身好身材安全感十足 每次一身汗回到家我都觉得他man爆了 我超爱他这种踏实肯干的精神 无论他的工作是什么我都为他自豪 韩天成感觉有被内涵到 下意识收了收自己的啤酒度 但发现根本收不进去 脸上的表情愈发难看 小雪 你年纪轻涉事未深 我可以理解 但刚刚我老婆也说了 我虽然是甘无留的 但在建筑行业还是有些人迈的 你老公是在哪个工地来着 韩天成居尚未已久 哪能容许别人这样内涵他 此刻一脸居高临下的态度 仿佛在威慑他手底下做错事的小职员 许青轻愣了一下 简直是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 吴语到家了 韩天成现在是在威胁他 小顾 你来了 韩天成看见走来的顾怀警 匪手一捞 从怀里掏出一张烫金的名片来 我正在跟你老婆说换房间的事呢 韩天成脸上带着关怀下手的虚伪 这是我的名片 到时候不想干工的了 给我打个电话 我最近又有一个大型物流项目在谈 缺人的锦 当老板的最擅长画大饼 韩天成尤其如此 搭着顾怀警虚寒问暖给张名片 到时候对不对线又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像顾怀警这种底层体力劳动者 最吃这套 然而他的肥手还没搭上去 就被顾怀警一个闪身 躲什么脏东西似的躲开了 顾怀警仿佛没听到 刚刚韩天成说了什么 他直直走向许青青 你刚刚说的是真的 许青青嘴角抽了抽 肯定是假的呀 什么超爱他 什么觉得他man爆了 什么无论他什么工作 都为他自豪 他们才结婚几天 他想什么呢 但当着韩天成和苏念威的面 许青青意识到顾怀警可能在眼 于是他轻易地挽住了顾怀警的胳膊 当然了 老公 你什么样我都爱 顾怀警也不管真的假的 反正听到了就是真的 他阳唇点了点头 嗯 我也是 正尴尬举着名片在半空中的韩天成 你们他妈有病吧 韩天成不但没换到房间 也没装到逼 气哄哄走了 苏念威跟上去之前 皱着眉对许青青和顾怀警道 不就换个房间 至于闹得这么僵吗 就没见过你们这种人 我老公脾气不太好的 到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也不敢保证 苏念威说完便追着韩天成去了 留下一脸忐忑的许青青 以及一脸无所谓 但盯着许青青密之微笑的顾怀警 许青青一方面觉得自己反击得对 像韩天成那种目中无人的爆发虎 就不该惯着 但另一方面 想着苏念威刚刚放的狠话 她也的确有点担心顾怀警的前途 她不会真把你工作搞掉吧 关上门 许青青拉着顾怀警一脸担忧 听说韩天成事业做得挺大的 她的物流公司去年刚上市 苏念威本来算的三线女明星 为了她洗手做羹汤 吸引了五年生了三个孩子 最近才复出 没准真有本事 能让顾怀警没砖可搬 结果顾怀警脸上没有一丝担忧 她心情似乎很好 唇角一直挂着淡笑 不是说 无论我什么工作 你都爱 许青青 话是这么说 如果我这样 害你丢了工作 总归不太好 不是说 我不工作 你会仰着我 顾怀警没眼认真 清澈的眼底 仿佛藏着一只男妖精 许青青一下子就愣住了 被勾走了魂 一秒 两秒 这时手机铃声突兀响起 许青青才猛然回过神来 房间里还在直播 她刚刚盯着顾怀警干嘛呢 美色误人 美色误人 她连忙跑去接电话 马德 谁打电话来 差一点就清上了 顾个好料 好会呜呜 热恋气都没这么能拉丝 他们这是拿了恩爱剧本吧 也太假了 哪有老夫老妻这么黏腻的 无语 看个真人秀 还搞什么剧本 别一上来就说 有剧本 他们一看就没结婚多久 腻外也正常 不想看甜甜的爱情滚粗 说没有剧本的 去看看隔壁新飞扬夫妇吧 他们那才是老夫老妻的正确相处方式 笑死 还新飞扬呢 余曼星一部剧 撩一个小鲜肉 杜飞扬根根摩叶店泵迪都使垂了好吗 假夫妻莫来沾边 我也觉得顾哥和亲妹更甜 卧槽我刚从韩天成和苏念威那边过来 韩老板要打压小顾了 一来就搞事啊 好劲爆 因为这句话 一大批观众跑到韩天成和苏念威直播间围观去了 导演组看到韩苏那边突然暴增的流量 顿感不妙 什么情况 郑批弟问 负责韩天成和苏念威的跟拍 FD忙道 出了点意外 刚刚韩总好像去找顾怀景他们换房间了 他们不同意 韩总生气了 回房就打了个电话 打电话不是重点 关键是电话内容 韩天成家大业大 自事甚高 顾怀景这样的底层民工 向来都是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 结果顾怀景到好 不但目中无人 还完全不把他的威胁当回事 既然如此 也别怪他不客气 所以 韩天成一回房 就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去查下顾怀景是哪个工地的 他正在气头上 完全忘记了 房间 还有直播设备 一旁的苏念威 在他旁边劝 你跟他一个小小的施工员 这什么气 处置他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 夫妻俩的话 全被当时在直播间里的 一千多个观众听了去 观众们本来对这对夫妻不感兴趣 若说苏念威以前还有点粉丝 但退圈五年 粉丝早就跑光了 而韩天成 又实在长得很抱歉 所以 大部分观众就是溜达过来 随便看一眼的 没想到 这随便看一眼 看到了如此劲爆的硝烟和战火 于是他们 纷纷去通知许青青直播间 一万多个观众 以及于曼星直播间 二十多万观众 观众们纷纷跑进来看热闹 顾怀景 怎么惹到韩总了 有知道的 跟我说说吗 韩总怎么一脸 要让顾怀景 从地球消失的争鸣 好像是韩总要换房间 顾怀景没同意 韩天成也太过分了 房间人家 跟你换是勤奋 不跟你换 也是人家的自由 哪有这样四级报复的 底层小员工的命 也是命啊 看看苏念威说的是什么话 什么叫处置顾怀景 分分钟的事 果然不是一类人 不进一家门 不管怎样 韩天成你打人别打脸啊 顾怀景那张脸 我还要留着舔呢 韩天成Base 红星物流Base 韩天成和苏念威 还浑然不知 他们直播间已经乱套了 助理很快给韩天成 回了电话 韩总 我查了亲爱的你 节目组的报名信息 顾怀景的工作单位 填的是鼎讯集团 韩天成吵了一声 妈的 一个小小的施工员 还挺给自己脸上贴金 单位竟然填顶讯 他想着 顾怀景八成 就是在顶讯集团旗下 某个正在施工的工地干活的 节目组要填单位 他虚荣就直接填了顶讯 韩天成呸了一声 但不管如何 知道他在哪干活就行 韩天成说了一声知道了 并挂掉了助理的电话 随后他又翻开通讯录 拨打了另外一个电话 喂 孙总啊 是这样的 兄弟我最近被一个毛小子 你帮我查下 嗯 名字 叫顾怀景 听到这名字 电话那头愣住了 韩天成还以为信号不好 为了半天 电话那头才重新出声 不好意思韩总 你刚说叫我帮你搞谁 顶讯集团 产品总监孙文耀 挂了韩天成的电话之后 急匆匆上了办公楼顶楼 门口的秘书问他找谁 我有急事找 他不敢直接说找顾总 找李总 李田是顾怀景的特助 顾怀景不在 李田忙得焦头烂额 秘书便直接道 李总最近很忙 你有神妖急事吗 有 很急 孙文耀道 红星物流韩天成那傻逼 要找顾总麻烦 得提醒顾总小心点 另外 我想问下 既然韩天成如此傻逼 之前跟他们你的仓储物流 十年合作协议 还签不签 谁 谁要找顾总麻烦 赵玉成上来办公室 刚好碰见孙文耀 在跟总裁办的秘书告状 赵玉成顿感稀奇 当初顾怀景带着他创业 因为顾怀景家里的关系 顶讯注册都用的是他赵玉成的信息 外界都知道顶讯的老大是赵玉成 但其实 核心员工都知道 他们还有个老大的老大 是顾怀景 后来顶讯稳定了 顾怀景负责技术和开发 赵玉成主要负责那些抛头路面的活 所以 很多人只知道顶讯的赵玉成 反倒不知道顾怀景 现在既然有人扬言要找顾怀景麻烦 那应该跟顶讯无关 是顾怀景私事 顾怀景这私 在外面干什么够当啊 赵玉成凑过去 一脸八卦 嗯 赵总 孙文耀忙把刚才 韩天成跟他的通话内容 告诉赵玉成 赵玉成听完 笑得前仰后合 老顾啊老顾 叫你装穷装小施工员 现在阿猫阿狗 都骑到你头上了吧 想起信函的那胖子 站在顾怀景面前 以止气势的样 赵玉成都要笑死 赵总 那现在怎么办 孙文耀征求他的意见 赵玉成笑完 眼珠子转了转 对孙文耀道 你就跟信函的说 为了给他出气 鼎讯决定严惩顾怀景 叫他一辈子无砖可搬 孙文耀 阿这 这不太好吧 赵玉成揉了揉 熬了一叶酸胀的眼睛 就这么说定了 你去吧 最近鼎讯有两个大项目 到了收尾期 忙得要命 老顾却扔给他和李田 跑去跟他老婆上什么踪影 就该让他被信函的摸一摸 马德 累死他了 这昏剧 孙文耀走后 赵玉成去了李田办公室 发现他正在打电话 喂 孙总监 韩天成竟然要搞顾总 弄死他 赵玉成赶紧把李田的电话抢过来 我刚刚已经跟孙总监说过了 先别急着弄韩天成 李田愣了一下 为什么 信函的眼睛长到屁股上 瞧把咱顾总欺负成什么样了 赵玉成没答他 眼睛盯着李田的电脑屏幕 他这会儿 正在顾怀景的直播间里冲浪 用户名叫高举 一顾倾城大旗 下面还有一串 没来得及发出去的弹幕 一顾倾城太甜了 有人创建超话了吗 没有的话 我去见一个 赵玉成看着李田一脸复杂 原来你是这样的李特助 李田 赵总 顾总头一次谈恋爱 真的谈得还可以 这俊男靓女 比电视剧好看 赵玉成不看 演的 都是演的 他始终觉得 许清清突然跟顾怀景结婚 是有所图 就算顾怀景说 许清清只当他是个班专的 赵玉成也不信 许清清一定有问题 有心机 赵总 你不能一招被女人骗 就觉得所有女人都是骗子 李田说完 意识到 又触及赵玉成的伤心事了 他连忙闭嘴 但话已经说出去了 赵玉成脸色一沉 李田我跟你说 女人就没个好东西 赵玉成阵阵有词 你就等着看 若是老顾天天被信函的那头猪压一头 看许清清那女人 还爱不爱她 赵玉成说完 气呼呼走了 但李田不信 他觉得 许清清对顾总还行 看着直播里 田田的互动 李田没在犹豫 CP超话 超话短时间内 没有激起太大的水花 因为节目观众 全都被韩天成那边的战火吸引了 亲爱的你 轰轰烈烈引来第一个热搜 红星物流总裁 韩天成 势强凌弱 爆热搜词条 在迅速上升 韩天成也收到了消息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房间里的直播设备 竟然是能收音的 韩天成夫妇 当即变了脸色 苏念威本来想借这部综艺复出 韩天成也想给自家物流打个广告的 没想到这才直播第一天 他们就翻了车 这可不行 韩天成当即就冲出去找制片人老叶算账 你们坑我 老叶忙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们刚刚在忙布置现场 没注意到 放屁 都到这地步 韩天成直接撕破脸了 你们一直在盯着直播 你们能注意不到 老叶不停陪着笑 刚刚那么大的流量涌进来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 但如果及时阻止了韩天成 这高位热搜不就没了吗 但承认是绝对不可能承认的 老叶争着一双老谋深算的毛子笑道 我们真不知道 你们会突然闹矛盾 更没想到 明慧会霸凌人家小市公园 一句话 让韩天成肥脸变成了猪肝色 的确 是他找事在先 热搜上说的那些 也全都是真的 那现在怎么办 你们得给我想个办法出来 不然我们不录了 韩天成语气咄咄逼人 老叶心想说 要不是为了这波流量 你不录就不录了 我麻溜换人 反正看你们的观众也不多 但想了想热搜 老叶想了想 还是道 要不这样 节目组联合你出个声明 就说你是开玩笑的 你跟顾怀景本是好友 不存在什么视乡凌弱 谁跟他是好友 韩天成一脸他配马的表情 顾怀景一个施工员 还想跟他攀上好友 但这时 他有一个电话进来了 韩天成一看 是鼎讯产品总监孙文耀 他立马接了起来 韩总 我这边了解到了 您放心 顾怀景那小子敢招惹你 那就是招惹我 鼎讯将会对他严惩不殆 并且叫他这辈子无砖可搬 孙文耀转达了赵玉成的意思 反正顾总本来也不是搬砖的 韩天成听到这话 皱着的肥脸顿时展开了 那谢谢你啊孙总 回头我请你吃饭 打完这个电话 韩天成笑了 对老爷道 行吧 就按你说的办 反正他目的已经达到了 顾怀景被鼎讯开除和针对后 以后就绝对找不到正经工作了 只能在家里当个软饭男 一辈子的窝囊费 韩天成想想就开心 见顾怀景出来 他迎上去 朋友 我刚刚接了个电话 我那边月薪一万的仓馆招满了 不过我马上跟顶讯要签长约 缺不少快递员 你到时候有困难 还是欢迎来找我的 他说完哈哈大笑 听到顶讯 顾怀景淡默的眸子 闪过一抹一色 你跟顶讯要签长约 这是他不知道 一般这种小合约 都是下面的总监去接触 然后李天拍板 见顾怀景表情异样 韩天成愈发得意 我跟顶讯的李总都称兄道弟 一个长约算什么 李总 哪个李总 顾怀景表情愈发迷惑 韩天成 李天 你在顶讯底下干活的 即使没见过 但应该也认识吧 顾怀景喝了一声 李天你好样的 韩天成 我还跟赵一诚赵总吃过饭呢 约好了要定王阿清 成为亲家的 我们红星跟顶讯 这辈子就锁死了 韩天成知道 这会儿导演组正在拍 越跟顶讯沾边 对红星物流越有利 那可是用短短六年 就超越老牌互联网企业 打破互联网生态现状 国人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顶讯 反正在座的 也没人跟顶讯高层熟 而且顶讯高层忙得很 不会来看他们 这小综艺 所以称兄道弟和吃饭这种事 他觉得可以随便吹 此时此刻 正在看综艺的谋理性高层 李天连忙发微信 给顾怀景解释 顾总我冤枉 信函的胡说八道 说什么称兄道弟 我压根都没见过他 顾怀景这会儿没看手机 他注意力在 韩天成和赵玉成 订娃娃亲上 赵玉成女朋友都没有 跟你订什么娃娃亲 韩天成肥脸一愣 啥 赵玉成还没结婚 他当当随口胡舟的 想着能坐到那个位置 应该差不多有五十岁了 就算赵玉成创业年轻 那肯定也有四十多了 竟然还没结婚 但当着镜头的面 韩天成立马掩饰出尴尬 又不是说立马就定了 以后赵总肯定要结婚生孩子的 我儿子女儿都可以等他 顾怀景这回是喝都懒得喝了 赵玉成自从被一个女人 骗了感情后 就对女人避之不及 天天说什么 智者不入爱河 他要当一辈子单身贵族 等他生孩子 六 但制片人老叶和郑匹弟 听到韩天成的话 对视了一眼 二人面色复杂 他们也不知道 韩天成说的真的假的 如果是真的 韩天成是鼎讯未来亲家 那还真不好惹 老叶眼里金光一闪 连忙叫来助理 韩总的澄清声明赶快发 不能乱由网友抹黑韩总呀 于是 节目组迅速为韩天成 发了一条澄清微博 表示韩天成 世强凌弱 都是开玩笑的 他生性幽默 跟顾怀景是早就认识的朋友 怎么可能打压他呢 这条微博一出 网友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表示相信 韩总跟鼎讯貌似很熟爱 鼎讯我还是信的 企业作风出了名的好 鼎讯老板未来亲家 应该不至于这么漏 我就说嘛 苏念威怎么可能为一个漏 逼五年生三 看来是个误会 但更多的表示不信 鼎讯又怎样 资本都利益至上 藐视众生 太假了 心疼我们小顾哥 韩天成要是真跟小顾是朋友 我直播吃香 小顾咱不受这窝囊气 咱出道吧 有这颜值和气质 我们送你上清云 不知不觉 楼就歪了 大家深知 节目组要把韩天成 纷纷给顾怀景谋出路 叫他出道闯娱乐圈 呼声越来越高 甚至还有人做了一个顾怀景综艺cut 短短一分多钟的视频 播放量瞬间破百万 许青青也一直在关注网上的动向 他在顾怀景综艺cut下面点了个赞 然后问身边的顾怀景 你要不要听网友们的劝 辞职算了 我俩一起混 他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圈内也有很多影地影后 是飞客般的 顾怀景走花路也不是不可能 不 顾怀景却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为什么 顾怀景 我没时间 来录这档综艺 已经算是夹缝中抽时间了 赵玉成意见很大 李田虽然不敢有意见 但也盲成陀螺 小顾是真的热爱搬砖啊 有一说一 工地搬砖确实很忙的 我有个亲戚就是 早八晚八 小顾下次上工 能不能发个Vlog 我真的很难想象 这副气质是怎么搬砖的 我总觉得 他身上有骨子贵起 徐青青显然也愣了一下 他看了一眼镜头 连忙把顾怀景拉到死角 小声问他 可是韩天成竟然跟顶讯那么熟 你工作大概率保不住的 顾怀景被他拉着挤在死角里 一低头 两人指齿相对 他若兰的气息 撒在他下巴上 顾怀景猴头滚动了一下 一时没说话 你也很担心吧 徐青青叹了口气 早知道就跟韩天成换了 反正跟谁换都是换 刚刚夏阳打电话过来了 说于曼星生气了 给了五十万出去 他们不但没有配合好当对赵祖 反而大肆秀恩爱火了 徐青青大喊冤枉 天地可见 日月可表 他跟顾怀景的相处模式 根本就是纯纯室友 不知道网友是怎么刻得起来的 但他们直播间的人气 确实在不断上升 而且 微博竟然还诡异地出现了 一股倾城超话 徐青青无话可说 只好让夏阳转达一下 自己的歉意 夏阳说 于曼星不接受歉意 除非跟他们换房间 徐青青虽然挺喜欢 草莓熊主题房 但其实恐怖主题 也还觉得不错 于是麻溜答应了 毕竟已经惹怒 韩天成制裁顾怀景了 要是再惹于曼星制裁他 那他们两个小可怜 就彻底没活路了 你若不喜欢 我们便不换 顾怀景仍被徐青青 挤在角落里说话 徐青青发现 顾怀景的呼吸 稍稍有些急促 你怎么了 ,他又凑近了些 盯着有些慌了的顾怀景 见他猴头滚动 十分紧张 徐青青眼珠子转了转 你该不会是怕鬼吧 顾怀景 怕也没办法了 搬还是要搬的 徐青青安慰地拍了拍他胳背 并趁机摸了摸结实的肌肉 一时兴致大起 还有我呢 你怕可以抱着我 顾怀景便也不解释了 点了点头 两人这才从监控死角出来 过了一会儿 徐青青再次接到下阳的电话 徐青青你要死啊 你刚刚是不是在角落里 那啥顾怀景了 网友又在给你们 携带颜色的小作文了 徐青青看了一眼监控 一把将顾怀景推至死角 摸了摸他的胸肌 又摸了摸他的腹肌 宝贝 你若真出道了 这些就不只是 我一个人的福利了 想想就有点吃醋 顾怀景一把抓住 他在腹肌上流连的小手 小乖 是你的 都是你的 你再往下看看 有什么是尊贵的会员 不能看的 不要去死角 给我出来 卧槽出来了 发现没 小孤耳朵都红了 徐青青搓着手 一脸刚摸完的满足感 他们就这么饥渴吗 好变态 我好喜欢 下阳在电话里 对徐青青道 你俩真的 我哭死 徐青青醉了 服了呀 我就摸了一下而已 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下阳 你还真摸了 徐青青回头看了一眼 顾怀景压低了声音 对电话道 刚刚那下实在没忍住 你都不知道他有多可爱 他竟然怕鬼 我的保护欲被激发了 下阳在那投笑 要不你 还是把五十万还给余曼星吧 保护你的小可爱要紧 徐青青刚还沉迷小可爱的腹肌 听到这话 一下子就清醒了 寒天城八成要让顾怀景失业 让他们本就贫穷的家庭 雪上加霜 他们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这五十万 不能还 绝对不能还 所以为了五十万 接下来许青青都没看顾怀景一眼 生怕再一个没忍住 但他们刚把东西搬到恐怖主题房 面前突然飞过一个鬼影 顾怀景顿了一下 接着他放下东西 从背后 青青拢住了许青青的腰 许青青感觉自己后面 顶着硬邦邦的腹肌 听到顾怀景在他耳边说 这里好阴森 他人都傻了 这是什么人间反差吗 他好可爱 不对啊家人们 我怀疑小顾是装的 我刚刚好像看到他在笑 不是装的吧 他看起来是真害怕 都恨不得整个人挂许青青身上了 绝对是装的 这样就能名正言顺抱老婆了 小顾你好黏然 许青青内心挣扎了许久 虽然背靠小腹肌有点爽歪歪 但想起五十万 还是一把推开了顾怀景 顾怀景眼里 闪过一丝迷茫 看着他一脸 你刚刚不是说可以抱妈的质问 许青青莫名被他盯得有点小愧疚 他连忙把所有灯都打开 顺便把刚刚飘鬼影的投影机器关掉了 这些都是假的 不要怕 跟我默念 顾怀景 什么 许青青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顾怀景倾笑了一声 笑死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是驱鬼利器 我感觉许青青有点脸红暗 感觉他有点想被小顾抱 但又碍于直播狠心推开 沾成这样 二人世界 他们不得成连体应 再看下去 我要得糖尿病了 许青青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办了 这届网友真的太难待了 他跟顾怀景说话甜 无意中跟顾怀景眼神像壮甜 甚至推开顾怀景 也觉得甜 到底是今年甜宠剧太少了 导致网友们 竟然要从他们这对塑料夫妻之间找糖 就离谱 好在接下来 导演把老公们都叫走了 不然继续跟顾怀景 待在一个密闭空间里 网友们怕是连他们第二个孩子的名字 都要想好了 不过 网友中确实有不少文笔绝佳的大手子 这小颜色文写的 泽泽 他看着看着 又回想起方 才顾怀景小夫妻的触感了 与此同时 厨房 郑匹弟把三位老公聚在一起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 夫妻默契大比拼 你们每人做一个菜 等会儿 老婆们会猜 那道菜是你做的 猜中的夫妻 获得一颗爱心 最后 我们会结算爱心 爱心最多的夫妻 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最佳默契夫妻 郑匹弟宣布完规则 三个男人便去挑选食材了 杜飞扬之前上节目说过 他只会番茄炒蛋 这对于曼星来说 不是送分体吗 巧了不是 寒天城也拿了番茄 笑死 要是炒出出两盘番茄炒蛋来 余曼星和苏念威 是不是还要辨认一下 哪盘是他老公炒的 我看到小姑抓了只大奥龙出来 没有看不起的意思 但她一个施工员 知道怎么做奥龙吗 我感觉这句小姑和亲妹要输了呀 谁能想到 小姑跑去搞奥龙呢 厨房这会儿没收音 拿着两个鸡蛋的杜飞扬 与拿着两个番茄的寒天城 对视了一眼 韩总 你也 杜飞扬刚刚也听说了 寒天城与鼎讯的关系 这会儿对韩天城十分客气 他都做好了 如果韩天城执意要做番茄炒蛋 他就换一个的准备 但韩天城嫌麻烦 直接把手里两个番茄 塞给杜飞扬 算了 给你吧 成全你得第一名 正好 我也懒得做 搞个凉拌黄瓜了事 韩天城十几年没下过厨房了 家里好几个保姆 还有苏念威在 怎么着也轮不到他做菜 今天做个凉拌黄瓜 也算给节目组面子 另外 拉拢杜飞扬 也能变相孤立顾怀景 韩天城说完 瞥见抓了指 奥龙来厨房的顾怀景 一个白眼 直接翻上了天 不是我质疑你的烹饪能力啊 小顾 韩天城呵呵冷笑着道 奥龙这种高端海鲜 虽然追求一个原汁原味 但处理起来 也有挺多讲究 你别以为争一下就行 一旁的杜飞扬 抬头看了一眼 虽然没说话 但也对顾怀景表示质疑 顾怀景直接越过韩天城 开始熟练处理食材 只一句 我老婆爱吃 韩天城冷笑了一声 你们这种人的思维我懂 反正不用你们掏钱 不挑贵的就是亏呗 顾怀景已经在脑子里 想好了奥龙的五种做法了 懒得搭理韩天城的阴阳怪气 另一边 正在自己直播间 刷小颜色纹的许青青 被于曼星叫出来了 于曼星果然来找他算账了 他双手抱胸 小雪 你直播间 人气都快赶上我了 许青青脑门突突地跳 曼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已经在刻意跟他保持距离了 保持距离 你俩还抱一起 于曼星很生气 我跟老杜都没你俩抱得多 说得许青青面红耳赤 他只好把实情告诉于曼星 我跟小顾其实才刚闪婚 于曼星愣了一下 随后皱着没道 就算你们是新婚 也不能那样粘着呀 有完没完 你可是跟我签了协议的 不不 你误会了 许青青只好把他一周前 才跟顾怀景求婚的事实告诉他 于曼星再次愣住了 他难以置信 小顾那么简单就答应了 他怎么觉得 顾怀景跟许青青说的 有点不一样呢 之前和顾怀景在消防通道 他算是深刻体会了一把 什么叫巨人鱼千里之外 什么叫冷若冰霜 怎么在许青青这里 这么好追 是啊 我估摸着 他可能也是到了结婚年龄 刚好我出现了 他觉得我还行 就从了吧 许青青说着 脸上出现两个淡淡的红韵 于曼星无语 他承认许青青确实长得还行 再靠颜值爆红的小花里 也不遑多让 但他也不差 他可是万千男人梦中的性感女神 为什么顾怀景就对他那般冷淡 甚至还用眼神凌虐他 他本来还以为顾怀景 是个忠于婚姻的守旧男人才如此 现在发现 他俩就是塑料夫妻 于曼星愈发不服 但同时也燃起了一股莫名的斗志 还有一丝小兴奋 既然你跟小顾还不熟 那我就放心了 记得千万别做出让网友误会的举动来 一切看我眼色行事 许青青还能说什么呢 好的老板 这时节目组通知说 老公们已经做好了午餐 请他们下去吃饭 许青青便跟于曼星一起下楼 路过楼道口 那个绿油油的环保主题房间时 苏念威正好出来 哟 念威 你来了 正好一道走 于曼星立马热情地拉着苏念威 于曼星在娱乐圈摸爬滚打了二十年 惯会来世 听说苏念威即将和鼎讯老板结亲 立马跟他熟络了起来 你怎么生了三个孩子 还跟小女孩似的 一脸胶原蛋白 苏念威陡然接收到来自超一线于曼星的清静 还有点惶恐和发芒 但片刻他知道全是依仗他老公 便也挺直腰板 坦然接受 哪有 我都黄脸婆了 曼姐你才是 红光环绕 气韵加深 怎么看都只有二十岁 许青青就这么看着他们两个人商业互吹 他完全没有插话的心思 因为大老远就看到楼下的大傲龙了 他可太喜欢吃龙虾了 就连中学时期的同学路 最爱吃的食物 甜的都是龙虾 一说 鲜味入脑 那滋味 妙不可言 今天这只奥龙被做成了五个菜 奥龙刺身 奥龙粉丝包 奥龙海鲜粥 奥龙高蒸蛋 以及炭烤奥龙腿 许青青盯着 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哈哈笑皮差了 许青青那如狼似虎的眼神 是怎么肥事 小顾 我终究是错付了 地位竟比不过龙虾 刚刚说 这局于曼星躺赢的人呢 许青青就差直接扑上去了 他绝对选龙虾好吗 小顾是个被搬砖耽误的大厨 鉴定完毕 虽然韩总有钱 杜哥有名气 但此刻在小顾面前 都被秒成了渣渣呀 许青青虽然被眼前的龙虾燕迷了眼 但他还清醒地记得 金主于曼星说的话 看他眼色形势 郑匹弟说选老公做的菜 选对了 不但可以吃到老公做的美味午餐 还能奖励一颗默契爱心 许青青明白他作为对照组来的 这枚默契爱心 他是绝对不能要的 那他只能选错 顾怀景会做什么菜 他不知道 但顾怀景绝对不会做奥龙燕 孩子从小就穷 吃没吃过都不一定 肯定做不出这么完美的龙虾燕 于是 许青青看了一眼余曼星 示意他要选奥龙燕 余曼星表示满意 他也觉得顾怀景不会做奥龙燕 他现在只要选番茄炒蛋 就赢了 但他还没来得及过去 被苏念威一屁股抢了先 苏念威 我老公一定是番茄炒蛋了 这是他最拿手的菜 余曼星 巧了吗 这不是苏念威好过分啊 我们慢慢还没说话呢 凭什么要等到余曼星说话才能选啊 别太有优越感了 别人惯着我们 苏贵妇可不惯着 什么叫优越感 会不会说话 一共就三盘菜 三个人肯定要商量着来啊 贵妇就能那么霸道了 两家粉丝立马掐了起来 其实对掐的 也不一定是苏念威的粉丝 只是看不惯余曼星的粉丝嚣张 与此同时 余曼星的脸色也有点僵硬 他尝试着轻壳了一声 提醒苏念威该跟自己商量一下再选择 但苏念威一路被他捧着下楼 早就飘了 一脸我老公有钱我背靠顶讯 我怕谁的牛逼 在导演组的催促下 余曼星最终只能选择那盘凉拌黄瓜 虽然我也不喜欢苏念威 但是看余曼星憋屈莫名很爽 有病吧 满黑滚错 苏念威一个三线都摸不到边的女明星 谁给他目中无人的勇气 无烟瘴气的 还是我们家亲妹好 不争不抢地盯着奥龙真可爱 相比之下 许清清成为一股清流 反而吸引了不少路人 各自选好后 郑匹弟开始公布结果了 你们只有一个人选对了 听到这话 许清清还蛮不在意 反正他是属于存那个 苏念威要借着这部综艺复出 所以在镜头面前也十分积极 他笑问 是我对不对 郑匹弟没有急着揭秘 而是先问他们 有没有经常吃三位老公做的饭 这可是秀恩爱的好机会 余曼星就是为此而来 自然不会放过 他亲了亲嗓子 我老公只要在家 都是他做饭 有的时候他演出回来晚了 还会给我做个爱心宵夜 虽然手艺一般 但在我看来 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 余曼星说完与杜飞扬对视 直播弹幕上立马刷满了新飞扬 爱心 苏念威道 我老公相对来说做饭比较少 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 前几年上升期经常应酬到深夜 我蛮心疼他的 不过家里请了我最爱的香菜厨子 我倒也不用他做饭 只希望他能注意自己的身体 多陪陪我 很好 既彰显了财力 又表达了爱意 轮到许清清了 只见他从奥龙宴上一开眼 我从来没吃过我老公做的饭 不是要对赵祖吗 这下够对赵了吧 许清清觉得自己 这对赵祖真的做得太合格了 他确实没吃过顾怀锦做的饭 这下网友们该如何应对呢 叫你们乱课 该课的不课 不该课的乱课 余曼星也表示满意 心想这五十万枚白花 一个妻子从来没吃过丈夫做的饭 夫妻感情绝对有问题了 然而他们不知道 此刻的弹幕 你看我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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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尔有一个问 大家为什么不信 都有人让他睁大眼睛 好好瞧瞧 你看小姑那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再加上他做菜那么熟练 你猜大家为什么不信 小姑说他老婆爱吃龙虾 许清清一出来 眼睛就粘在龙虾上 说他没吃过我不信 那一瞬间 许清清突然想起 某日小姑做饭做到一半 把他吃干抹尽的精力 他突然就想报复一下小姑 直言从没吃过小姑做的饭 马得 这也能上高速 纯洁呢 羞耻呢 后续呢 导演组时刻在关注直播动态 剑秀恩爱的新飞扬夫妇 没多少人讨论 反而是一顾清诚夫妇话题度最高 郑匹弟给了跟拍VJ一个眼神 跟拍VJ当即 拿着摄像机对着许清清的脸拍 许清清吓了一跳 右眼狂跳 有不好的预感 果然 下一秒 郑匹弟突然宣布 猜对的人是许清清 许清清的心一下子就凉得没气了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顾怀景 满脸写着 当初你突然离笑 是不是跑去学烹饪了 绝了 顾怀景本来一脸淡漠的 许清清看过去的瞬间 感觉他鲜活了 他像一只妖宠的大羞钩 全身上下写着 快来夸夸我摸摸我 他好爱他 呜呜呜好感动 许清清也想哭 他这个对照组又搞砸了 郑匹弟给他和顾怀景 颁发了一颗 最具默契夫妻爱心 一半贴在顾怀景脸上 一半贴在他脸上 他根本不敢看于曼星 怕被于曼星眼里的利剑射穿 更痛苦的是 顾怀景做的奥龙宴明明超好吃 但他不能表现得太雀跃 怕于曼星觉得 他是故意的 更怕网友又磕他和顾怀景的糖 表面上他风轻云淡 其实 卧槽顾怀景厨艺绝了 这海鲜粥 快要把我的眉毛掀掉了 奥龙刺身一口入魂 放在炸裂间 也是相当炸裂的 好在许清清演技还不错 吃完也没露鲜 下午他们要出发去商场 老公们一组 给老婆买一套衣服 老婆们一组 给老公买一套衣服 最后穿出来 更有CP感的一对 获得默契爱心 上车的时候 许清清偷偷在于曼星耳边保证 曼姐 上次是意外 这次我一定做好对照的职责 她不提还好 一提 于曼星就气得发抖 许清清 你真是好样的 不动声色稀粉无数 许清清忙不点喊冤 我根本不知道 顾怀景什么时候进修的新东方 于曼星见她 不像是在说谎 而且 刚刚她也确实听到了 许清清直言 没吃过顾怀景做的饭 是网友自己不信 她咬了咬牙 再给你一次机会 许清清 如果这次你还抢我的风头 就等着赔我的违约金吧 啊 还有违约金 许清清猛了 当初拿到对照组协议 以为手到擒来 完全没考虑到 可能会违约 当然有违约金 又想出风头吸粉 又想赚我的钱 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 于曼星磨牙 许清清瘫了 来之前以为躺平百烂 就能当好这个对照组 五十万轻轻松松 不曾想 竟然还挺难 她当即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 曼姐你放心 看我不给顾怀景 挑个奇装一服 任她给我买什么 都不可能有CP感 因为 一顾清诚夫妇的出圈 导致于曼星 和杜飞扬的新飞扬夫妇 反而略显普通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 他们撒工业堂金 夫妻早就个玩个的 于曼星心累 你最好给我说到做到 说好的 给他当对照组 结果他竟然被反号 曼姐 你们打算去哪买 苏念威见于曼星 竟然和许清清 说了那么久的话 担心自己被孤立 连忙凑过来 于曼星 其实对苏念威也有气 刚刚要不是苏念威 执意选番茄炒蛋 他说不定 也能被封默契夫妻 但于曼星 是不会表现出来的 他表情管理优越 拉着苏念威的手 还没定呢 念威你要去哪 苏念威 要不去SKP吧 我老公的衣服 一般都是在哪买 其他地方的衣服 我怕他穿不习惯 好家伙 果然是贵妇 SKP我进去都不敢乱看 里面全是顶舍 于曼星倒是没问题 毕竟是208万之一 我有点担心许清清 许清清自己也担心 他一脸 这不是我该坐的车 快放我下来的表情 太喜欢他了 不会打肿脸充胖子 他好真实 我反倒有点替苏念威尴尬 句句不提他家有钱 但又句句都在炫富 有没有人知道 他老公资产到底有多少 他可能太想付出了 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许清清这会儿 是真的想下车 SKP不是他能逛得起的 他去中低端商场 给顾怀景买买GAP 太平鸟什么的就行了 别到时候片酬还没拿到 他就先破产了 但苏念威和于曼星都要去SKP 2比1 他必须跟着去 他的心在滴血 只能寄希望于SKP 也有平价商品了 到了SKP 三人刚从车上下来 就听到轰的一声 一辆布加迪威龙霸气驶来 其他人纷纷侧目 许清清也跟着围观 心想是哪个骚包的富二代 大白天的开豪车炸街 结果看着看着 布加迪威龙直接朝着他冲过来 等他反应过来 腿脚打扇 根本跑不动 幸好布加迪威龙 在距离他还有0.5厘米的地方 停了下来 许清清抹了魔脑门上的冷汗 车是辆好车 冲上去就要理论 只见驾驶座打开 从上面走下来 两条好长好长好长的腿 不好意思啊 吓到你了吗 小美人 男人桃花眼荡漾 盯着许清清面带微笑 一旁的郑PD回过神来 忙推了一把身边的VJ 是赵玉成 快去拍 卧槽 我们壮大运了 记得对脸拍 赵玉成接受过财经专访 也曾参加过上流圈子的聚会 不仅郑PD认识他 余曼星也认得他 本来还觉得 跟着苏念威他们来逛商场很无聊 看到赵玉成下车那一刻 余曼星眼睛都亮了 他之前见过赵玉成一次 是在一次晚宴上 但赵玉成被很多人簇拥着 俊意潇洒 是晚宴的主角 他根本没有进身的机会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 身边的苏念威 发现了他的意思 问道 谁啊 曼杰你认识 余曼星缓缓转头 看着苏念威 脑门上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不是 你跟人家都定娃娃亲了 你不认识 是寒天城随口吹牛逼的 他想着 反正也没人会去求证 便没在意 谁能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赵玉成 他现在无比后悔来了 SKP 可偏偏来SKP 还是他自己的主意 苏念威有点尴尬 开始扯谎 定娃阿卿这是 是我老公去谈的 我当时没在场 余曼星敏捷地抓住了 苏念威脸上的一丝慌乱 他早就觉得 韩苏夫妇身上 有一股土到掉渣的爆发户气质了 但偏偏他们是鼎讯未来亲家 余曼星也不好说什么 怕得罪了韩苏夫妇 跟着得罪鼎讯 在圈子里没法混 就连之前番茄炒蛋那事 余曼星都压下不快 没跟他计较 现在见苏念威这般紧张 一个念头涌上来 难道 苏念威玩狐家虎威那套 为了验证这个想法 余曼星把苏念威往前推了推 就算你不在 定娃娃亲也是事实啊 未来亲家就在这 你得赶紧去 打个招呼啊 苏念威魂都要下飞 根本不敢上前 且不说赵玉成气场强大 随时可能封杀他 就算是普通人 吹牛逼遇上郑主 那也要躲得远远的 余曼星见他这样 就知道自己猜对了 他愈发看苏念威不顺眼了 许青青穷也穷得光明正大 从来不以身家一般为耻 苏念威这种 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 就有点恶心了 怎么不去 难道定娃娃亲这事 根本不存在 余曼星心直口快 一语重地 他背着一个摄像机在直播 他背着摄像头 一面给余曼星识眼色 示意余曼星放过他 一面道 难 男人在酒桌上说的话 我也不太确定吧 这样贸然上去 叫赵总亲家 总归不太好 语了 娃娃亲竟然是假的 谁懂啊 家人们 我还愿是顶讯粉 帮韩苏夫妇说话 我现在比吃了苍蝇还难受 也不一定就是假的吧 微微不是说了 那是男人酒桌上的承诺吗 酒桌上的承诺 他们说的那么言之躁躁 这已经不是虚荣了 这是欺骗观众 人品问题 其实我一直很怀疑 韩天成那股爆发护气质 赵总是怎么看得上的 看来预感没错 韩苏夫妇 虚荣 只有我注意到 赵玉成看许清清的眼神不对劲吗 网友们顿时都忙翻了 一边骂苏念威和韩天成 一边观察难得的出境路人赵玉成 赵玉成侧颜绝杀 盯着许清清一脸温柔 许清清 这人是不是眼睛有病 开车看不见人也就罢了 怎么还对着他一直眨巴 停车场这么大 你偏冲着人群过来 我要是交警 我今天就得把你连人带车拖走 长得好看归好看 态度好归态度好 但他受到了惊吓 许清清还是得教训他两句 赵玉成盲点头 小美人说的对 我下次一定注意 你没事吧 让我检查一下 他说着 就一把抓住了许清清的胳膊 靠得很近 一旁的余曼星健壮 都没心思打去虚荣的苏念威了 他甚至有点懊恼 刚刚差点被撞的 怎么不是他 赵玉成这般虚寒问暖的姿态 当真能把人融化 但许清清却吓了一跳 他连忙后撤了一步 他怎么感觉 这男人有点不对劲 我没什么事 你快放手 虽然他跟顾怀景 也是塑料夫妻 但总归领证了 摄像头对着呢 不能让顾怀景误会 虽然顾怀景也不一定介意 但边界感这种东西 他还是有的 没事就好 赵玉成脸上仍旧带着笑 他掏出一张名片 塞许清清手里 这是我名片 有事可以随时联系我 许清清本来不想要 一看 赵玉成 这名字怎么有点熟 他开始疯狂在脑海里 搜寻这个人 赵玉成见他发愣 心里呵呵了一声 瞧 老郭 你老婆果然是个 爱慕虚荣的新妓女 我一张名片 就勾了她的魂 就在一小时前 顾怀景突然决定要注资 亲爱的你这档综艺 一下要投两个亿 要知道 亲爱的你 其他所有赞助商加起来 可能都不到一个亿 赵玉成觉得他疯了 为了心机女 已经失去理智了 再这样下去 整个顶讯 都要被他送给许清清了 于是 为了让顾怀景清醒地认识到 许清清这个女人的本质 赵玉成略微思考了一下 便直接开着他最贵的车过来了 许清清铁定受不了 金钱地位的诱惑 果然 许清清愣了片刻后 眼前一亮 顶讯的赵总 赵玉成表面笑嘻嘻 内心冷呵呵 是我 这会儿 赵总 幸会幸会 赵玉成跟他们一一打了招呼 还握了手 于曼星娇俏地笑了笑 赵总我们以前见过 在滨海晚宴上 赵玉成笑 那真是太有缘分了 内心呵呵搭 女人果然都对财富地位 屈之若鹜 轮到苏念威了 苏念威一双手抖得能筛糠 于是 你这是怎么了 赵玉成问 一旁的于曼星 正想多跟赵玉成说两句话 抢先答道 赵总难道不记得韩太太了 据说 你还跟韩总订过娃娃亲呢 赵玉成笑了 哪个韩总 这么厉害 能让不婚不育足的 我跟他订娃娃亲 苏念威脑子嗡嗡的 险些晕死过去 赵玉成竟然是不婚不育足 韩苏夫妇的牛逼 真是吹太大了 苏念威 此刻恨不得挖个地方跳进去 但偏偏好几个摄像机对准他 正PD老狐狸 知道这件事 又将引爆话题 带动节目热度 他兴奋地要命 管苏念威尴尴尬不尴尬 苏念威只好解释道 曼姐你也真是 都说了男人酒桌上说的话了 就不用拿出来说了吧 赵玉成的眼神 一下子就冷了 果然女人没一个好东西 娱乐圈的女人更是 这儿竟然还有拿她吹牛逼的 乌烟瘴气的风气 也不知道老姑 为什么非要一头扎进去 韩太太 你我素不相识 就不要拿我做文章了 影响不好的话 我的律师坐不住的 赵玉成气场强大 这话说得极其尖锐 有清楚明白 不起赵总 弹幕顿时又爆了 苏念威 打脸现场 我和鼎讯定了娃娃青 是不是要超越我八十里缸了 我早就想吐槽了 韩天成的红星物流烂透了 上次丢了个贵重件 跟客服扯皮了一个月 毫无格局的企业 毫无格局的老板和老板娘 苏念威哭哭啼啼的好烦啊 还不是他自己吹的牛逼 他还好意思哭 另一边 正准备出发去做任务的韩天成 接到了秘书的电话 秘书声音着急 韩总 不好了 我们股价在爆店 韩天成本来还想吩咐顾怀景 给他拿瓶水 听到这话顿住了 怎么回事 秘书吱吱呜了半天 不敢说 您自己上微博看一下吧 上什么微博 我哪有什么微博 有屁块放 说完发现有摄像机 他对着VJ怒目而视 刚刚那段给我掐掉 他急了他急了 他急得连直播和录播都分不清了 还掐掉呢 可怕 素质这么差 苏念威到底看上他什么 还给他五年生三个 涂他肚子大 涂他眉头发 涂他牛逼吹得大 家人们 我刚刚在网上搜了下红星物流 搜出了一篇求助贴 说 他是红星的员工 被老板猥亵加威胁 是不是真的 卧槽 这要是真的 韩天成要进去采缝任机的程度 就在网友奋力扒韩天成老底的时候 苏念威却以为没事了 他哭完跟赵玉成道了歉 说这肯定是他家老韩喝醉了一想出来的 由于太崇拜鼎讯了 想得多了 就以为是真的了 他表示内心还是很尊敬赵玉成和鼎讯的 绝对不会做惊动他律师的事情 赵玉成没再说什么 甚至离开前 还温柔地提醒许清清 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苏念威没空看热搜和弹幕 便以为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已经过去了 节目组也没人提醒他 毕竟这是在网上 已经引发了轩然大波 节目组还等着发酵 引来更大的波呢 赵玉成走后 于曼星瞥了一眼许清清手里的名片 没想到赵总人这么好 许清清点点头 人是还行吧 但是他怎么觉得赵玉成眼神有点油腻呢 看着名片 他想了想 还是收了起来 一行人这才上楼给老公们买衣服 于曼星和苏念威去了四楼的男装专柜 许清清则去了负一层 那里有打折促销的T恤 他想了想 随便挑了一件S码的 心想顾怀景肯定穿不了 这下可以成全于曼星 做好对照组了 老天爹小顾开了一扇门 颜值和身材 就势必要给他关上一扇窗 我们小顾真的不能穿顶奢吗 他气质那么好 我都想出钱给他买了 极美 众筹加我一个 小顾打扮一下 不比刚刚那位赵总差 有没有人觉得赵总对亲妹有意思 那眼神不太清白啊 小顾 你是想让我死 别乱拉CP 照这么说 余曼星看赵总的眼神也不清白 又关我们慢慢什么事 苏念威觉得刚才丢了粉 试图找存再敢挽回 于是 在大家给老公们买完衣服后 苏念威拉着大家去了H家专柜 哎呀 他们家出新款了 我们去逛逛吧 许清清不太想去 他不明白苏念威干嘛 硬要拉他去 明明余曼星才是他最好的购物搭子 但逛着逛着 许清清明白了 拉着余曼星他 没有优越感 可拉着他有啊 H家的包 真是太有质感了 你只要买了一次 就有第二次第三次 我其他家的包少 就H家的多 每次生日 我老公都给我送他家的包 虽然没什么惊喜吧 但我还挺喜欢的 有的时候我生气他也送 哎 家里的H已经有十多只了 许清清默默看了一眼 他身上背着的 H家最基础款小菜篮 没说话 换房间那件事开始 他就对苏念威感官不太好 他老名里按理搞拉彩 拉彩他就算了 拉彩 顾怀锦他可忍不住了 对了 小顾都送你什么礼物啊 许清清 看吧 拉彩随时蛋挡 没送过 许清清实话实说 苏念威面露惊讶 表情十分夸张 不会吧 连一个包都没送过 说完又感叹 不过小姑那个职业 确实也经不住经常送礼物 那你连一个H家的包都没有吗 许清清听着 他在耳边逼刀逼刀烦死了 施工员人家 也是正经职业 到底要被拿出来 嘲讽多少遍 许清清眼里闪过一抹金光 嘴巴顿时 就像抹了油 我们是普通小康家庭 哪里能像念威姐这样 肆意收藏顶舌包呢 既然念威姐喜欢 那我就进去逛逛吧 许清清直接叫贵姐 把店长叫过来 我们念威姐 是你们这的老客户了 最近出了什么新款 全都拿出来 她虽然买不起H家的包 但也是有富婆朋友的 谁家有十多个包 还天天被寄出款小菜兰啊 按照苏念威的尿性 她八成又在打肿脸充胖子 家里那么有钱 老公那么宠她 在家当豪门阔太太不舒服吗 干嘛着急付戳 果然 苏念威见店长拿出了 好几只六十万的薄金包 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但大话已经说出去了 不得不硬着头皮是包 这款薄金包好符合你的气质哦 我看你也挺喜欢的 就买了吧 真的太好看了 许清清和店长在一边 疯狂吹彩虹屁 苏念威的脸色是越来越僵 就店长拿出来的这几只包 最便宜的六十八万 这要是一两万她还能买 但六十八万是万万不行的 只有她知道 寒天成的公司虽然上市了 也赚了点钱 但寒天成把她的钱卡得很死 每个月只有五万 出去三个孩子和家庭花销 基本没有了 她连太太们的下午茶都很少参与 跟寒天成闹也没有用 寒天成总说 公司现金留守 让她省着点 这也是她着急付出 想要自己赚点钱的原因 刚刚之所以把许清清 叫进来H家专柜 纯粹是娃娃清事件 太下她的面子了 她必须找个机会晚尊 原本以为许清清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穷女人 能被她家里十几个H家顶奢包唬住 万万没想到 许清清反毫了她一把 苏念威面对满眼期待的店长 进退两难 买吧 没钱 不买吧 没面子 阿妮威姐 你怎么了 不喜欢吗 许清清还在一旁拱火 不是厉害吗 家里不是十多只吗 不是豪门阔太太吗 施工员好彩吗 穷人好利用吗 怎么傻眼了 我 苏念威直接无言以对了 要说不喜欢 可她刚说了 家里十多只 那就自相矛盾了 要说喜欢 那就要买了 僵持之下 门口传来很大的动静 众人纷纷看过去 发现老公们也来了 苏念威见人群中 韩天成走在最前面 心下一喜 立马迎上去 韩天成在外面向来耗面子 如果知道他当下的近况 一定会给他买包的 然而 刚往前走了两步 就见身后的VJ对着郑PD 拾了个眼色 郑PD当即 对直播进行了消音处理 而后把镜头移向了许清清这边 怎么了 苏念威隐约感觉 丈夫情绪不对 但眼下他的窘境也很重要 于是对韩天成道 天成 我今天看上一只包 你给我买 啪的一声 苏念威话还没说完 被韩天成狠扇了一个耳光 他捂着脸 难以置信地盯着韩天成 完全没想到 他会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他 买包 你还好意思买包 我老韩家 都要被你搞垮了 娃娃亲事件 因为有当事人赵玉成的当面否认 在网上不断发酵 现在网友讽刺人逢人就说别惹我 我和鼎讯老板定过我阿清 红星雾流 今天的股价直接跌停 去年才上市的 底盘本就不稳 再来几个跌停 就有退市的风险 更令韩天成恼火的是 因为这件事 网友都在巴他私生活 他又不得不联系 当初发帖 爆料他的女同事 花钱让他删帖 韩天成自然不会认为 自己做错了什么 那些都是全世界男人 都会犯的小错误 都怪苏念威 要不是他要来 SKP 就不会遇上赵玉成 娃娃亲就不会被戳穿 也就没有热搜上 一系列麻烦事 这女人搞得他焦头烂额 竟然还有脸逛街买包 韩天成越想越火大 觉得一巴掌不够 举起手掌又要上前 郑P弟见状连忙上前拉住他 韩总消消气 不至于不至于 韩天成浑身烦躁不安 逮谁骂谁 怒问郑P弟 是不是故意把赵玉成叫来的 郑P弟一脸冤枉 就算我想叫 赵总也不可能来啊 他那种级别的企业家 怎么可能来我们这种小综艺凑热闹 郑P弟这话刚说完 一旁的顾怀景 突然就莫名其妙打了个喷嚏 韩天成也知道 郑P弟说的对 节目组哪有那么大的脸 能安排赵玉成和他们偶遇 但他就是下不了面子 对郑P弟吼不露了 你们这综艺有毒 他本来好好的 上了综艺还不到一天 事业生活全都一团糟 郑P弟心想 这还不都是你自找的 但表面上 郑P弟还是保持礼貌微笑 韩总 你要走我也不敢抢求 但路到一半突然离开 网友会怎么想 你那些事情不都坐实了吗 韩天成顿时就想发火 坐实你妈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与其突然离开坐实谣言 不如留下来 通过我们的镜头澄清 节目组也会帮助你的 这是一举双赢的办法 对韩天成有利 对节目组也有利 亲爱的你 流量持续高涨 除了一顾倾城夫妇出圈 还有很多网友 是来围观韩苏夫妇打脸的 黑红也是流量 还真不舍得他们走 韩天成这会儿 稍稍冷静下来 认为郑匹弟说得对 便也勉强答应了 但他心情仍旧很差 见苏念威 捂着一半高肿的脸 在一旁哭 他就气不打一出来 哭什么哭 竟给老子拖后腿 苏念威立马不敢哭了 默默把眼泪抹干净 没眼力见的贵姐 还跑过来 问苏念威 这薄金包要不要了 不要他就要重新入库了 要什么要 一个包半套房子 他也配备在身上 真是一阵唏嘘 瞧韩天成这样 断不可能给苏念威买 十几个H家包包 贵姐瞥了苏念威一眼 果断把薄金包拿走了 苏念威一颗脑袋 都恨不得锤到地下埋进土里 他从来没在外面这么丢人过 郑匹弟见他们风波暂歇 让摄影组关掉消音 重新把直播镜头移回来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还不让我们看 我的妈 苏念威半边脸都肿了 这是被家暴了 而且 他的眼睛明显哭过的吧 韩天成 对 立马做了个手势 让苏念威去补妆 苏念威补完妆回来 这才对着屏幕解释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刚才摔了一跤 影响了拍摄 真是太疼了 都把我疼哭了 一旁的许清清 看到这一幕 心里一阵后怕 婚后男人都这么可怕吗 就在他瑟瑟发抖时 故婚后男人 怀景拍了拍他 很喜欢吗 许清清这才发现自己 还拿着H家喜马拉雅 限量款薄金包 刚刚怂恿苏念威买 忘记放下了 喜欢 有哪个女人 会不喜欢奢华美丽的薄金包呢 她拿到手 就感觉春暖花开 整个人生都得到了满足 真的太美丽了 但喜欢有用吗 许清清连忙小心翼翼 把包放下 生怕碰掉了某个零件 陪得她倾家荡产 但刚放下 却又被顾怀景提了起来 喜欢就买 她语气坚定 不带丝毫犹豫 这一刻 许清清承认疯狂心动 但 她把顾怀景拉过来 耐心跟她科普 亲爱的 你可能不太了解现在的奢侈品市场 买了它 我们家未来三五年都接不开锅 哈哈 神他妈三五年接不开锅 我们一顾清承主打的 就是一个穷的真实 小顾是不是以为只要几千块 她那句喜欢就买 也太霸总了 不 她可能以为只要几百 微笑 霸总加一 大家真的不去扒一扒顾怀景的身份吗 她怎么看 都不像个施工员吧 不用扒了 顾怀景衣服上 那么大个杰克琼斯的标志 你们没看到吗 霸总能穿杰克琼斯 哎 那倒也是 给顾怀景买了一整套杰克琼斯的当事人许清清 给顾怀景科普完 这是一家顶舍专柜后 把那只限量包包还给了贵姐 顾怀景看着离去的包包 没再说什么 而是低头给李田发了条信息 这会儿 余曼星也来了 他和杜飞扬大秀恩爱 杜飞扬大手一挥 给他买了三个包 消费108万 余曼星开心地向个小女人 抱着杜飞扬亲吻感谢 有了韩苏夫妇 和一顾倾城夫妇的买包对比 新飞扬夫妇这波恩爱 秀得非常成功 弹幕立马逛刷狗粮酷甜 但余曼星还觉得不够 他指了只许清清刚放下的 那只喜马拉雅限量款薄金包 老公 这个我也好喜欢杜飞扬 老婆喜欢 那必须买 小姐 帮我包起来 然而店长突然跑过来 他刚接完电话 不好意思啊 先生 这只包刚刚已经被其他客户订了 这么快 刚刚你不是还拿出来卖 余曼星满脸失望 确实是被定了 那位客户是我们的终身钻石VIP 几秒钟前刚定的这款 十分抱歉 店长陪笑 余曼星只能作罢 本来拿下限量包 更能证明杜飞扬对他宠溺有求必应的 但最终只能提着108万走出专柜了 殊不知 他这108万已经引发了热烈讨论了 微博上悄然兴起一个话题 真诚穷小子眼里 只有你顾怀景VS潇洒富一代 桃花朵朵开杜飞扬 你选哪个 小孩才做选择 我都要 所以 韩天成是直接被你们pass了是吧 有一说一 就刚刚这part 我还是想选杜飞扬 顾怀景固然心动 但心动不能当饭吃 女孩子啊 总要图他点什么 爱情是靠不住的 也没必要把小姑说得这么不堪吧 她除了没钱啥都有了 许清清不仅可以图爱情 还可以图她的脸 她的身材 她的能力 楼上你是说哪方面的能力 哈哈 还是不挨楼了 他们俩我 谁也不选 我选择H家那位终身钻石VIP 我听说H家终身钻石VIP全球只有十位啊 那才是顶级财阀 喜马拉雅说买就买啊 楼上的能成为H家终身钻石会员的 不会是什么好男人 他都不知道给多少女人买过包 也不一定吧 他可能是工作所需 他买包的对象都是合作伙伴 他可能是只母胎单身狗 顶讯大厦 李田刚发完 他可能是只母胎单身狗 这条弹幕后 便看到赵玉成来敲他的门了 李田知道赵玉成不喜欢他蹲直播 所以连忙关了 我就说吧 赵玉成一进门 嗓门特大 拿着手机给李田看 许清清交我微信了 他特意走SKP一遭 特意跟许清清产生交集 就为了让许清清上钩 以此让顾怀锦认清楚女人的真面目 他还特意摆出一副 对许清清青爱有加的姿态 一口一个小美人 把许清清叫得晕头转向 这不 果然上钩了 他才刚回到公司 许清清就发来了好友申请 李田看了一眼 头像是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 赵总 你确定这是老板娘 别叫老板娘 等许清清露出真面目 老顾迟早跟他断 赵玉成说完 把玫瑰的好友申请 备注给李田看 上面写着 赵总您好 我是刚刚在SKP地库的女艺人 赵玉成通过她的好友申请后 对方立马发来消息 赵总 您猜猜我是谁 赵玉成知道 女人在外面勾搭汉子 都搞得比较低调 于是回到 你是名字里有X的 对方秒回 赵总您好厉害哦 您是怎么猜出来的 聊天记录就到这里了 李田看完 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顾总没谈过恋爱 但她也不至于眼光这么差 许清清 真是这种朝起暮处的女人 赵总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事实就摆在你面前 能有什么误会 赵玉成说完 就开始跟X玫瑰聊天 因为你是在场的 女艺人中最特殊的 我一眼便记住了你 发完她自己都恶心地想吐 但为了好兄弟 不被骗钱骗感情 她还是忍住了 一来二去 X玫瑰就开始跟她吐槽 说她和她老公 其实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 他们两个就是搭伙过日子 真正令人心动的 还是赵总这种风度翩翩的男人 赵玉成一边忍着恶心聊她 一边为顾怀紧不值 他找的这什么女人 这也太好勾搭了 比之前骗她感情那个 都还要炸 哎 亲爱的你 节目组这边 一行人刚完成为 另一半买衣服的任务 回到浪漫小屋 好想知道他们 都买了什么衣服 这不我压心飞扬 他们有钱 搭配起来CP感肯定更强 再加上杜哥还给曼杰买了新包包 并不是谁的衣服 贵谁的CP感就强吧 话说于曼星到底在干嘛 他一直在低头玩手机 能不能尊重一下镜头 谁还没有点私事了 曼姐看起来像是再回人消息 KY的滚好吗 于曼星一直再回别人消息 直到郑PD说 大家把各自给另一半买的衣服 拿出来换上 他才收起手机 首先换装的是老婆们 许清清对于这个环节 一点都不担心 他给顾怀锦买了件S马的T恤 以及紧身裤 可能压根就穿不上 无论顾怀锦给他买什么衣服 他俩都不可能有CP感 所以 女兵换衣服的时候 许清清特意跑到于曼星面前汇报一下 表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对照组 知道了 于曼星淡淡地应了一声 声音没有丝毫起伏 原因 是他看到了杜飞扬给他买的衣服 一套鲜红色的晚礼服 于曼星直接翻了个白眼 许清清 怎么了 不是挺好的吗 你穿上 应该能眼压四方 于曼星呵呵冷笑 我给他买的是运动服 节目组要比拼的是CP感 他倒是能在晚宴上眼压四方了 杜飞扬却能去运动场跑马拉松了 许清清 不是 你们俩这默契感也是差得太离谱了 可不关我的事啊 于曼星脑壳疼 换你的衣服去 别烦我 他越想越觉得节目组太坑了 买衣服的时候 不准夫妻联系 也不透露杜飞扬买了啥 导致他们换装后会十分尴尬 他当即拿起手机 跟赵玉成吐槽 这个综艺 是我参加过的最坑嘉宾的综艺 要不是为了职业生涯和维护人设 我才不会上这种毫无台本的综艺 要是节目组能给我开个绿灯就好了 可惜导演和制片人都油烟不尽 那头赵玉成很快回复 需要你需要 我可以帮你跟节目组打个招呼 于曼星看到这条信息 脸上当即阴转情 本来也是抱着家的好友撩撩看的想法 他没想到赵玉成会对他这么好 哎呀 那多不好意思 还是不要了吧 你的主营业务不在娱乐产业这一块 我会给你造成很大麻烦的 赵玉成回 不会 许清清换完衣服出来 看到于曼星把手机捂在胸口 一脸少女怀春的样子 曼姐 你没事吧 刚刚还一脸被驴踢了的阴沉 一会儿功夫却又焦花乱颤 女人 你的名字叫多变 哦 没事 于曼星连忙收拾好兴奋的情绪 他挟了许清清一眼 你老公眼光不错 这套衣服穿在你身上 很有气质 他现在心情不错 连带着看许清清都觉得十分顺眼 是吗 嘿嘿 许清清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后脑勺 其实他也有点惊讶 顾怀景怎么能挑到这么和他身的衣服 上身是蕾丝抹胸家 贴身小开衫 下身是冰丝长裙裤 由于料子都十分柔软 把他前吐后敲的本钱全都勾了出来 简直像是给他量身定制的 像个舞蹈老师 于曼星道 给个舞台他这一身就能起飞了 这也是许清清照镜子的第一印象 他以前跳舞就差不多穿这样 难道顾怀景见过他跳舞 想想又觉得不可能 他没在初中舞台上表演过 应该只是巧合吧 这时苏念威换好衣服出来了 韩天成给他选的衣服十分保守 宽松T恤加牛仔裤 好想尺码还选错了 腰有点大 苏念威是提着裤子出来的 看到于曼星和许清清在外面 他也没搭话 大概是觉得自己今天过于丢脸了 整个人都散发着一种阴郁嘱咐的气质 他叫助理来给他拿了一根腰带 系上这才跟许清清他们一起出去 三人一亮相 弹幕立马活跃起来 曼曼 你这一生是要美死我 我的妈 许清清身材竟然这么好的吗 小姑好会挑衣服啊 许 舞蹈老师 清清 好曼妙 我好喜欢 曼姐杀我 她不应该站在这里 给我直接走花落 笑死我了 跟另外两个相比 苏念威跟我家庭主妇似的 难道这就是 她在韩天成心里的定性 弹幕大部分 都是在夸于慢心的 她这一身侵略性 确实很强 也有一部分 是在夸许清清的 顾怀紧衣服 跳得十分完美 期间 VJ还把直播画面 切到了老公们的脸上 给三位老公特写镜头 韩天成这个角度 是不是在偷看许清清 韩天成有没有看许清清 我不知道 小姑那双眼睛 就没离开过许清清 她满脸写着我老婆真好看 小姑 把你一脸不值钱的样子 收一收 我真是没眼看 无脸 哎呀呀 杜哥再给慢慢送飞吻 他好爱她 现在轮到三位老公换装了 男人的衣服换得比较快 不一会儿 杜飞扬和韩天成就出来了 刚还高举 新飞扬 CP大气的网友 顿时沉默了 碗里服X运动服 就算是铁粉 闭着眼睛尬吹 也吹不出CP感来啊 杜哥和韩天成 是不是穿错衣服了 他俩换一下就完美了 没穿错 当时于曼星去买的时候 就开着直播呢 他自己说杜飞扬喜欢运动 不喜欢束缚感 所以才给他买的运动服 所以 这俩是毫无默契度啊 结婚十多年 默契度为零 我真为他们的CP粉感到悲哀 本来就很多爆料说 他们个玩个的啊 你们以为都是空穴来风吗 这样对比下 还不如韩苏夫妇有默契度呢 企业老板X家庭主妇 话说小顾呢 怎么还没出来 郑PD也发现顾怀紧进去很久了 还没出来 他想派人去看一下什么情况 许清清却道 我买的衣服 可能不太适合我老公 要不我们就不参加评选了 直接给我们第三名 许清清话 还没说完 见证PD突然捂着脸 一阵惊呼 徐老师 还得是你 许清清 发生了什么 他顺着证PD的视线看过去 顿时眼睛都看直了 只见顾怀紧 穿着他买的S马运动T恤出来了 由于马子太小 衣服撑开到了极致 包裹着他伟岸的身躯 清晰勾勒出 宫二头鸡 腹鸡 背鸡和胸鸡 跟打赤薄无异 穿衣服 以后真人秀 都按照这个标准 给我卷起来 呜呜呜 清妹为了给网友发福利 她真的 我哭死 她还说不合身 不要太合身了好吗 姐妹们口水都收一收 这个直播间都需要抗红了 刚刚有姐妹 问许清清嫁给小顾 到底图什么 现在你站出来 我告诉你图 时 吗 有个问题 许清清为啥也跟我一样 看直了眼 她又不是没见过 可能开灯时候的顾怀紧的身材 她见得少 老铁 你是懂飙车的 不仅许清清 节目组其他女工作人员 见到景深衣顾怀紧 也满脸通红 余曼星也投来一抹一色 就连生无可恋 想要隐身的苏念威 也多看了顾怀紧几眼 但碍于韩天成的眼神 又不敢多看 许清清先是对着顾怀紧 一脸花痴 一脸惊艳 这就是她梦里腹肌美男该有的样子 但经验完她 察觉到余曼星投来的质问的视线 许清清 她保证 她真的 有在认真摆烂 她特别没想到 S马的衣服顾怀紧也能穿啊 而且还穿得这么性感 欲哭无泪 顾怀紧第一次穿这么显眼包的衣服 她一开始 还有些不习惯 但出来后发现 许清清似乎还挺喜欢 她便坦然了 静止走到许清清身边 深邃的毛子盯着她 喜欢 许清清没说话 但微红的俏脸 回答了一切 网友们又磕疯了 携手呢 携手大大请就位 素材来了 赶紧发挥 舞蹈老师VS健身教练 这一堆最有CP感 我宣布他们赢了 舔死劳资了 聊死劳资了 这样的老公公地上还有没有 某日 舞蹈徐老师找健身顾教练 合作一个高难度瑜伽动作 动作需要徐老师 双手撑在顾教练腿上 倒立保持 而顾教练深蹲时 握住徐老师的小蛮腰 但徐老师没撑稳 一下子摔在了顾教练的八块腹肌上 顾教练 你故意的 徐老师 我没有 顾教练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 徐老师 有点闲 顾教练 别舔 大大你 还是太保守了 双手撑在腿上 摔下来脸 应该不会摔在腹肌上 那应该摔在哪 我比较纯洁我不懂 大家好 我刚在翻翻小说网 发了一个同人文 书名叫 施工员老公要不够 欢迎大家阅读 这书名声吗 我有画面感了 节目组请来了两个当地村民当评委 评出最具CP感的夫妻 毫无疑问 顾怀锦和许青青又拿了第一名 两人获得了第二枚爱心贴心 顾怀锦心情不错 唇角上扬的厉害 但许青青就有些黏黏的 他承认顾怀锦这一身他好爱 作为一个 腹肌控他看不够 根本看不够 但他的对照组任务又失败了 五十万 极为 但偏偏所有人都认为他们 这第一名得的毫无争议 就连于曼星和杜飞扬的死忠粉 都觉得输得心服口服 许青青只好硬着头皮 结下了这份荣誉 正PD宣布 晚上不会安排活动 夫妻各自自由约会 仍旧会全程直播 一般这是秀恩爱的好时机 但许青青遭遇两次对照组滑铁炉 立马就决定 晚上他哪里也不去了 不约会 网友总没什么好磕的吧 顾怀锦听他说 要宅在房间里打游戏 也点点头 累了便休息 正好我也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许青青愣了一下 你不是请假了 大晚上还跑工地去搬砖 顾怀锦摇头清笑 我带了电脑 我也有一些 需要在线上完成的工作 许青青没再说什么 正好正PD宣布 暂停直播休息半小时 许青青立马见直播关了 立马去找到余曼星 曼姐 这局真不是我的错 我真尽力了 余曼星斜了他一眼 要不要我帮你翻译一下 许青青 余曼星 虽然我没成为你的对照组 但是那五十万我不想还给你 许青青 许青青好绝望 这个对照组的任务 真的太难做了 他真的已经疯狂百烂了 最终却阴差阳错 总能跟顾怀锦 显得十分合拍 老天爷 他就赚五十万而已 不至于这么断他财路吧 这时 这片人老叶 突然眉飞色舞走过来 各位亲爱的老师 咱们节目组要飞升了 你们的身价 也要飞升了 余曼星本来要把 屡次对照组失败的 许青青青训逆 听到这话 也停下来看着老叶 怎么了老叶 难道临时有人赞助 正PD问道 答对了 老叶喜气洋洋宣布 一股神秘资金流入 高达两个亿 这下节目组有钱了 大家听吧 一般真人秀直播到中途 突然有赞助 大爷代表着 这档真人秀的成功 就像老叶说的 亲爱的你 要飞升一个档次 从A级综艺 直接飞到S级 嘉宾的身价 也不可同日而语 大家都很高兴 余曼星却比较淡定 咖为飞升这种事 他不感兴趣 他都已经三斤以后到顶了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拉着老叶去角落里 问他 谁 谁资助的 老叶一开始不想说 毕竟对方也说了 要保密 但余曼星一下子就猜出来了 是顶讯对不对 老叶无言以对 不得不默认 余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也才刚确定下来 他没告诉别人 余曼星笑得一脸娇俏 我就知道 老叶 顶讯暂住 他为什么一脸害羞 余曼星什么都没说 回到自己的座位 拿起手机啪啪 开始打字 一旁的许清清 硬着头皮道 曼姐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 你还是很真诚的 错不在你 余曼星一边打字一边道 徐清清愣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好惊悚 余曼星刚刚还咄咄逼人 一会儿功夫 怎么突然这么好说话了 但下不为例 你回去吧 余曼星还对他笑 我刚听说 鼎讯赞助了 亲爱的你 赵玉成收到来自 X玫瑰的这条微信时 正在严厉批评里填 你竟然给徐清清 买限量包 你注册那个终身钻石VIP 是为了送客户礼物 不是为他服务的 李田弱弱道 是顾总吩咐的 我可不敢擅自做主啊 赵总 听到是顾怀景的意思 赵玉成一脸恨铁不成钢 完了 老顾陷进去了 许清清的目的达到了 我就知道 她是个物质女 赵总 您要不要去看一下直播 我觉得老板娘 哦不 徐小姐不是那种人 当时在专柜顾总就说要买 是她阻止的 顾总也没办法 只能偷偷叫我买 李田一直在追直播 她那双眼睛也算是月人无数了 许清清怎么看 都不像是赵玉成说的那种人 你也跟着老顾胡闹 我才不看那种玩意儿 你们没谈过恋爱 根本不懂女人 女人演起来 个个都是影后 李田 好像你只谈过一个吧 就这么懂女人 不 那个压根就不叫谈恋爱 那叫一夜圆境 天亮各奔东西 这时赵玉成收到了 X玫瑰的微信 我刚听说 鼎讯赞助了 亲爱的你 赵玉成嘴角抿出一个不屑的弧度 拿给李田看 这就是你说的 不是那种人 正常女人会 天天跟别的男人聊骚 会跟别的男人撒娇 她说完回复了过去 对 那边秒回 突然这么大手笔 该不是因为我吧 赵玉成身上鸡皮疙瘩 立马就起来了 这钓鱼执法干得可真隔音 但还是很快回复 你说呢 事实上 也确实为了许清清 赵玉成在心里大骂顾怀紧婚君 对方突然发了个爆爆的表情包 我真的没想到 赵总出手这么阔绰 赵玉成喝了一声 是鼎讯的钱 他没那么混 对方不管 反正鼎讯的钱 也是也是赵总的钱 我该怎么报答您呢 看到这句 赵玉成突然灵机一动 想要玩把大的 他回复 把你老公踹了 跟我怎么样 这条消息发过去 对方不知道是在犹豫 还是兴奋的 不知道怎么回 状态栏一直在显示 正在输入中 赵玉成切了一声 他倾向于后者 按照许清清的尿性 大概率是兴奋的不能自已了 果然 正在输入中没了 消息终于发了过来 赵总来真的 我可没空骗你 我之前也跟赵总说了 其实我和我老公 只是搭伙过日子 当初结婚的时候 就约定好了 如果将来喜欢别人 对方不能干涉的 所以赵总 不存在揣的老公这一说 我是自由的 赵玉成看到这条信息 愣了一下 老顾竟然还搞 这种开放式的婚姻 一旁的李田 适适开口道 赵总 其实我一直怀疑 您是不是加错人了 你要不要问一下顾总 赵玉成瞥了他眼 但还是发了条微信 给顾怀景确认 你竟然玩开放式婚姻 约定好了 可以随时踹了对方 顾怀景回 你怎么知道 赵玉成 你搞这么前卫 顾怀景 说说而已 事实上不存在 我这辈子不可能离婚 赵玉成想想也是 那天顾怀景从民政局回来 拿着两本结婚证 立马就锁进了保险柜里 他是完真的 可关键许青青丸塑料的 赵玉成 我劝你还是离婚吧 你老婆这只红杏 随时想着出墙 顾怀景明显不幸 管好你自己 赵玉成 你等着 我截图告诉你 这个世界女人的险恶 赵玉成打开X玫瑰的聊天框 虽然你说你是自由的 但是你老公可能已经对你认真了 你老公看起来很爱你 赵总您就别取笑我了 那都是演的 他爱不爱我 我还不知道吗 赵玉成无语了 你自己想出墙就出墙吧 还拿开放婚姻 男人不爱你当借口 呵呵 渣女 对付这种渣女 就该报以重锤 我今晚有个舞会 做我女伴 我这边综艺直播呢 后天才结束 一个综艺而已 我不会让你吃亏 对方只是稍微犹豫了一秒钟 便爽快答应了 好 我这里刚好有件晚礼服 赵总晚上见哦 晚上见 赵玉成忍着恶心钓鱼执法完毕 然后把他和X玫瑰的聊天记录 全部打包 发给了顾怀景 聊天记录文件 老顾 你先别急着生我的气 我对你那老婆是毫无想法 纯粹是为了拯救 你与渣女水火 等你看完 你会感谢我的 消息发过去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顾怀景一直没有回应 难道气疯了 正在节目组吵架闹离婚 所以没空回他消息 赵玉成想想 有点激动 他打开李田之前 给他发的直播链接 信冲冲进去看热闹 以为会看到顾怀景 露出风锐面目 与许青青反目成仇 针锋相对 并且已经约定好了 离婚时间的壮观场面 却没想到 一打开直播 看到顾怀景 被许青青抱在怀里 顾怀景抓着手机 许青青抓着顾怀景的手 屏幕上是当前正热的推塔游戏 对 就是这样 像这样释放技能 打野在这边 老公你真棒 你学得真快 但右下角显示的直播时间 就是当前的时间 顾怀景 你胡断 发给你的聊天记录 合着压根就没看是吧 光顾着跟渣女玩游戏 去了是吧 好好玩游戏 也就不说什么了 可你装什么新手 他没眼瞎的话 这游戏 就是他们鼎讯制作的吧 顾怀景有个号 全服最强吧 没眼看了 简直了 赵玉成一秒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 我发你的聊天记录 你先看一下 赵玉成从直播里 看到顾怀景 因为他这个电话 打断了他美好的甜蜜双排 脸上还有点不高兴 赵玉成觉得他没救了 看了 顾怀景到 看了 赵玉成震惊 看了你还 顾怀景 你家错人了 智障 这怎么可能呢 听到顾怀景说家错人了 一个晴天霹雳 顿时砸在赵玉成脑门上 他当时在SKP地下停车场 只给了许清清名片 而且已经确认过身份了 他说他名字里有X 等等 X 赵玉成再次去找李田 那个综艺里 还有其他女艺人名字里 韩X 李田想了想 有有有 余曼星的心就是 赵玉成 这辈子没这么尴尬过 李田刚刚也听到了直播里 顾怀景那句 你认错人了智障 我就知道 你有可能加错人了 老板娘不是那种人 反倒是余曼星化名在外 据说拍一部戏 做一次剧组夫妻 赵玉成咬牙切齿 你知道你不提醒我 李田 我已经提醒过好几次了 奈何赵总宁对老板娘的出印象太差 根本听不进去 赵玉成真想给他一笔兜 但又的确是他认错人了 就算这次是我认错了 但我仍旧对许青青表示怀疑 李田 你不要和老顾一样单纯 而此刻 单纯的顾怀景 正和许青青甜蜜双排 许青青一边教他一边夸 他觉得顾怀景 简直就是个游戏天才 手把手交 两把就会了 而且操作六的飞气 他没想到 随便找到老公 不但颜值高 身材好 脾气好 打游戏也这么好 捡到宝了 呜呜XX 你到底还有多少优点 是我不知道的 他打游戏的时候 夸人骂人都十分豪爽 顾怀景飘得几乎找不到呗 都是你教得好 许青青也飘得找不到呗 顾怀景 余生 请继续发掘我的优点 许青青一脸自豪 嗯啊 他们为啥打个游戏 都要虐狗 又有新的素材出现了 战武扎师傅 与新手大神徒弟 那个血 施工员老公要不够的大大呢 剧情丰富起来 只有我迷恋上了小姑的手吗 也太修长 太好看了 用着双手去搬抓 我真的哭晕过去 他们不出去约会吗 韩天成和苏聂威出去约会了 余曼星正在换完礼服 好像也要出去约会了 许青青打游戏的剑戏 看了一眼弹幕 对着镜头道 我们比较累 所以今天就不出门了 其他两队都有甜甜的活动哦 尤其是曼简 他和杜哥打算狠狠虐你们一把 许青青说完 感叹自己这个对照诅做的合格呀 余曼星 你要加油撒糖 舔死他们 保住我的五十万 许青青说完 直播间果然有一些观众 跑去余曼星那边了 但还有一些再打嘴炮 小姑 青妹 你们悠着点 今天节目组也没叫你们干啥体力活 累得不想出门 你们该反思一下 昨晚干了什么呀 姐妹 词用错了 那个什么怎么能用反思呢 应该用回味 现在回味真的没关系吗 干柴烈火了怎么办 许青青 我感觉我直播间很快就要被封了 他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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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青青懒得理这些巫妖王 他想起刚刚顾怀锦那个电话 对了 老公 刚刚谁打电话来 上节目 大家都叫老公 他现在已经叫得得心硬嘴了 他很少听顾怀锦骂人 谁气到我们小公局了 一个朋友 都发展到跟人约好见面的地步 才发现 微信加错人了 顾怀锦道 许青青 啊 那是好蠢啊 正在暗戳戳看直播的某照蠢人 谈恋爱 还是要当面聊吗 微信上看不到情绪 有点虚无缥缈的 许青青道 顾怀锦侧头看他 嗯 当面谈比较好 许青青再次被他的视线捕获 感觉到 又要被他眼底那只男妖精吸走魂魄了 他赶紧收回视线 妈了 顾怀锦这双天生回拉斯的眼睛 是真的能要人命 不过 说起微信 许青青突然想起 之前偶遇赵玉成 赵玉成塞了张名片给他 正好一局游戏结束 顾怀锦去处理工作 许青青看着他挺直的脊背 工作时认真俊逸的侧脸 突然很感慨 问他 老公 你好像很喜欢你的工作 顾怀锦认真想了想 我做这行十年了 谈不上特别喜欢 但也离不开了 许青青点点头 我明白了 他让顾怀锦好好工作 然后从包里翻出赵玉成给他的那张名片 犹豫了片刻 又看了看顾怀锦 许青青还是果断添加了赵玉成的微信 赵玉成这会儿刚关掉无聊的直播 他不想亲眼看着顾怀锦 跳许青青这火坑 结果刚关掉 手机就收到了许青青的好友添加消息 这次他百分百确定是许青青 因为添加备注上写着呢 赵总您好 我是在SKP差点被你撞了的许青青 经过认错人乌龙后 赵玉成现在家人格外谨慎了 他反复确认了两遍 确认自己眼睛没花 他喜出望外 欣喜若狂 喜大普奔 我就说 我就说 赵玉成一把撞进了正在加班的李田的办公室 嘴里嚷嚷着 李田快来看 许青青真的上钩了 李田一看 还真是 赵总 老板娘可能家你有正经事 不是你想的那样 赵玉成翻了个白眼 你好歹 也风里来雨里去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的 能不能不要这么单纯 他说完挽起袖子 通过了许青青的好友申请 是要给李田好好上一课 很快 许青青发来了第一条微信 赵总您好 希望没有打扰到您 赵玉成 还好 许青青 您是鼎讯的大老板 鼎讯的人是不是都归您管啊 赵玉成看到这话 心里呵呵冷笑 许青青这套路 他太熟悉了 很多女人都对他用过 他们知道 男人最喜欢女人崇拜自己 所以一开始就抬高男人假装崇拜 用以拉近双方的关系 赵玉成也顺着他 是的 都归我管 许青青那边不停显示正在输入 赵玉成拿给李田看 李田 我敢预言 他下一句一定是 哇赵总好厉害 我好崇拜您哦 他刚说完 许青青的新消息就跳出来了 那赵总能不能跟人事部那边打个招呼 不要辞退我老公顾怀姐 我就知道他会说 赵玉成指着许青青发过来的消息 愣住了 跟人事部打个招呼 不要辞退他老公顾怀姐 他特意加他 就是来说这 李田看到 却一连我磕对了的兴奋 看到了吧 赵总 老板娘对顾总真的好好 是真爱啊 他一定是怕之前换房间的事 得罪了韩天成 影响顾总的工作 所以才抹开面子来请求您的 他真的 我哭死 赵玉成 幼稚 你这低下的太早了 看我不推翻你 赵玉成说完给许青青发了一条十分暧昧的消息 我一般不管人事部的工作 不过如果你足够有诚意的话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许青青 赵总想要什么诚意 赵玉成又发了条更暧昧的消息 你会不知道 我想要什么诚意 许青青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脑海里开始回放 今天遇到赵玉成的画面 他那双极具特色的桃花眼 从他下车开始便对着他 不停地释放魅力 一开始他还没觉得什么 后来他突然抓着他 胳膊问他有没有事 毫无男女之防 他当时就觉得赵玉成有点油 要不是怕顾怀景的工作会被寒天成搞掉 他是绝对不会联系赵玉成的 现在赵玉成突然向他讨要诚意 许青青立马反应过来 赵玉成所指的诚意是什么 语 正认真看报表 但又时刻注意许青青动向的顾怀景 当即扔下电脑过来 怎么了 肠胃不舒服 许青青退出与赵玉成的聊天记录 摇了摇头 道 没有 是被一个人恶心到了 有些人啊 表面上看着光鲜亮丽的 其实脑子里装的都是屎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赵玉成发完你会不知道 我想要什么诚意 这句暧昧性十足的话过去后 许青青竟然没回了 他一会儿拿着手机去窗边 一会儿拿着去门口 一会儿站在沙发上 李天 你办公室是不是信号不好 怎么还没收到消息啊 根据他的预测 都聊到这么深入的话题了 许青青应该会很快回复他的消息 给他想要的诚意 李天这才把脑袋 从直播屏幕上抬起来 赵总 别等了 老板娘骂你 脑子里装屎 李天拼命憋笑 但报笑还是从齿缝里露出来了一点 赵玉成从沙发上跳下来 要找他拼命 李天 我看你是不想干了 老顾气人 许妖女气人 连你也气人 赵玉成气得只有静气 没有出气了 偏偏这个时候 还收到了于曼星的消息 赵总 我准备好了 您什么时候来接我了 赵玉成掐着人钟 把于曼星拉黑了 与此同时 浪漫小屋 于曼星早就穿好了晚礼服 化好了精致的妆容 正在小屋门口焦急等待 因为赵玉成说 他的晚宴在八点 这会儿都七点多了 怎么这都该来接他了 但迟迟等不到来接的豪车 于曼星只好发消息过去催 于曼星的跟拍 VJ这会儿正在楼上休息 郑PD跟他说 于曼星和杜飞扬这对晚上请假了 所以他今晚没有拍摄任务 但突然看见 于曼星穿得这么鲜亮美丽 一副要出去赴约的样子 跟拍VJ心想 难道于曼星不请假 正准备去跟杜飞扬约会 他当即拿起他的摄像机 跑下楼 打开专属直播间 对着于曼星直播 咦 漫漫今晚不是请假吗 难道又放不下杜哥 决定要约会了 曼姐今天好杀好绝 不愧是人间红玫瑰 于曼星这会儿 还不知道跟拍VJ 悄悄在他身后直播 他发消息 催赵玉成没得到回应 再次发消息过去 发现赵玉成竟然把他拉黑了 于曼星顿时如坠冰窖 赵玉成竟然玩弄他 他这么多年月草无数 这还是第二次遭遇滑铁炉 第一次是顾怀景 于曼星气得胸闷气短 他插着腰骂了一句 我操你骂 骂完一转头 发现直播摄像头对着他 VJ 空气有片刻的死记 草别人骂的人间红玫瑰 笑死了 于曼星的粉丝 还天天营销他骨子里有涵养 在真人秀的直播镜头下 是人是鬼无所遁形 没必要因为一句脏话 否定一个人好吧 他这明显是精心打扮了好几个小时 被放鸽子了 认谁谁受得了 于曼星作为一线大咖 他带着直播骂脏话的词条 立马上了热搜 许青青这会儿正在网上冲浪 突然刷到了于曼星的热搜 金竹有娜 过了一会儿 许青青又在热搜上 刷到了杜飞扬的热搜 杜飞扬 夜店撕毁嫩膜 许青青下的当场 从沙发上蹦起来 这俩金竹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了 要秀恩爱吗 别到时候上综艺的目的没达到 反而怪在 他这个对照组头上 许青青越想越担忧 就在这时 门被人敲响了 门外传来于曼星的声音 许青青 你出来 许青青打开门 看到一脸绝望焦虑的于曼星 身后跟着已经把摄像机关了的VJ VJ很抱歉地挠了挠头 我好像闯祸了 正是由于他临时打开了于曼星的直播 让观众猜想 于曼星被杜飞扬放了鸽子 更证实了杜飞扬夜店撕灰嫩磨的事实 怎么办 许青青 你乖陪陪我 于曼星少有的无助 他以为今晚要和赵玉成参加晚宴 所以给助理放了假 打经纪人电话也没人接 他身边现在一个人也没有 许青青觉得 拿人钱财帮人消灾是应该的 所以 他拉着顾怀景 去于曼星房间 跟他一起想办法 于曼星对许青青全盘托出 毕竟许青青早就知道 他和杜飞扬的塑料关系 今晚两个男人都坑老娘 我没想到杜飞扬那蠢货 撕灰嫩磨会被抓住 更没想到 我会被赵玉成放鸽子 听到赵玉成 顾怀景的眼皮掀了起来 许青青安慰于金主 赵玉成那种渣男 你就不能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他一边放你鸽子 还一边在撩我 顾怀景的眼皮彻底撑开 视线凌厉起来 什么时候的事 顾怀景竟不知道 赵玉成聊了他老婆 许青青把赵玉成 找他所要诚意的经过 简单说了一遍 顾怀景拳头都捏了起来 他是找死 许青青见他浑身低气压 愣了一下 没想到顾怀景还挺在乎他 不过他这个耿直的个性 许青青还真怕他去一卵击石 于是连忙对他道 没事了 我已经把他拉黑了 顾怀景情绪稍稍有所松动 你做得对 于曼星在一旁看着他们 特别无语 你们到底有完没完 到底是过来给我想办法的 还是来我面前秀恩爱的 许青青 曼姐你先别急 其实我刚刚看热搜 就已经有了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其实杜哥那些照片 在夜店的彩虹灯下 并不太清晰 狗仔认定是杜哥 你也可以认定是其他人 混淆视听即可 你和杜哥仍然可以营销恩爱 于曼星不以为然 说得那么容易 那些照片虽然都不算很清晰 但气质和发型都很清楚 我还能卷扯出一个 跟杜飞扬相似的人来 许青青 你不觉得赵玉成的发型 和杜哥有点像 于曼星 仔细一想 还真是 而且身高也差不多 虽然气质上杜飞扬稍微痞一些 但夜店昏暗 也能混淆视听 再加上他放了曼姐你的鸽子 这个锅他背得也不亏 许青青道 谁让渣男天天养鱼呢 总有一天是要翻车的 于曼星正愁要如何吞下 被赵玉成欺骗这个哑巴亏呢 许青青这个主意 甚得他心 但他也有顾虑 鼎讯讯那么大个公司 应该也有公关部的 应该会很快被赵玉成公关掉 这个时间 鼎讯的公关部都下班了 就算还有加班的 他也一句话让其下班 谁让赵玉成想不开聊他老婆呢 与此同时 刚从晚宴早退 回到家的赵玉成猛地打了一个喷嚏 打完喷嚏他收到助理 给他发的一条消息 赵总 您现在在哪 赵玉成 我在家呀 助理 您真的在家 赵玉成 助理 您上热搜了 赵玉成很少玩微博 但还是有账号的 前几天用微博 还是搜索许青青的相当黑料 最后发现许青青太糊了 压根没人抱他黑料 没想到 他也会上娱乐版热搜的一天 夜店私会嫩魔的 是赵玉成 赵玉成看到这个词条的时候 一张黑人问号脸 人在家中坐 郭从天上来 他一脸猛逼点进这个词条 发现私会嫩魔的 一开始是杜飞扬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人爆料 不是杜飞扬 而是他 赵玉成这辈子 只干出一次疯狂的事 其他时间都洁身自好 嫩魔什么的 他根本毫无兴趣 哪门子私会 赵玉成气得把领带扯开 当即给鼎讯的 公关部老大打电话 热搜看到了吧 把我的压下去 他吩咐道 但公关部老大却道 不好意思啊赵总 我们公关部这会儿都下班了 要不明天行不行 赵玉成怒 等你们明天 我都要被互联网喷成筛子了 我的名声也彻底坏了 公关部老大不敢惹他 只好道 我也没办法啊 顾总一分钟前刚打电话 叫我们全部下班 赵总您不要为难我啊 赵玉成愣了一下 老姑你搞什么鬼 他转而打顾怀锦的电话 顾怀锦喝了一声 赵玉成顿时有不好的预感 顾怀锦 我还没质问你 你倒先来质问我 你说说 你想从我老婆这里 要什么诚意 赵玉成 我那是试探她 我都是为了你 顾怀锦 改天我去试探一下你妈 赵玉成脑门秃秃的 顿时就服软了 别别 你知道我妈最喜欢你 等下她真跟我爸离婚了 顾怀锦 哼 赵玉成 这是我承认我做的不对 我跟你道歉 但你冻住公关部 是什么意思 我这名誉受损严重呢 也没多严重 顾怀锦却十分坦然 反正你单身 并且有一辈子单身的计划 单身男子夜里 会几个女郎也没什么 顾怀锦说完 便挂掉了电话 正好没听到赵玉成骂他的话 顾怀锦 你这个重色亲友的浑蛋 浪漫小屋 正PD公布今晚 三组嘉宾甜蜜约会 PK赛的结果 这轮我们三位评委 根据晚上丈夫和妻子的互动 从语言 眼神 动作三个维度 进行打分 恭喜一顾青城组 再次获得第一名 雪青倾听到自己 和顾怀锦的CP名 人都骂了 正PD 他问道 是不是搞错了 我俩今晚根本都没约会 没有错 正PD一脸正色 我刚也说了 是从语言 眼神和动作三个维度打分 于老师和杜老师组 今晚深陷热搜绯闻 没有同框 韩总和苏老师虽然约会了 肢体接触也挺多 但回来的时候 下大雨末季度 稍微有所欠缺 相对起来 三位评委都觉得 一股倾城的爱意流露自然 令人感动 原来 今晚韩天成和苏念威出去约会 遭遇大雨 两人当时正在河边浪漫骑单车 突然一个雷劈了下来 韩天成一个机灵 猛踩单车 一不小心把苏念威震下了车 苏念威滚啊滚 滚进小河里 据说刚刚才打捞出来 许青青 匹配了这两对战武渣 真的绝了 躺着都能赢 虽然于曼星因为他今晚帮忙出主意 解决了他和杜飞扬的绯闻危机 对他再次拿第一 没说什么 但许青青 还是拿得十分别扭 当晚 顾怀景问他 为什么不高兴 他就把签了对照组协议这件事 跟顾怀景说了 顾怀景沉默了许久 那种协议大可不必签 我们家没穷到 需要违心对照别人的地步 顾怀景这句话刚说完 他的手机就盯得响了一下 许青青刚好坐在旁边 一眼便看到了 他亮着的手机屏幕上 来了一条银行转账信息 尾号2580工商银行 5月23日 完成工资转入5000元 许青青 许青青一直知道顾怀景工资低 毕竟他微信余额只有18.88 出门消费靠刷信用卡 但没想到这么低 到手只有5000块 许青青盯着手机屏幕上那5000块 心想 难怪顾怀景初吻还在 难怪他能求婚成功 现在女孩子一个比一个现实 他交不到女朋友也正常 顾怀景也看到了 自己手机上的银行入账短信 他 其实我有年终分红 年终分红才是大头 他们这个级别 工资都是随便弄一个数 有些企业的老板 直接就是一块钱 顾怀景这个还算正常 有5000 但就是太正常了 导致许青青对他5000月薪 深信不疑了 嗯嗯 我知道 许青青知道他要面子 你肯定不止月薪5000的 顾怀景 你知道 许青青 加上年终奖和加班奖金项目奖金 至少也有七八千吧 顾怀景 许青青拍了拍他的肩 其实没关系的 我也不是因为钱才跟你结婚 但我们既然组成了家庭 就要为这个家庭努力一把 余曼星那个50万的活 接了我们就好好干 其他的也很难赚这么多钱 言外之意 你工资5000 就不要说对赵祖的活 没必要接这种话了 顾怀景无言以对 几分钟后 李田接到了顾怀景的电话 什么 顾总您要涨工资 李田听玩笑的不行 那个都是九牛一毛 5000和五万对您来说 就是一根毛和十根毛的区别 您在乎这几根毛做什么呢 说完他想起来 是不是老板娘嫌你5000工资少了 顾怀景 他倒没有 他跟我在一起 不是为了钱 我们之间的感情很纯粹 李田 知道了 大可不必这样炫耀 一万够吗 李田道 我明天去跟财务部说 还是十万 顾怀景想了想 一万吧 工资一下子加的太多的话 老婆会以为他不干正经工作吧 好嘞 李田点头 顾总还有别的吩咐吗 嗯 给他买的包后天 送到昊越花园 那天我们结束录制 他回家看到 应该会喜欢 李田 肯定会的 我在直播里都看到了 老板娘超级喜欢那只喜马拉雅 抓在手里抓了半小时 好了 再见 顾怀景直接挂了电话 他还要回去和老婆睡觉 既然是夫妻综艺 节目组自然只给他们准备了一张床 顾怀景打完电话回来的时候 许清清正一脸紧张的 在微信上跟夏阳求救 玩球了玩球了 救救我 昨天没跟他睡一张床 我都惦记他的身体梦游找过去 今天睡一张床还得了 我怕我犯错误 夏阳隔空给他翻了个白眼 许大尼姑 你要守着你那张膜 到什么时候 干脆今晚给出去 这不叫犯错误 这叫合理的夫妻需求 许清清 别这样 他会被我吓跑的 今天夺了他的初吻 都跟我变流半天 夏阳 你还是不了解男人 直播我也看了 我敢打包票 只要你赶上 顾怀景绝对不会拒绝你 许清清 真的 夏阳 试试不就知道了 许清清看着这句话 咬了咬牙 试试就试试 希望不会试试 他活到25岁 一直没遇到心动的男人 但如今的顾怀景 他倒是有点感觉 再加上有点消想他的小夫妻 不知道夏阳说话靠不靠谱 如果靠谱的话 那他以后的日子 岂不是很有肤浅 他脑子里顿时出现了 一百个刚洗完 早没穿衣服的顾怀景 老婆 清清 许清清 许清清猛的回神 才发现顾怀景在喊他 他连忙把和夏阳的 密谋聊天记录 页面关掉 免得吓到顾怀景 怎么了 顾怀景盯着他道 你有心事 许清清心想 我的心事就是犯错误 呸 他摇头 没 没有啊 顾怀景以为他 还在为这个贫穷的家儿忧愁 道 我刚刚通了电话 要涨工资了 许清清其实对他的工资 真的不在意 五千虽然少了点 但即使是三千他也能接受 长得这么好看 身材这么好的小工具 能屈尊出去赚钱 就已经很不错了 但见顾怀景一脸期待 许清清立马提供情绪价值 哇 真的吗 你真棒 跟你结婚我真是捡到宝了 顾怀景 虽然被夸很高兴我 但怎么感觉有点违心 这时节目组通知他们 睡前需要再直播一小时 网友们对他们的睡前活动 比较感兴趣 许清清本来兴冲冲 要试试对顾怀景犯错误 听到这话 只能不情不愿地打开直播 在开直播之前 许清清对顾怀景道 等会儿 我们就离得远一点 这几天 我们的CP粉有点邪门 必须让他们冷静一下 顾怀景虽然不太喜欢这样 但既然许清清说的 他点头 嗯 许清清这才打开了直播 直播间一瞬间涌进来八千人 妈爷节目组真的听劝 我们说 要看一顾清城睡前 他们就真的开了 我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打扰了他们的春宵 你们看小姑的表情 有点凝重 小姑 别把我们当外人啊 该干什么你们干 我们保证不支声 许清清见弹幕越来越邪门了 他们不能继续 再待在同一个空间了 于是许清清道 我先去洗澡 一个一个洗吗 我以为他们要一起洗的 一起洗怕是 一个小时出不来 那直播开了个寂寞 没事 我们能联想 顾怀景见许清清清进了卫生间 她又开始在笔记本上办公 小姑不是搬砖的吗 还要做报表 施工员也要做材料 进货单啥的吧 我就以前做过 你们放大看 我感觉数额都好大 小姑最近 是不是在做什么大项目 万丈高楼 由她一砖一砖雷起 你说项目大不大 啊 就在这时 卫生间传来了一声尖叫 顾怀景几乎是瞬间弹起 冲向卫生间 听到许清清尖叫 看到顾怀景跑进卫生间 网友们的反应 刚刚顾怀景速度也太快了 都跑出残影了 担心老婆吧 小姑是个好男人 清清出什么事了 五分钟后 许清清和顾怀景 还没从卫生间出来 网友们的反应 卫生间发生了什么 他们怎么这么久没出来 你们再不出来 我连你们的姿势都要想好了 实话实说 我姿势都想好几个了 这么久没出来 除了在里面一起洗 我想不到第二种情况 大家都散了吧 按照小姑的身体素质 一个小时内 他们不会出来了 与此同时 许清清正坐在马桶盖上 顾怀景用棉签 给他清理小腿上的淤青 他动作轻柔 认真专注 耳间带点微红 许清清清国锦大欲精 心情乱七八糟 刚刚他为了避免 网友朝着邪门的方向 愈演愈烈 所以跑进来洗澡 结果他忘记了 这是恐怖主题房 刚脱掉衣服 迎面来一个 闪着血红眼睛的黑影 吓了他一跳 他下意识躲闪时 脚下一滑 为了维持住平衡 撞上了一旁的洗漱台脚脚 立马撞出一道口子 恐惧再加上疼痛 他下意识尖叫了一声 没想到顾怀景会直播破门而入 他没穿衣服 身上一丁点布料都没有 顾怀景和他打了个照面 双双愣住 这一刻 许清清想起了下阳的话 顾怀景不会拒绝他 他觉得自己身材还可以 都看光了 顾怀景是不是 这个想法 根本无法继续下去 因为下一秒 顾怀景扔了一张大浴巾过来 把他劈头盖脸 全都盖住了 然后没再看他一眼 只专心看他的伤口 许清清乖乖坐车 脸色一会儿红 一会儿飞 十分复杂 被看光 已经很射死了 顾怀景这恨不得 把他包成木乃伊的动作 简直就是射死中的战斗机 他身材不好吗 他皮肤不够白吗 顾怀景 你的名字叫吴晴 这会儿 顾吴晴已经帮他 把小腿上的伤口消毒好了 并贴上了窗口贴 伤口最好别碰水 洗澡小心点 顾怀景道 你等等 许清清见他 对方才看光他的行为 只字不提 有点生气 我嘴巴也磕破了 顾怀景看了他一眼 又取了根心棉签过来 许清清直直地盯着顾怀景 学着电视剧里的方式 用湿漉漉的方式看他 希望他能找回点 作为男人的良知 对他稍微存那么一丁点 非分之想 不然 太太失败了 结果顾怀景 直接盖住他的眼睛 你盖住我眼睛干嘛 绝了呀 顾怀景 妨碍我消毒 触碰着他烟红饱满的唇 顾怀景猴头滚动着 帮许清清处理完伤口 顾怀景立刻夺门而出 许清清看着他 恨不得立马逃到 西伯利亚去的背影 要是泪线再发达一点 他可能已经泪流成河了 直播间的网友们 终于等到卫生间有人出来了 哎呦我去 小姑的耳朵红成那样 里面绝对有情况 不是 距离小姑冲进去 才过了十分钟 小姑你怎么 这么短 不要乱说 十分钟的时候 什么都不够小姑干 重头戏应该要等到下播后 你们看他已经在叠被子做准备了 小姑好像有点激动过头了 那块被子 他已经翻了三次了 四次 十一次 小姑刻板了 等到顾怀景要把被子翻烂时 许清清这才打开卫生间的门 顾怀景长腿一迈 大不过去 直接把许清清打横抱起 小心翼翼放在床上 小姑你干嘛 就这么迫不及待吗 这个公主抱好丝滑 肯定已经抱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许清清洗完澡 有老公公主抱她 而我洗完澡 我老公只会叫我给她洗抽袜子 只有我注意到了吗 许清清的嘴唇破了 哎呀 我也注意到了 肯定是刚刚在卫生间小姑咬的 顾怀景见直播时间到了一小时 许清清又受了伤 她直接把直播关闭了 突然关闭了直播间 找不到地方发泄兴奋的网友 立马杀到了一顾倾城超话 大手子们开始写各种关掉直播后 许清清和顾怀景可能发生的小作文 有尺度大的 也有纯爱的 许清清成为娱乐圈第一个 靠同人文出圈的女艺人 但只有许清清自己知道 关掉直播后 顾怀景对她压根不是那么回事 抱她也只是因为她腿磕伤了 把她抱到床上后 顾怀景就进去洗澡了 并且洗了半个小时都没出来 夏阳发微信给许清清 恭喜你 亲爱的 你上了娱乐版的热搜了 现在怎么样 幸福吗 夏阳 如果现在很忙的话 可以不用回我 我都理解 许清清看着这两条微信 翻了个白眼 她已经洗了半个小时了 男人洗澡不是都很快的吗 她是不是在故意夺我 四十分钟了 她还没出来 我严重 怀疑她想等我睡着了再出来 夏阳 你先别着急 她可能也比较紧张 男人第一次这样也正常 许清清 我信你个鬼 但等顾怀景 顶着湿漉漉的碎发 和流着水滴的上半身出来 许清清咽了一口口水 又决定再信夏阳一次 你还没睡 顾怀景在擦头发 许清清盯着她身上 那流畅硬朗的线条 差点拍着旁边的床铺说 快点躺过来了 她清了清嗓子 可 马上就睡 不知道为什么 她觉得此刻的顾怀景 荷尔蒙迸发 说不出的性感 她把半张脸埋进被子里 偷偷脸红 顾怀景磨蹭了半天 才关灯过来睡觉 许清清感觉到身边床铺一沉 顾怀景躺了进来 她假装睡着了翻身 一不小心翻到了顾怀景的怀里 哎呀我去 这触感真他妈好 黑暗中 顾怀景感觉那股熟悉的热气 再次往下窜 某处再次苏醒 她靠得实在太紧了 这样不行 顾怀景轻轻地往后挪了一点 这才稍稍松一口气 夜深人静 黑灯瞎火 春宵一刻值千金之时 许清清感觉到顾怀景悄悄地挪远了一些 估摸着都贴着床颜 快要滚下去的地步了 这男人是一点都不想跟她挨着 就连她睡着了 都不想有任何肢体接触 夏阳还说她不会拒绝 许清清感觉到 一股前所未有的尴尬 正在疯狂冲击她 人生第一次投怀送抱 遭遇重大滑铁炉 对她的打击不可谓不强烈 不可谓不生气 许清清又装作睡着翻身 默默把自己的身体翻回去 与顾怀景之间的距离 比护城河的距离还要宽 她决定从此封心所爱 清心寡欲 早点睡觉 有几块腹肌了不起了 这般高领之花 她不稀罕了 打定主意后 许清清一会儿就睡着了 她不知道的是 听到均匀的呼吸 从耳侧传过来 顾怀景迎着月光盯了她半上 纵使没什么经验 但她也知道 这股一直往上窜的热气 是怎么回事 她起身去了卫生间 半小时后 她再次湿漉漉地从卫生间出来 见许清清睡得香甜 顾怀景细致地把身体的水擦干净 这才小心躺了回去 做完这一切后 她松了一口气 没再敢看她 合上眸子 强迫自己入睡 然而下一秒 一只手突然伸过来 顾怀景惊恐转头 便看到许清清一脸满足的挥舞着手 上上下下 嘴巴还在一语 梦里果然什么都有 嘿嘿嘿 顾怀景 见她睡得熟 顾怀景叹了口气 终是没在后车 四日一早 节目组打了个出其不意 他们首先去了 韩天成和苏念威的房间 烹猛地打开了 韩天成和苏念威的房门 韩天成有裸睡的习惯 节目组猛地闯进来 吓得他 差点抖着肥嘟嘟的啤酒肚走光 现场一度十分混乱 穿裤子的穿裤子 挡镜头的挡镜头 无眼睛的无眼睛 大早上的节目组 玩这么大吗 救命 我的眼睛 他被落瞎了 拜托 韩天成这种身材裸睡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还让不让苏念威活了 心疼苏念威 每天肥肉眼前飞 节目组真的搞突袭 不跟嘉宾打招呼啊 这尺度也太大了 那我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一顾倾城 听说他们昨晚 那我也期待 一下我们心飞扬 由于韩天成的身材 实在辣眼睛 倒也引爆了一波流量 网友们都觉得 节目组真实 后面那两队 一把子期待住了 节目组第二个去突袭的 是杜飞扬和于曼星的房间 照例 猛地打开房门 摄像机上前 360度无死角对拍 哇 他们是抱着睡的 十多年夫妻了 能这样抱着睡觉 真的是很恩爱了 我和我老公 现在睡觉 都一副墨挨老子的场面 呜呜神仙爱情 那些黑心飞扬的黑子 站出来 好好看看 杜飞扬和于曼星 这里相对和谐 有些还在提 昨晚杜飞扬私会嫩魔的事 党都被粉丝们 以私会嫩魔的 不是杜哥 是赵玉成 以及他们这么恩爱的 起床方式 难道还堵不上 你的嘴给回击了 郑批地拍完这边 就叫大家转战 顾怀景和许青青那边呢 等他们一走 杜飞扬和于曼星 便松开了对方 于曼星 甚至还嫌弃地 问了问自己身上 你身上怎么还有一股 劣质香水味 下次找嫩魔 能不能找点品质糕点的 昨晚是节目组的 VJ工作失误 临时开了他穿好 礼服骂脏话的直播 推动了舆论风波 所以 节目组为了赔礼道歉 提前告诉了他们 今天早上的突袭 不然 于曼星才不会和杜飞扬 抱在一起 杜飞扬什么都好 性格不错事少 是个很好的搭伙 过日子的搭子 就是玩女人的眼光不行 于曼星有洁癖 要不是为了节目效果 别说抱着睡了 他根本不会 跟杜飞扬睡一张床 杜飞扬性格确实好 直到自己 昨晚犯了错落了行踪 一直咪咪小 行吧 下次要还是这种情况 我前一晚就洗两次澡 于曼星也没再说什么 吐槽秀个恩爱 比他拍一部电影还累 不过结果是好的 他们新飞扬CP的热度排名 正在不断攀升 稳居地 二 于曼星难以置信地 看着一股清晨热度 跟火箭一样往上窜 许清清到底在干什么 于曼星气地 把旁边的烟灰缸砸了 一分钟前 郑PD带着节目组 打开顾怀景 和许清清的房间门 顾怀景和许清清被吓醒 同时坐起来 被子从顾怀景胸口 一直往下滑 直到滑下腹部才停下来 顾怀景衣衫半退 该遮的地方 一点没遮住 许清清睡眼朦胧 一只手扯着顾怀景的睡衣 顾怀景的衣服是被他扒掉的 他半睡半醒间 甚至还当着全国人民的面 摸了摸 这熟练的手势 显然昨晚 已经这么摸过千遍万遍了 顾怀景有点无奈 见节目组的人都在 凑许清清耳边 喊了声 老婆 醒醒 听到他的声音 许清清这才把梦境和现实分离 但现实和梦境 似乎并没有立即分离 他惊恐地盯着自己的手 和顾怀景腹肌接触的部位 整个人都梦了 顾怀景轻笑了一声 道 他们都来了 许清清这才看清楚 房间里黑压压的人 他烫手山芋般地 把自己的手缩回来 不不不 你们听我解释 我们平常不这样的 笑死了 这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们又不是瞎 原来他们私底下顾怀景 才是下面那个 许清清好主动啊 顾怀景也一脸享受吧 你看他都不想把许清清的手拿开 许清清的嘴唇 真的破了 这得清多少次 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呀 有没有人给我科普一下 这个没有时间定论的 有的时候太兴奋太用力了 一两分钟就破了 清测 太兴奋 太用力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一顾清成 也正是虎狼的年龄啊 没毛病 不管许清清怎么解释 网友们的走向 都越来越邪门 一顾清成的CP热度 瞬间超过 并远超过新飞扬CP 许清清很忧伤 他的对照组工作又没做好 再这样下去 他和顾怀景 都要成为亲爱的你的恩爱门面了 他都不明白 事情怎么会发展成这样 虽然也有好处 比如 他的名气直线攀升 成为新一代综艺卡 比如 已经有两个电视剧本 对他抛来橄榄枝 分别邀请他参演女三号 和女四号 要知道 他在这行摸爬滚打了三年 压根拍不上电视剧 最多只能在短剧里露露脸 又比如 有两个情感访谈邀请了他 又又比如 还有一个卫生巾广告 要找他拍 但好处归好处 许清清还是很有职业素养的 既然接了于曼星的活 就不能让他的钱白花 节目组搞完突袭后 就退出去了 给他们点空间洗漱 许清清和顾怀景排排坐 他看了一眼顾怀景 我昨晚 他都没想到 自己能干出这么劲爆的事情来 明明昨天睡前 已经做好了风心所爱 清心寡欲的准备的 许清清希望顾怀景能告诉他 他昨晚什么都没干 这样 他心里能稍微轻松点 然而顾怀景道 你昨晚说 梦里什么都有 摸着我笑到了半夜 许清清 有没有地方 老天爷 快给他一个地方 你怎么不躲开呢 许清清问 明明昨晚他清醒的时候 头怀送抱失败了 难道后来顾怀景又接受了 早知道晚几秒睡了 我没办法 你威胁我说 不给摸就离婚 顾怀景眼神真挚 毫无说谎的痕迹 许清清望天 一个地方根本不够 他需要长埋地下 才能缓解当下 这该死的尴尬 许清清赶紧转移话题 于曼星刚刚又给我发微信了 应该是在警告 我要陪他违约金了 我们接下来 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顾怀景看了他一眼 他无所谓 反正也不缺那点违约金 但见他这么紧张 顾怀景还是点点头 嗯 许清清 今天上午要去选爱新 助农的产品 下午直播卖货 我们到时候 选个没什么人会买的产品 下午直接开始直播睡觉 我就不信 这样还能拿第一 顾怀景没意见 好 两人说好后 同时起身 许清清想去洗漱 顾怀景要去喝水 两人巴机撞在一起 许清清一张脸 直接从他的大胸肌上弹开 他一张脸又红了 想起早上起床那一幕 顿时话都说不利索了 金 今晚锁门睡觉 这样他们就不会闯进来 你睡沙发 他怕自己又梦里乱摸人 顾怀景听完眉头微皱 显然不太乐意 许清清 你不想睡沙发的话 我睡也行 也不是不行 顾怀景道 但你确定这有用 顾怀景说这话的时候 微微挑眉 嘴角带着一丝无奈的轻笑 俨然是在提醒他 在家里的时候 睡两个房间都没用 在这里睡沙发有用 许清清 妈了 这首怕是得剁了 九点整 亲爱的你 节目组吃完早餐后 就开启今天的爱心助农主题了 郑PD先是给三队嘉宾 介绍了贫困山区的农业现状 然后让他们挑选助农产品 挑选好后 我们会开启带货直播 哪对夫妻卖出的货最多 将获得一颗爱心 助农产生的收入 全部捐给贫困山区 这个环节好有意义 大家有钱的 就多下几单吧 有些贫困山区 是真的不容易 很多孩子 甚至都上不起学 格局一下子就打开了 快开始吧 我的零花钱 已经准备好了 曼思们 到了和曼曼一起 做公益的时间了 大家吃冷起来 活动发起后 网友们反响很热烈 节目组和嘉宾们 都爆刷了一波好感 接下来就开始 挑选助农产品了 于曼星是想要拿第一的 所以他挑选的助农产品 是家家户户 都喜欢吃的苹果 苏聂威挑了半天 最后选择了红枣 他觉得相对好卖 也有不少女性受众 轮到许青青挑选 他一眼便看中了松花蛋 这个好 臭臭的 很多人不喜欢 而且于曼星的苹果 和苏聂威的红枣 是拿到就能吃的 他这个还要加工 十分麻烦 销量应该不会很高 正是他要的 于曼星见许青 轻提了一摟松花蛋过来 下意识捏鼻子 仙女是不吃这些 臭烘烘的东西的 曼姐 说送你拿第一 我就一定做到 我今天销量 许青青知道 于曼星还对他 抢了三次第一 耿耿于怀 特意上前解释 于曼星喝了一声 你每次都这样 但每次都翻盘 你就是个骗子 许青青 今天这个不一样 这个更拼粉丝实力 你粉丝群体庞大 怎么样也不会输给我 于曼星想想也是 心里倒也轻松下来 他微博粉丝5000万 是许青青的100多倍 拼粉丝购买力 他是不可能输给许青青 你最好 不要给我耍花招 于曼星说完 捏着鼻子走了 很快 祝农产品到位 三个带货直播间 也准备好了 节目组给三队嘉宾 同时打开直播 一开始形势明朗 于曼星和杜飞扬的 苹果十分畅销 几乎点进直播间的人手一箱 苏念威和寒天成的红枣 也有很多人买 许青青和顾怀景的松花蛋 销量最差 再加上其他两个 直播间带货都非常卖力 许青青和顾怀景 有气无力 一副快要睡着的样子 所以销量差距越来越大 许青青见自己舒稳了 心情十分放松 一放松 就想睡觉 他对着直播镜头道 大家自助下单哈 我有点困了 先睡一会儿 顾怀景本就不会带货 见他睡了 干脆拿着本书 坐在直播前看 顶讯集团 李田盯着直播间看了一会儿 他想了想 给行政打电话 上次 你是不是提交了一份 给员工的助农福利申请 顶讯员工待遇很好 所以行政想在助农的基础上 给员工发福利 李田之前看过这个申请 印象很好 对 这个申请还在审批中 行政道 李田 不用审了 通过 助农产品从直播间买 我现在就把直播间链接发给你 许青青这一觉睡得很好 醒来神清气爽 顾怀景 仍旧在直播镜头前看书 岁月静好 俊逸飘然 许青青心情很好地伸了身懒腰 问他 销售额多少了 许青青对自己挑的松花蛋 有自知之明 瘦重小 加上他粉丝基础薄弱 虽然也有不少兴奋 但大部分都是看他热闹的 能为他花钱的应该很少 再加上他和顾怀景 摆烂到如此地步 一个睡觉一个看书 全程没在认真直播 他都听到了隔壁房间 传来寒天城激情澎湃的声音了 听我的 人手一旦带回去 买到就是赚到 相比起来 他们这边过于安静了 许青青都做好了销量各位数的准备了 顾怀景看了一眼直播后台 到 三千万 许青青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死 多 多少 顾怀景又看了一眼 现在是三千四百万 许青青吓得扶住了桌子 他的松花蛋卖两块钱一个 三千四百万 也就是说 他们卖了一千七百万个松花鸭 鸭听了 都要下飞的程度 你干了什么 许青青盯着顾怀景 这很不正常 难道顾怀景偷偷认真带货了 顾怀景翻到他看的那页书 给许青青看 我看到一百多页了 全程看书 啥也没干 卖了三千多万 不对 现在已经快四千万了 这还了得 许青青赶紧看了一下于曼星那边的销售额 两千八百万 人麻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他又去查成交记录 发现有一个土豪客人不停在买他们的单 一次限购一百单 他就一百一百地拍 把限购改到十单 许青青对顾怀景道 顾怀景改到了 每次只能限购十单 但土豪客人又十单十单地拍 最后每次限购一单都没用 土豪客人仿佛是个无情的下单机器 根本不会觉得每次限购麻烦 不停在买买买 许青青急了眼 干脆直接联系那个客人 小朋友 这个不能乱拍哦 把手机还给爸爸妈妈吧 他自认没有这么疯狂的死忠土豪粉 那只有一个原因 对方是个拿着父母手机乱作非为的未成年 如果是那样的话 还有救 他把销售额还给对方 还能当个第三名 但对方很快回复 我不是小朋友哦 我在给公司采购员工福利 小姐姐 特别喜欢你 加油 你和顾先生一定会成为亲爱的你 最佳夫妻 许青青欲哭无泪 我谢谢你 但员工福利送松花蛋不太好看 我这边建议您送苹果呢 冰糖心 超级甜 不要 我们公司的员工都喜欢吃松花蛋 皮蛋馄饨 凉拌皮蛋 类辣椒皮蛋 皮蛋豆腐 皮蛋肉饼汤 许青青 那你们公司员工 口味都还挺重的累 苦劝无果 许青青又接到了余曼星的电话 余曼星问他怎么回事 直播间出bug了 谁也不信 许青青和顾怀锦摆烂 还能带这么多货 许青青 对 有可能是出bug了 曼姐 你跟导演说 把我直播间疯了吧 余曼星咬牙切齿 许青青 我不管你用了什么办法 但我不信我五千万粉丝的购买力 会比不上你 许青青激起了余曼星的一线大花斗志 他就不信 这局拼购买力 他也能输 余曼星放下电话后 便愈发认真带货了 甚至还在直播间眼上了 说他曾经演过贫困底层的角色 对他们的现状深有体会 希望能经自己所能 帮助到他们 最后 还掉了两滴眼泪 楚楚可怜 我见有脸 粉丝们立马疯了 开始奔走相告 争相购买苹果 杜飞扬的粉丝 也很快加入了进来 这样一来 余曼星直播间的销售额 一下子就蹭了上去 而许清清这边的土豪客人 还在一单一单地买 很快就落后了 许清清看到余曼星的销售额 超过了自己 稍稍松了一口气 他给土豪客人发消息 清 你这边还没买够吗 差不多了吧 员工也发不了这么多 对方回 我们集团员工多 除了办公室的 还有各个工地的 加起来有二十万人呢 二十万 许清清赶紧去看了一下 这位客人的收获地址 上面写着 鼎讯后勤 许清清 怎么又是鼎讯 他最近跟鼎讯着实有点缘分了 刚跟鼎讯老板赵玉成撕完 他们又来买他的蛋了 该不会是赵玉成报复他吧 但转念一想 赵玉成又不知道 他的对赵组协议 是不可能给他贡献销量的 怎么了 顾怀锦见他发愁 许清清看了他一眼 不出意料 我们家即将收到 鼎讯寄来的员工福利 一箱松花蛋 顾怀锦看着这位土豪客人的 收获地址 眉头微微上挑 反正也没超过隔壁家 不用管他 顾怀锦道 许清清叹气 只能这样了 管也管不了 鼎讯这个采购的人也推偏值了 谁家大企业送松花蛋当员工福利啊 与此同时 隔壁环保主题房间 寒天成把烟屁股往地上狠狠一扔 顾怀锦那边的销量注水了吧 现在情况是 三家同台带货 杜飞扬和于曼星那边领先就算了 他们有粉丝购买力 但顾怀锦和许清清也远超他们 寒天成就很不服气 他可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企业家 怎么能被一个毫无生意头脑的施工员比下去 他要追上去 否则太没面子了 于是 寒天成给公司上上下下发了通知 让员工们都来买他直播间的红枣 老板一发话 员工虽然不乐意 但大部分还是来买了 寒天成的公司虽然不算特别大 但也是个新的上市公司 销售额顿时也上升得很快 眼看快要追上顾怀锦那边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顾怀锦直播间的松花蛋销售额又瞬间拉高 买 继续买 叫员工们每人买两份 寒天成喊 他就不幸赢不了顾怀锦 助理 买不动了 韩总大部分都买两份了 寒天成 那就让他们买三份 助理 寒天成是物流公司 很多员工都是赚辛苦钱 叫他们买两份都怨声在道了 这就是抢买抢卖 还三份 助理直言不行 见员工实在买不动了 销售额距离顾怀锦直播间的还差一大截 寒天成又摔了一根烟屁股 他找到正屁地 我举报 顾怀锦直播间刷销售额 刷的 绝对是刷的 他们不是刷的 你把我脑袋砍了 寒天成十分激动 两个小时前 他就看到顾怀锦直播间的销售额在网上窜 他特意叫苏念威去敲门借东西 发现他对夫妻压根就没再认真带货 许青青甚至还在睡大觉 而他呢 123上链接嗓子都快喊哑了 他坚决不信顾怀锦和许青青那销量是真的 我知道您很急 但是先别急 郑匹弟也知道寒天成的诉求 我们这边后台的技术人员早就进行排查了 顾老师那边的客人数据都是正常的 其中还有大客户 不存在刷销售额的 寒天成一脸轻面 我知道 你们虽然说没有台本 但综艺嘛 肯定有皇族 你们一开始就决定捧顾怀锦和许青青当黑马对不对 郑匹弟连连否认 这种情况绝对不存在 两人一来二去 郑匹弟一直在打太极 寒天成也没落到好 眼看待货直播快要结束了 自己这个企业家反而卖货卖不过施工员 寒天成直接给郑匹弟放狠话 如果你们再不处理刷子 别怕我 出动我的技术人员查真相 到时候就很难看了 郑匹弟 可以的 韩总要是有相关的能查刷的技术高手 可以出动一下 寒天成 他哪有什么技术高手 他都是一个快递一个快递颁货起家的 又不是什么科技公司 见证匹弟不处理 寒天成直接去敲顾怀锦的门 叫顾怀锦出来说话 小顾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真诚踏实的务工者 但没想到你为了赢我这么大费周章 销量刷得挺好啊 顾怀锦眼神淡淡 指两个字 没刷 说完转身欲走 寒天成拦住他 我实话跟你说吧 这一期综艺 把我的名声差点搞臭了 导致我后来不停道歉 才稳定住 这一局我不能输你 不然我面子太难看 顾怀锦仍旧一脸淡漠 哦 哦 哦你麻痹 寒天成直接失去了耐性 我不管你是不是刷的 反正你今天必须给我让道 不然我让你以后 只能待在许清清身边吃软饭 顾怀锦周深的气场 开始凌厉起来 他对吃软饭没啥意见 但对寒天成的态度 很有意见 寒总若能做到 随你 你真以为我动不了你 寒天成笑了 你们鼎讯的产品总监 孙文耀你应该听说过吧 他前几天刚跟我通过电话 让你以后再顶讯无装可办 如果这次你能让我赢 我就跟孙总打个招呼饶你一马 寒天成觉得这下稳了 男人都很在意自己的事业 即使是施工员 吃软饭那是奇耻大辱 把孙文耀抬出来 顾怀锦不得吓得点头哈腰求他 然而顾怀锦 还是那副他看了想打一顿的淡定 随便 寒天成 我草 怎么能随便呢 这时 许清清突然出现 他大步走过来 抬手把架在顾怀锦衣领上的小摄像头拿下来 韩总 底层施工员的命也是命 你这次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威胁人 还大骂脏话 还诬蔑我们刷销量 这么多错误 这次对着观众道歉三天 怕事都没用了 许清清说完 拉着顾怀锦离开 身后的寒天成 已然跳脚 你脾气也太好了 就那么站着给他骂啊 许清清很生气 一脸为惑 要不是观众里有未成年影响不好 我肯定骂回去 顾怀锦跟随他的步伐 唇角止不住地上扬 他从不跟韩天成这种莽夫志气 面对面对骂这种行为也做不出来 正想着天凉了 还是该破产了 许清清冲出来 为他做主了 这种感觉很奇妙 他心下暖意泛滥 大手回握住他的手 许清清拍了拍他的手 别怕 不慌 韩天成这下该待不下去了 如许清清所料 顾怀锦的小摄像头拍下了一切 网上关于韩天成的负面评论 一发不可收拾 不仅韩天成被网爆 就连韩天成提到过的 鼎讯产品总监孙文耀 也被拉出来 鞭尸数次 网友们逼着 亲爱的你 节目组开除韩天成 和苏念威夫妇 有很多人直接表示 再请这种人品低劣的人 就抵制这个节目 韩天成很快收到了 节目组的解约通知 由于造成了重大的舆论后果 节目组不但不用付解约费 如果韩天成不乖乖听话的话 反而可以问韩天成要违约金 韩天成只能赶紧收拾东西离开 但他虽然表面上跟观众道了歉 对顾怀景却恨之入骨 滚出浪漫小屋的第一件事 韩天成便联系了孙文耀 孙总 如果你上网的话 就应该知道 老弟我被顾怀景搞得多惨 你得替我做主 他都已经想好了 他决定跟孙文耀联合起来 给顾怀景做一个投资骗局 到时候把顾怀景弄得家破人亡 他就收了许青青的娘们 当着顾怀景的面把他 然而具体的局都还没想好 便听到孙文耀道 我他妈服了 我女儿刚刚给我发了消息 我竟然跟着你被网报了 你他妈霸凌别人 能不能别带上我 那个五年 常约 我们就此终止 韩天成听完晴天霹雳 不是 孙总 你不帮我归不帮 跟物流常约没关系吧 我们都快要签一项约了 跟顶讯的物流 常约是他们红星物流 接下来五年来最重要的项目 丢了红星物流就凉了 孙文耀 看在我们合作过的份上 我好意提醒你一句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我劝你别跟顾怀景作对 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再见 韩天成吵了一声 孙文耀的话 他一句都听不进去 什么默契少年穷 有病 他当即给自己助理打电话 明天这七综艺就结束了 顾怀景最晚后天回到工地 你找几个人 跟老子去打断他的腿 韩天成和苏念薇夫妇 收拾包袱 离开 亲爱的你 后 直播才重新开始 顾怀景看着还在顽强购买的谋顶讯后情部 发了条消息过去 再买 公司不报销 对方立马停止购买 最后销售额结果出来 杜飞扬和余曼欣那边卖了3.6亿 顾怀景和许青青这边卖了3.3亿 虽然没出去退货退款 但已经算是特别惊人的数据了 毕竟他们卖的都是低价的农产品 全靠走量 余曼欣拿了第一很高兴 在直播间感谢粉丝 表示一起为贫困山区贡献一份力 许青青也很高兴 不但贡献了一份力 50万也保住了 但事实证明 他们都高兴得太早了 节目组突然接到家长电话 说自家小孩追星买苹果 花了他们家5000万 他们家倾家荡产了 得退货 节目组表示理解 好事要做 但也要量力而行 笑死了 谁家孩子这么疯狂 5000万苹果买回去 他们家都能直接改成苹果批发市场了 只有我在羡慕他们家 能随便拿出5000万买苹果吗 呜呜漫粉丝里 果然有好多土豪 卧槽 漫漫这边退了5000万 那不是输了 整批地宣布 新飞扬最终销售额3.1亿 一顾清澄3.3亿 恭喜一顾清澄再次获得爱心贴纸 这期综艺快结束了 导演把贴纸板拿出来 一顾清澄 四颗爱心 新飞扬 零颗爱心 现场有短暂的尴尬 许青青感觉于漫星在盯着他笑 笑得他甚得慌 很多漫粉也在弹幕上攻击人 黄族的 节目组也太明显了 为了彭许清澄已经疯了 有一说一 虽然韩天成很讨人厌 但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说得对 一顾清澄的销量 没准是刷的 笑死啊 他有几个粉丝 能有三个亿的购买力 节目组假的不要太离谱 谣言愈演愈烈 余曼星和杜飞扬的粉丝 觉得他们家郑主处处书没面子 群起而攻之 甚至有人扒出 许清澄根本就不是弱小又无助的 十八线小艺人 他竟是许师傅饮料 有限公司老板许明华的女儿 许师傅饮料 可是老牌国民饮料 人人都喝过 虽然最近几年 受网红饮料冲击 走下坡路 但家底还是有的 怪不得赶正面跟寒天成刚 那顾怀景 应该也不是弱小又无助的小施工员吧 饮料千斤 怎么会嫁一个施工员 节目组请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们是来看真人秀的 不是来看假人秀的 但也有人维护 怎么不可能 有些人不要尬黑 许清清家境优渥 什么都不缺 顾怀景能给他提醒足够的情绪价值 嫁给爱情也很正常吧 我真是搞不懂 什么时候家境优渥 也能成为被你们攻击的理由了 许清清也没说他家里很穷吧 随着讨论度暴涨 一名鼎讯员工的发言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谁懂啊 家人们 这是我们公司接下来一周的食谱 皮蛋脑袋 真的狠狠爱住了 配付上的食谱 出现最多的就是皮蛋 皮蛋馄饨 凉拌皮蛋 类辣椒皮蛋 皮蛋豆腐 皮蛋肉饼汤 下面的评论更有意思 据说接下来我们发的 员工福利里也每人一箱皮蛋 采购连夜买了一亿个皮蛋 我真的没在开玩笑 网友们都是侦探 立马查出一顾清城 直播间的三亿销售额 都是谁在买了 这下没人说 一顾清城刷销售额了 试问有谁能请动顶讯来刷销量呢 许师傅的女儿也不行啊 真相大白后 虽然杜飞扬和余曼星的粉丝 仍暗中针对 但许轻轻的恶评 终于少了很多 关键是鼎讯 为什么这么给 一顾清城面子 上次地下停车场节目组 不是偶遇了赵玉成吗 那时候我就觉得赵玉成 看许轻轻的目光不太清白 他该不会要当男小三吧 买松花蛋是好 像是赵玉成会干出来的事 他不是还被爆出来 夜会好几个嫩母吗 私生活乱得很 正在鼎讯开会的赵玉成 突然打了个喷嚏 一旁的业务部 刘总递了包纸巾过来 要保重身体啊 赵总 平常工作这么忙 这几天晚上就在家 好好休息吧 不要再去夜会嫩母了 会议室里 所有人都听懂了 偷偷无嘴笑 赵玉成 他现在是花明在外 路人皆知 老顾啊老顾 他真的牺牲太多了 浪漫小屋 第一期真人 嗅到了尾声 郑匹弟让许轻轻 和顾怀紧对着直播镜头告别 许轻轻 那这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会好好走下去 也住屏幕前 所有的夫妻情侣和和美美 许轻轻说完靠在顾怀紧肩上 跟顾怀紧一起比了一个心 这个ending动作 拍得比他们结婚症 还要亲密爱 小顾看老婆的眼神 一本满足 好宠 我觉得 他们这张照片 适合做情投 你们有谁截图了吗 一个叫大甜甜的网友 立马把高清洁图发出来 有爱自取 谢谢 我打算结婚照 就跟我老公这么拍 节目组收工 顾怀紧的手机 收到了李田发 来的一张照片 他点进去一看 唇角上扬 反手就设成了手机壁纸 盯着手机壁纸 看了几秒 甚是满意 回李田 明天我回集团 准你休假几天 李田 泪目 不枉费我一边努力工作 一边蹲直播 顾怀紧倾笑 一抬头 发现于曼星黑着一张脸 把许青青叫走了 不用想也知道 于曼星准备 拿着那张五十万的对照组协议 找许青青算账 爱心贴纸 他们零比四 满盘接书 顾怀紧大步走过去 挡在许青青面前 对于曼星道 我跟你谈 于曼星笑了 上下打量了他一顿 行啊 许青青愣住了 赶紧拉住顾怀紧 你干嘛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 会骂死人的 顾怀紧倾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 转身跟于曼星走了 许青青站在外面交集等待 奈何隔音太好 趴门上都听不到 过了一会儿 于曼星首先出来 意味深长地看着许青青道 许青青 你可真有福气 说完走了 许青青 许青青 你可真有福气 于曼星这句话 弄得许青青一头雾水 他跟你说了什么 许青青赶紧问顾怀紧 顾怀紧 说了对赵祖协议的事 那你跟他说了什么 他就这么放过我们了 按照于曼星的个性 怎么着 也要出动律师 让他们赔个十倍八倍违约金 然后再把他摁进娱乐圈底层吧 顾怀紧让他放心 没什么事 许青青盯着顾怀紧看了半声 你 你该不会对于曼星使用美 要不然于曼星怎么说他有福气呢 但这话还没说出口 便被一个电话打断了 许青青一看来 电显示 眉头便皱了起来 他没接 但电话持续打来 他被磨得咬牙切齿 接了起来 您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这样彼此互不打扰 不是挺好的吗 对方也同样咬牙切齿 许青青 你真是好样的 我的电话 你都敢拒接 如果没什么事 我就挂了 许青青说着就要挂电话 对方却道 明天回家一趟 家这个字瞬间击中 许青青的痛点 许明华先生 自从你把姚雪菲母女 带回家的那天 就不是我的家了 许明华去下了通牒 明早十点 你要是不回来 你妈那些遗物 我统统都扔了 对方说完直接挂了电话 许青青盯着手机 做了好几个深呼吸 才维持住情绪 一抬头 是一脸担忧的顾怀景 许青青失笑 你之前不是问我 我开50mini 是不是因为我家破产了吗 顾怀景沉默听着 我爸这几年确实在走下坡路 但也没到破产的地步 只不过钱不花我身上了 他还有另外一个家 我妈一走 那对母女就进门了 我爸叫我进场跟他学管理 我非要学表演 他觉得我不听话 就不管我了 现在那个家不是我的家 我爸也变得很陌生 回家的路上 许青青把他这几年的故事 简单跟顾怀景说了一遍 见顾怀景一脸严肃 许青青笑了 你也没必要这么严肃吧 虽然我不是富二代了 但我可以努力成为富一代啊 你看我自从上了综艺以后 就有不少工作邀约了 我当初要赚钱养你的承诺 不会食言的 你放心 顾怀景点头 那就好 对了 你跟于曼星到底是怎么谈妥的 于曼星最喜欢他这种鲜肉了 他能明显看出 于曼星对顾怀景的兴趣 他是不是使用了美男剂 顾怀景如实道 我答应了他一些条件 许青青下的方向盘都没抓稳 在马路上走出一个妖娆的S 你答应他什么了 顾怀景却倾笑 保密 许青青 完了完了 夏阳给许青青打电话 青 有个很好的本子递过来了 邀请你去试镜女三 人设超级无敌好 我把电子版发你邮箱了 你有空看一下 许青青 好的 夏阳 你今晚一定要看啊 我明天去找你聊细节 千万别光顾着莫富基 咱们要有点事业心知道吗 许青青面红耳赤的 看了一眼坐在副驾的顾怀景 生怕夏阳还说出什么更劲爆的来 他赶紧挂掉电话 车内顿时陷入一片死寂 许青青挠了挠头 最终还是开口 抱歉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我这手 他不受控制 顾怀景低笑了一声 声音醇厚 许青青一掌 拍死自己的心都有了 幸好到家了 许青青赶紧跳下车 由于在节目组吃过晚饭 许青青一回家 就把自己关进房间看剧本了 晚上出来 喝水的时候 又再一次碰到 刚从浴室出来 只记着一条浴巾的顾怀景 许青青 这男人怎么回事 光挑他喝水的时间洗澡是吧 不过这凶 许青青赶紧强迫自己 把视线一上来 你以后洗完了澡 还是穿下衣服吧 顾怀景一脸无辜 怎么了 怎么了 还怎么了 聊到我了 许青青深吸了一口气 道 现在天气渐冷了 我怕你感冒 顾怀景抹了一把身上的水珠 不会 我甚至还觉得有点热 为了证明 他真的有点热 他甚至把那条仅有的浴巾 往下撩了一些 许青青瞪大眼珠子 亲眼看到他抹水珠的时候 身上的肌肉抖了一抖 一看就超有弹性 这不禁让他想起那手感 不能再想了 许青青赶紧捂住眼睛 对顾怀景说了一声 今晚锁好门便跑回了主卧 顾怀景看着他仓皇逃走的背影失笑 低头看了自己一眼 煞是满意 不枉费他日日锻炼 许青青青冲进房间 靠在门背上 满脑子都是顾怀景胸肌抖动 以及水珠在他腹肌上滑滑踢的画面 救命啊 这谁顶得住 这对一个腹肌爱好者来说 简直就是甜蜜的折磨 正当他捂着脸回味早上的手感时 顾怀景突然敲门 许青青吓得把门边的衣架子给打翻了 顾怀景的声音传来 怎么了 许青青慌得一批 前一秒还在歪歪人家 后一秒被抓包 没 没什么 你还有什么事 顾怀景 你明早想吃什么 许青青脑子没救了 因为顾怀景这句话 脑子里竟然出现了顾怀景 光着上身记着围裙的画面 他连忙甩掉这些带颜色的废料 倒 都 都行 好 顾怀景终于走了 许青青松了一口气 为了避免自己再犯错误 他把自己的门也反锁 然后抱着剧本入睡了 次日一早 许青青闻着一股轻烈的松香味醒来 一睁眼 发现顾怀景半跪在他的床前 用温柔的眉眼看着他 老婆 你醒了 许青青一颗心软得一塌糊涂 心里想着反正是在梦里 放肆点没关系 于是伸出手 捏住了顾怀景的下巴 好乖 老婆青青 他直接印上了玫瑰色的薄唇 这口感真他骂得好 但轻着轻着 许青青发现不对劲 顾怀景有点惊讶 还有点僵硬 门外突然跑进来一个下秧 看到他们 下秧捂住了眼 我的妈爷 许青青 你舍稳之前不刷牙 许青青一把推开了顾怀景 抹了一把嘴 此时此刻 肝大的脚趾抓地 能抠出三十一厅了 你怎么进来我房间的 他记得 他明明反锁了房门 顾怀景眉眼瞬间暗淡了些许 用一种控诉他亲完就扔的眼神 盯着他 看起来十分无辜 且惹人怜爱 许青青下意识放柔了声音 你是怎么进来的 顾怀景 你要不要看看你在哪里 许青青抬眼一看 脚趾持续抓地 这次尴尬的能抠出一栋楼了 他 竟然 又躺在了顾怀景床上 许青青双眼一闭 老天 杀了我吧 根本没脸见人了 他抓起身边的东西 把脸盖住 却闻到松香味愈发清晰 拿下来一看 是顾怀景的背心 他立马拉着夏央夺门而出 两人躲在主卧 避开顾怀景的视线 许青青才从尴尬的漩涡中 稍稍冷静了一点 不是 你俩还没鼓掌过 夏央盯着许青青 许青青给了他一个大笔兜 鼓什么掌 不是都跟你说了 我俩就是搭伙过日子 没那回事 夏央呵呵了一声 舌头都伸了 你看我信吗 许青青 我以为做梦呢 谁能想到我昨晚又跑他那去睡了 他真对自己很无语 想了想 问夏央 你之前不是说 网上有一种情趣手铐卖 你帮我买一对来 夏央瞪大眼睛 一脸的兴奋 你要霸王硬上弓 许青青 我要把自己锁起来 免得老爬他床 夏央撇了撇嘴 我看没必要 他挺乐意你爬的 刚刚你把他推开 我好像还从他眼里 看到了一丝失落呢 许青青经历过上次主动失败 再也不相信夏央了 你眼神有问题 上次就是信了你 弄得我尴尬死了 他跟我睡一张床的时候 都恨不得 中间隔着一条玛里亚那海沟 夏央 那不是世界上最大的沟吗 许青青 你说呢 这不科学啊 他看着你的时候 脸上明明写着快来欺负我 我纵横清场这么多年 不可能看错的 许青青 你就说 他看着谁的时候 不是那副勾人的表情 夏央 他明明就是喜欢你 我一个小时前就来了 他说你 昨晚熬夜看剧本睡得晚 让我不要吵醒你 这都不算爱 许青青 我可是他的钱袋子 我要是猝死了 谁赚钱给他买名牌衣服 夏央 那他睡觉故意不锁门 不是为了故意放你进去 许青青对着夏央勾了勾手指头 把顾怀景和于曼星谈过话 以及他答应了于曼星一些条件 以及于曼星说他好福气 轻声告诉了夏央 夏央直呼卧槽 他竟然敢出墙 顾怀景意无所有 能答应于曼星什么条件呢 除了他自己 没别的了 于曼星对你说好福气 他八成是摸过了 这男人脏了 不能要了 夏央虽然有过不少经验 但在这方面有洁癖 上一段必须结束了 再进行下一段 顾怀景这种吃着许青青的 看着于曼星的行为 他表示打灭 许青青叹了口气 目前还没爬墙 他要是真敢爬墙 我就不要他了 夏央撇嘴 说到底还是手感太好了 舍不得现在喘 许青青面红耳赤 门外传来顾怀景的敲门声 老婆 早餐好了 许青青跟夏央对视了一眼 磨蹭了许久 这才缩着脑袋出去 顾怀景厨艺十分优秀 许青青青在录节目的时候 已经尝过了 这会儿 一边吃爆吃的鸡汁生煎包 一边伤感 他总觉得顾怀景这颗小白菜 要被于曼星拱了 昨晚他把于曼星 付给他的二十万 对赵祖协议的预付款还给他 于曼星都直接退了回来 这不明摆着 要人不要钱吗 早知道 就不借于曼星这个活了 许青青看着顾怀景 叹了口气 怎么 不合胃口 顾怀景看出 许青青青心里有事 许青青摇头 没没没 很好吃 就是太合胃口才叹气 早餐合胃口 人也合胃口 就连夏央 也一口气干掉了十八个生煎包 三个玉米土豆饼 他摸着圆滚滚的肚子 凑到许青青耳边道 你不踹他是对的 别急着踹 我中午继续留在你家蹭饭 但顾怀景 显然不给夏央这个机会 等他们吃完 他洗了碗就要出门 工地仓储那边 还有很多工作 我必须去处理 顾怀景道 他答应了 让李田休假三天 纵使家在温暖 也不得不走了 许青青点头 给他戴上安全帽 那你注意安全 顾怀景开了门 但却没力马走 而是看着他 许青青 拜托不要用这种眼神看人 像一纸球摸摸的大修钩 但顾怀景继续看 两个人就这么 站在门口数分钟 我真是服了 夏央看不下去 起身过来 一掌直接把许青青 推顾怀景怀里 顾怀景这才满意 抱着许青青 拍了拍他脑袋 等我回家 说完这才走了 许青青看着他的背影 消失在视线里 挠了挠头 他还挺会 搞什么离别拥抱 好像他们真的是 什么恩爱夫妻似的 夏央在身后悠悠道 我看出来了 许青青根本没当回事 你又看出什么了 夏央 根据顾怀景目前的表现 要么他真心喜欢你 喜欢的不行 要么 他是个心机表 就他刚刚那几招 又是爱心早餐 又是离别拥抱的 你这个纯情母胎单身狗 每两天就要落入 他的渣男圈套了 许青青你到底 有没有听我说话 许青青这会儿 已经从屋里 把电脑拿出来了 不听不听 王八念经 你要是真那么厉害 也不至于跟我一样 单身狗了 还不如过来 给我吩咐一下剧本 分析完我 还要去许家一趟 我那时没碰上 能让我安定的人 姐姐我要是愿意 下腰愣了一下 你去许家做什么 许明华那么对你 你还去 脑子进水了 姚雪飞和许姚要母女 一进许家门 就把许青青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不拔不痛快 在许青青高中毕业那年 以许青青 坚持报考电影学院 为导火索 姚雪飞在许明华耳边 疯狂吹枕边风 成功把许青青 赶出了许家 那时候 许青青还是个 刚成年的小姑娘 一招从饮料千斤 成为可怜兮兮的孤儿 要不是母亲 给她置办的这套公寓 她就要夜宿桥洞了 这几年 她依靠下阳的帮助 当过模特 拍过几部小短剧 生活才勉强过得去 许明华真恶心 竟然拿你妈的遗物威胁你 下阳听完怒不可遏 我跟你一起去 倒要看看 他们那令人作呕的一家三口 到底要干嘛 不用了 你爸妈做商超的 跟他们还有业务往来 你别卷进去 可是 放心了 许青青拍了拍下阳 我已经不是 当年那个不惊人士 被他们狼狈 赶出家门的小女孩了 你觉得他们 还能欺负我 许青青这些年 被社会毒打 被迫练成了一只江湖小辣椒 韩天成他都敢正面硬刚 更别说姚雪飞那对母女了 下阳只能点头 有事随时跟我打电话 去年 我们一起学的格斗术 别忘记了 不爽直接揍他压的 许青青揉了揉手腕 那当然 许青青踩点到的许家 许明华 姚雪飞和许瑶瑶都在 许瑶瑶正在沙发上涂指甲 见到许青青轻蔑一笑 哎呀 姐姐 你怎么才来啊 王少等你很久了 许青青这才注意到 许家还有其他人在 王浩然至少有200斤 身高165厘米左右 站起来还没穿鞋的许青青高 他摸了摸肥腻腻的大肚子 整理了一下自己油亮的头发 笑呵呵朝着许青青走过来 逗大的眼睛里都是惊艳和迫不及待 青青啊 你终于回来了 我等你一个小时了 许青青瞥了他一眼 可能是看顾怀景看久了 拔高了他的审美 眼前的王浩然 给他太大的视觉冲击了 许青青赶紧一开视线 他自己吐出来 上次你怎么把我删了呀 王浩然又凑近了一些 张开大牙 冲许青青笑 许青青这才想起来 这人是谁 是几个月前 许明华推给他的相亲对象 是许明华合作伙伴的儿子 他记得当时王浩然的微信头像 就是他自己 可能是梁静如给他的勇气 他还觉得自己特帅 一加上就把他的照片发过来 问许青青是不是他的理想型 许青青一句话都没说 当时就把他给删了 没想到许明华贼心不死 今天竟然还叫了王浩然过来 许青青没搭理王浩然 冷哼了一声 对坐在主位的许明华道 断绝关系七年了 今年生意下滑了 才想起来我还有联姻的作用啊 许明华猛地一拍桌子站起来 你看看你说的什么话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知道王浩家里的产业链 扑得有多广吗 我是你爸 我还能害你不成 你是我爸 许青青一脸惊讶 学费是我自己赚的 生活费是我自己赚的 家长开放日 是我自己去的 我倒是没想到 我竟然还有爸 你 你 许明华一时被堵得哑口无言 一旁的姚雪飞连忙扶住他 假装好意劝许青青 青青啊 你也没必要这么气你爸 不是给你留了个公寓住吗 再说了 现在勤工俭学的也不少 早点如社会锻炼 也是你爸培养你的深意 许青青 既然如此 那你怎么不把你女儿 赶出家门锻炼 你 姚雪飞被杠得一脸通红 他没想到几年不见 许青青不如之前好欺负了 句句呛人 句句呛死人 哎呀 好了好了 王浩然出来打圆场 他一双眼睛 几乎是定在了许青青身上 没想到 许青青竟然比电视上还好看 这身材也 要胸有胸 要屁股有屁股的 王浩然吞咽了一口口水 对许青青道 我知道你跟你爸 可能有点误会 但你放心 哥哥我以后 绝对不会亏待你 以后在我们家 都你做主 你说了算 你就是我祖宗 先别急着认祖宗 许青青受不了 王浩然那油腻的眼神 直接撇清关系 我已经结婚了 王上 你被许明华骗了 什么 王浩然瞪大那双绿豆眼 愤怒转头瞪着许明华 你不是说 你女儿上那个夫妻综艺 都是剧本吗 不是说是假的吗 他虽然觉得 许青青长得跟仙女似的 但二婚绝对不行 许明华立刻皱眉痛痴 在王上面前 不要胡言乱语 我上个月还查过你 是单身 虽然 许青青上了那个 什么鬼夫妻综艺 但许明华知道 他不是乱来的人 不过是 为了糊口 而上的假节目罢了 这个月刚领的证 许青青说完 翻出手机里的电子结婚证 对王浩然招了招手 王上 你来看看 我老公是不是很帅 王浩然难以置信地 看着许青青的电子结婚证 上面的民政局大刚硬 做不了价 王浩然当场就报了 他指着许明华破口大骂 姓许的 你什么巨星 耍我是吧 也不瞧瞧 你现在什么德行 离了我们王家 你什么都不是 老子还特意起了 的大早局了游过来 呸 我要让你知道 耍我王浩然的下场 王浩然说完就往外冲 许明华根本拦不住 最后还被王浩然 一把甩在门把上 险些没了老命 许青青懒得管他们 趁这个时间 在阁楼找到丢弃在角落的一个箱子 抱着箱子下来的时候 被姚雪飞拦住了 几年没见 你倒是尖牙利嘴了不少 许青青 好狗不挡道 姚雪飞气得半死 恶狠狠道 许青青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找到王少 乖乖把他哄舒坦了 不然 许青青 别那么多废话 直接说不然后面的内容 行 你有种 姚雪飞指着他 别忘了 你现在住的那套公寓 还是你爸的 我可怜你才没有收回来 你要是不听话 我就让你尝尝 一无所有睡桥洞的滋味 听完姚雪飞的话 许青青笑得停不下来 姚雪飞被他笑得甚得慌 你 你走投无路 还笑得出来 许青青脸上闪过一抹讽刺 这话 是许明华让你跟我说的 我的意思 就是 你爸的意思 姚雪飞道 许青青 我要是你 就立马跟你爸认错 然后去哄王浩然 别闹到最后 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与其被迫接受娱乐圈的潜规则 倒不如正经找王浩然做靠山 许青青责了一声 姚阿姨 你当初在我家做保姆的时候 挺精力能干的 怎么现在这么糊涂 果然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许青青你说什么呢 姚雪飞最讨厌别人提起 她以前做过保姆的经历了 她现在是阔态 以前当保姆小三上位的事 已经没人知道了 谁提跟谁解 更何况 许青青还说她没文化 这踩到她痛处了 姚雪飞当即一个耳光扇过来 然而许青青早就预判了她的动作 伸手接住了她的手腕 苦练了两年格斗 许青青手镜惊人 扭着姚雪飞的手腕 把她痛得乌蛙乱叫 许瑶瑶听到声音冲过来 许青青你放开我妈 不然我报警了 许瑶瑶大喊 她见许青青一脸狠立 不敢靠近 只能站在一旁干着急 你报 我可录着呢 是她先动的手 许青青指了指自己 衣领上的微型摄像头 来许家之前 她就有所准备了 许家这群人 就该以报制报 看到微型摄像头 姚雪飞下意识伸手要抢 但下一秒 啊 在许青青的大力下 姚雪飞听到自己手骨咔嚓一声 她连忙求饶 青青 好 好歹是一家人 你先放开我 有话好好说 你要打算跟我好好说话 许青青冷笑了一声 一把将姚雪飞推了过去 姚雪飞穿着高跟鞋 一个猎鞋 踩在了许瑶瑶脚上 母女俩惨叫着摔成一团 许青青拍了拍手掌 对他们道 本来还没打算 这么早跟许家清算 既然你拿房子威胁我 那就等着收我的律师函吧 许家的一切都有 我妈的一半 我作为社会继承人 至少能分走四分之一个许家 许青青说完便走了 许瑶瑶愣了一下 摇着姚雪飞的手问 妈 许青青她什么意思 她竟然要分许家的财产 姚雪飞也傻眼了 她的确没什么文化 以为许青青他妈过世了 把许青青赶走了 许家就跟许青青无关了 刚刚还天真的想把许青青 唯一的公寓也要回来 却没想到彻底激怒了许青青 应应该不会 姚雪飞抖着手 把许瑶瑶扶起来 我们去问问你爸 许明华近几年被公司 弄得心力焦脆 今天又被王浩然那么一摔 差点背过气去 这会儿躺在床上 好半天才缓过来一点 见姚雪飞和许瑶瑶进来 许明华问 怎么样 她答应去找王浩然吗 许明华始终觉得 许青青在外面混不了太久 其实这些年 许青青的事业 之所以起不来 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她被地里 搅黄了许青青好几个本子 为的就是让许青青回来 找她认错 当戏子抛头露面的 像什么话 都说女艺人赃 要是真让她搞出点名气 岂不是拖累她这个当爹的名声 所以 许明华就这么看着许青青 在外头浑浑噩噩混了三年 她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许青青应该知道社会的艰辛 该回来求她了 这次她让姚雪妃去说服她 已经给足了她台阶和面子了 许青青该感恩戴德 肯定会同意的 然而姚雪妃却道 许青青这个逆女 不但不去哄王浩然 还扬言要瓜分许家的财产 老许 你说她凭什么 许明华听完大惊失色 刚顺下去的气又提了上来 她指着姚雪妃 你到底跟她说了什么 姚雪妃支支吾吾 这才把要收回许青青公寓的话说出来 许明华当即气得 只剩下半口气 吾之盲缝 吾之盲缝说的就是你 许摇摇看不下去 挡在姚雪妃面前 爸 妈也是没办法 你也看到了 许青青今天太嚣张了 许明华直接抓起枕头 朝他们母女扔过去 青青的性格 本来是不屑 争我们家财产的 你何必这样逼她 这下好了 这下好了 许明华捂着脑袋 不停再喊这下好了 喊得姚雪妃也慌了神 她没了主意 就叫许摇摇出主意 摇摇 你可是高等学府高材生 你想想办法 许摇摇无语 心想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高考300分还差一分 全靠走艺术类后门 才进的A大 但她还真的想出个办法 爸 妈 先别着急 许青青现在那穷酸样 想必也请不起什么好律师 我们请最好的律师团队 死的我们 也能弄成活的 合理的 我们也能说成不合理的 许明华一愣 觉得有点道理 当即打电话给公司的法务 让他们联系最专业的 打遗产官司的律师 与此同时 许青青回家之后 也在找律师 她没有相关的律师朋友 联系下央 下央也没有 但这官司必须得打 许家欺人太甚 恶心人 她不反击 当她是病猫 一筹莫展之际 许青青便找顾怀锦树洞 他们那家人恶心死了 我妈当年眼睛怕是瞎的 才能看上许明华 她都没有人性了 还想当我爸把我卖了 她怎么不把她宝贝二女儿 嫁给死肥猪呢 我一定要找个律师 把属于我的夺回来 他们应该会疯掉吧 想想就解气啊 吐槽了半天 顾怀锦没回 许青青想着她 八成再努力搬砖 不过我没事 已经反击回来了 把姚雪菲的手腕差点扭断 你好好工作吧 剩下的 等你回来再说 这条发出去后 没想到顾怀锦回了 老婆真棒 反击得好 下次记得带上我 你要找律师 我倒是有个律师朋友 顾怀锦低笑着 给许青青发完微信 再抬头 也是毫无效益 因为此时此刻 他对面 正跪着哭天喊地的韩天成 顾总 您饶了我 我有眼不识太善 我错了 韩天成是十一点 带人找到顾怀锦的 人是十一点 零一分跪下的 物流公司壮汉不少 韩天成早早挑选了四个 就顾怀锦那绣花枕头 他觉得四个足够了 再多 闹出命来也不好 没想到 最终他自己会被这四个 闹出命来 到了顾怀锦的工地 韩天成先是拿出两包花子 散给正在搬砖的工人 问他们顾怀锦在哪 工人们抹了抹额头的汗水 一脸猛逼 不认识 不知道 有这人吗 韩天成心想顾怀锦那种冷屁的性格 工友不认识也正常 便拿着一条花子去找工头 工头也说不认识顾怀锦 但收了人家花子 不好意思不给人找人 于是工头带着韩天成 找到了项目部主管 项目部主管也不认识 但收了花子 又带着韩天成 找到了项目部经理 韩天成没想到 找个顾怀锦这么费劲 花子都送了三条了 顾怀锦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不成 项目部经理 是个刚正不阿的 不肯收花子 但直言这个名字 他似乎有点熟悉 他似乎听他上次项目总监 打电话的时候 提到过顾什么的 于是推了花子 表示自己会去 帮他打听顾怀锦 韩天成人骂了 他八点钟来的 这一来二去 都快十一点了 还没找到顾怀锦人 旁边一起跟着来的四个打手 都在打哈欠了 好在项目总监 黄总认识顾怀锦 黄总跑出来 问谁找顾怀锦 韩天成察觉到 黄总说这话的时候 脸色不太对劲 有点严肃 但他也没多想 立马迎上去 一股脑的给黄总塞了两条滑子 然后又给黄总递了个名片 你好 我是红星物流的总裁 韩天成 你们工地这个顾怀锦是个刺头 他摊上我的事了 韩天成一副找家长告状的高傲 正常这个黄总该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直接把顾怀锦开了 毕竟施工员好找 他这个上市公司总裁 可不能乱惹 你等一下 我进去问一下 黄总突然道 正等着黄总 把顾怀锦开了的韩天成 问一下 问谁 开个施工员 还要请示大领导不成 黄总很快出来 他的表情晦暗不明 对韩天成道 韩总 你先进来吧 韩天成惊灭一笑 黄总果然还是选择对他客气 于是 韩天成带着四个打手 大摇大摆 跟着黄总进了一个仓库 一进门 韩天成就傻眼了 里面顾怀锦正戴着眼罩 跟工人在一起调试设备 就是他 韩天成指着顾怀锦喊 黄总 多谢 你和你的员工先出去吧 我有私人恩怨 要跟这小子处理 韩天成说吧 就撸起了袖子 身边的四个打手 也收起了哈欠 切换战斗姿态 然而 黄总没有带人出去 而是直接把那两条滑子 摔他脸上 韩天成的脸背个得生疼 还没回过神来 就被黄总破口大骂 你他妈才是刺头 你全家都是刺头 顾总也是 你能随便处理的 老子今天就把你处理了 韩天成猛了 跟着他的四个打手也猛了 什么顾总 什么玩意儿 这时顾怀锦调试完设备 摘下眼罩 放在黄总手上 优雅金贵 黄总恭恭敬敬 低眉顺目 今天的顾怀锦 虽然仍穿着低调 但站在一群员工下属面前 气场傲然 不敢与之对视 韩天成瞪大眼珠子 慌了 你你你 你他妈竟然还有隐藏身份 能让鼎讯的S级项目总监 点头哈腰的 他都难以想象的是 什么级别的高层 正好 我也有私人恩怨 要跟你处理 顾怀锦擦了擦手 听说你跟孙耀文打招呼 要弄我 韩天成连忙摇头 再猛 他也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他自不量力 闯入了顾怀锦的领地 别说四个打手了 四百个打手 也不可能毫发无伤回去了 误会啊 顾总 韩天成满头冷汗 后来我和孙总 已经说好不弄了 顾怀锦看了一眼 他身后的四个打手 哦 韩天成冷汗俱下 我们就是想来参观一下 鼎讯新的仓储系统 仅此而已 既然参观完了 那我也就先回去了 顾总再见 黄总再见 韩天成说完就往门口跑 结果下一秒 门咔嚓一声 落了锁 韩天成的心 也跟着拔凉 韩总送了我们员工 好几条滑子 我们不给你点回礼 多不好 黄总道 韩天成咬牙 知道他们不会放过自己了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故意伤害 可是犯罪 黄总懒得理他 对他身后四个打手道 你们也听到了 韩天成本来是要带你们 来犯罪的 给你们个逞凶极恶的机会 把准备用在顾总身上的力气 用在他身上 我就放过你们 四个打手心动了 他们也看出这是虎穴 想尽快离开 但韩天成大喊了一声 你们敢 打了我让你们吃土 黄总 没事 顶讯这个仓储系统 快建成了 需要很多物流员 来我们这 四个打手又心动了 哇塞 听说顶讯员工待遇 天下第一好 这不比在红星好啊 但韩天成歇斯底里喊 你们还有一个半月工资 压在红星 打了我别想要了 黄总 没事 顶讯给你们补两个月 四个打手没在犹豫 冲上去对韩天成 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妈的 半夜让我们去你直播间买红枣 还要买两单三单 老子那点工资 三天两头被你剥削 打死你个资本家 韩天成日常的铁血管理 早就惹中怒了 这会儿四个打手 全都下了狠手 韩天成脸上很快挂了财 他挣扎着爬向顾怀锦 顾总 顾总 不能再打了 再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 哭诉到一半 顾怀锦叫了听 韩天成心下一喜 以为顾怀锦心软 这就放过他了 嘿嘿 果然还是不敢对他下死手 果然还是顾及他的身份 顾怀锦 我老婆给我发微信了 他妨碍我回消息 拖远点 韩天成 我他妈 顾总 您饶了我 我有眼不识泰山 我错了 韩天成这下是真的慌了 恨自己招惹谁不好 偏要招惹顾怀锦 但他亲眼见识到 顾怀锦回老婆消息时的温和 也见识到了 他抬起头时的狠力 这一刻 韩天成想起那天 孙温要劝他的话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不要去招惹顾怀锦 顾怀锦能走到这个位置 他绝对不是善叉 他比身边的打手更危险 韩天成下的摸爬着后退 瞪着顾怀锦 仿佛看见了修罗 顾怀锦沉沉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离开 韩天成浑身汗沉沉 彻底断了日后找回场子的心思 只想尽快挨完打离开这里 仓库里传来韩天成的声声惨叫 外面的施工工人听见了 问怎么回事 公头 主管说了 就刚当那个给你们华子的姓韩的 是个间谍 来我们这里窃取机密 得教训一顿 工友 我就说他不对劲 找什么顾怀锦 我们工友里 压根就没有信雇的 工友二 嘘 别说话 认真干活 据说今天有大老板微服私访 抓到我们摸鱼讲闲话就不好了 工友三 哪个大老板 是赵总吗 工友二 咱也不知道 咱也没见过 这时 带着安全帽的顾怀锦 从他们面前走过 拿着手机再回消息 工友二连忙喊住他 兄弟 主管说了 上班的时候 最好不要玩手机 工地危险 要时刻警醒 顾怀锦给许青青回完最后一个字 这才把手机收起来 对他道 你说的对 你很有安全意识 工友二 兄弟你从那边走过来 是不是技术部的 顾怀锦想了想 点头 我的确负责技术开发 工友三也凑过来 那你有没有看到大老板 据说大老板今天来视察 顾怀锦倾笑了一声 没看见 工地又没镜子 工友们一阵失望 我就知道 工头骗我们的 他老拿这种 莫须有的事情激励我们 前几天还骗我们说 这个月的高温补贴提前发呢 就是 顾怀锦走出施工区 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给李田打电话 集团这个月的高温补贴提前发 李田 顾总什么时候 管起几百块补贴 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了 好的 顾总 我会立马通知财务部 还有其他事吗 李田尽量保持好态度 他现在在海边度假 严重怀疑顾总是不是 因为太想他了 才会因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 打电话给他 顾怀锦电话打不通 顾怀锦知道 顾怀锦和李田一起度假去了 顾律师啊 他正在请比基尼美女喝酒呢 今天这个大概率和他胃口 顾总 是公司出了什么事 李田道 顾顾是绿正名嘴 律师圈的顶级人物 唯一的不败神话 擅长一切官司 尤其经济纠纷 是公认的金口 早在顶讯创业之初 就跟顶讯签了合作 最近几年顶讯走得这么顺 也有颜顺的功劳 顾怀锦突然急着找他 李田以为公司出了事 二话没说 便拉着正跟比基尼美女 眉来眼去的颜顺过来 颜顺火了 李田你怎么回事 嫉妒我跟美女来电视吧 李田把顾怀锦的电话给他 颜顺也以为 公司出了什么大型经济纠纷 不然顾怀锦不会这么着急找他 他连忙收起了 对比基尼美女的心思 怎么了 老顾 顾怀锦回来 有官司 颜顺 颜顺当即就往酒店去 那行 我回酒店收拾一下就飞回来 你把相关资料发我 我飞机上看一下 颜顺一脸严肃的收拾完东西 李田已经帮他订好了机票 李田 难道是上个月 跟澳洲那边的合作出了问题 那可是百亿大项目 颜顺脸上更严肃了 大概律试了 老顾从来没这么着急召唤过我 李田 那你可有的忙了 颜顺 反正这几天我也休息够了 接下来通宵啥的都能撑住 颜顺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了 现在就等顾怀锦给他发资料了 刚登上飞机 顾怀锦那边的资料终于发过来了 颜顺拧着眉头打开一看 下一秒 头等舱内 响起一声高亢的草 颜顺难以置信地盯着顾怀锦发来的资料 标题 许氏财产继承纠纷案点进去一看 主诉 争夺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继承权利 金额 五千万 颜顺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 顾怀锦竟然因为这种五千万的小继承官司 火急火燎 把他叫回来 他还特意返回邮箱 确认了一遍 没错 这真的是顾怀锦给他发的 要不是飞机已经起飞了 他都想回去了 亏他还做好了 熬夜通宵备战的准备 就这 这感觉就像是顾怀锦把他叫去打虎 结果给他丢了一只蚂蚁 颜顺当即连上飞机 WiFi发消息过去 顾怀锦是不是有病啊 这种事 你去我律所随便找个人啊 顾怀锦淡淡回 严顺 给我老婆打官司 委屈你了 严顺顿时没了声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顾怀锦那双略带威胁的毛子 马德 赵玉成说顾怀锦有了老婆之后 没了人性 他还不信 现在信了 深信不疑 因为这个 严顺见到许青青时 态度不是很客气 看着许青青 他就想起他的大波美妞 他就怀念顾怀锦的人性 许青青跟严顺约在他家门口的咖啡厅里 他觉得严顺有点奇怪 这人怎么老拿鼻孔看人 他真的会打官司吗 法庭上 不会拿鼻孔看法官吧 但是他是顾怀锦的朋友 许青青一直保持微笑 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个事情 许青青把自己的情况 跟严顺介绍了一遍 严律师有把握吗 你问我有没有把握 严顺笑了 这种小官司 他十岁就能打了好吗 许青青 他偷偷给顾怀锦发微信 这个人怎么一脸不可一世 路人看了都想打他 他到底行不行 顾怀锦给许青青回微信 放心 他是我见过的律师里 最厉害的 这话令许青青感动 顾怀锦把他认为最厉害的律师 给他弄过来了 应该花了不少心思 但并没有令他放心 毕竟顾怀锦能接触到的律师有限 他认为最厉害的 可能并不会很厉害 不好意思 严律师 我再确认一下 律师费是收一万二吧 许青青问 严顺听到这个一万二就烦死了 顾怀锦跟他签的外聘律师合约 是每年三千万 有活没活都是三千万 这个小案子 明明可以算在那三千万里 还非要用一万二来侮辱他 一万二那可是实习律师的价格 严顺真想料挑子不干了 但想起顾怀锦的话 给我老婆打官司 委屈你了 严顺咬了咬牙 勉强对着许青青挤出一个微笑 没错 一万二 许女士 许青青这下更加确定了 这位严律师水平应该不怎么样 因为他昨天就查过了 一万二律师费 这是实习律师的身价 也就是说 严律师只是个实习律师 但当下他也没条件 去找更厉害的律师了 新剧本还没签约 于曼星给的那二十万他想退回去 所以一直没敢动 马上换计了 还要给家里的败家爷们 置办秋装 许青青点点头 那严律师 您这边还需要什么材料吗 两人谈着谈着 咖啡厅外突然传来一声叫喊 许青青 原来你在这里 许青青抬头一看 竟是姚雪飞和许姚要母女 母女俩刚刚去公寓找许青青 没人在 正准备回去 没想到在楼下的咖啡厅碰到了 姚雪飞蹬着高跟鞋 迈着他徐娘半老的步伐 熊啾啾气昂昂走进来 一屁股坐许青青对面 许青青 谈谈 姚雪飞也刚跟律师见过面 律师说 许青青从法律层面来讲 的确是许家的顺位继承人 如果真的要走法律途径 他也无法保证 能让许青青近身出户 姚雪飞当场就慌了 他可不能让许青青 分走许家的一分一毫 他问律师 还能不能有别的办法 律师让他来找许青青 搬出他绿界一姐的名号 许青青肯定就怕了 到时候 再把许青青手里那套房子送给他 他也就不闹着要打官司了 姚雪飞虽然不愿意 但比起分走许家的半壁江山 还是给他一套房子来得划算 所以 他和许姚姚 才会来找许青青 后悔惹我了 许青青冷笑 一眼看穿姚雪飞的心思 姚大妈 不要妄图说服我 我百分百要给你们打这场官司 你 叫谁大妈呢 你个没教养 身后的许姚姚 扯了扯姚雪飞 提醒她来找许青青的目的 不要随便被许青青激怒 姚雪飞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 清了清嗓子 又恢复了那副趾高气昂的姿态 许青青 别以为我怕你打官司 我今天也去见了律师 许青青 哦 随你 我去见了金小玉律师 姚雪飞 报上了大名鼎鼎的金小玉的名号 然而 许青青并没有震慑住 我管你金小玉 尹小玉 还是穆小玉 我不感兴趣 姚雪飞 怎么回事 金小玉不是说她名号很大 会把许青青震慑住吗 其实许青青压根就没听说过律师圈的风云 反倒是旁边的严顺一乐一声 是她 姚雪飞这才想起来 旁边还有个人 接着也看到了许青青 和严顺面前的遗产诉讼资料 什么 你要分走五千万 许青青你怎么不去抢 你还让不让别人活了 事实上 这几天许师傅经营不善 被很多网红品牌冲击 已经没有多少现金流了 她和许瑶瑶都三个月没买过包了 许家上上下下加起来 现在可能都拿不出五千万来 看到这个 姚雪飞也坚定了 要让许青青放弃诉讼的决心 她对严顺道 小伙子 你是她请的律师吧 听你刚当的意思 你是听说过金小玉的吧 严顺点头 当然 金小玉好几次成为她的手下败将 许青青不解 严顺解释 金口预言律所的意解 创办者 许青青听严顺这么一说 突然想起来 她昨天上网搜律师的时候 点进过金口预言律所官网 也看到过金小玉的照片 就挂在第一个 当时她随便看了一眼报价 便关掉了 因为那个律所 不是她能支付得起的 最低的律师费报价 都要六位书记 卧槽 没想到姚大妈 竟然请到了金口预言律所的意解 真是下了血本啊 许青青想想金小玉 再看看眼前不可一世的 实习律师严顺 顿时有点担心 你那是什么眼神 严顺纵横律世界这么多年 没见过别人这么怀疑的看她 她是金口预言律所的 我也不差好吧 我是敬天下律所的 然而 许青青并没有被她安慰到 敬天下律所 的确也很牛逼 她昨天也点进去过 但里面并没有挂严顺的照片 或者报价什么的 严顺是个实习律师无疑了 虽然敬天下 比金口预言厉害 但实习律师 姚雪飞看在眼里 知道许青青的心思 趁热打铁道 既然你们知道金小玉的能力 那我也明人不说暗话 许青青 我觉得这场官司 我们没必要打 你的律师从金小玉那里 根本讨不到什么好处 倒不如现在就放弃 我也退一步 浩越花园这套公寓 你就继续住好了 从此以后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听到姚雪飞这话 严顺第一个想发飙 什么叫从金小玉那里 讨不到任何好处 这大妈小瞧谁呢 然而 许青青比他先一步发飙 姚大妈 我劝你死了这份 让我放弃的信 我和我的律师 一定争取到底 就算你找了金小玉又如何 不要太小看人 严顺被这话感动到了 许青青都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就这么信任他了 说不要小瞧他呢 严顺顿时想起 出入这行时 受尽的白眼和冷落 但许青青明知道 对手是金小玉 却选择相信他 好感动 看来老姑这老婆 也并不像赵玉成所说的那样 一无是处嘛 然而他还没感动完 许青青道 就算知道我的律师 打不过金小玉 我也要跟你拼到底 严顺 呵呵 姚雪飞和许青青的谈判 不欢而散 母女俩气得一扭一扭 离开了 许青青看着他们的背影 也很生气 什么人啊 以为找个厉害的律师 就能把黑的变成白的吗 我顺位继承人的权利 是受法律保护的 许青青对严顺道 你说是吧 严律师 严律师呵呵 他现在满脑子 都是许青青那句 我明知道我的律师 打不过金小玉 我也要跟你拼到底 白敢动了 心凉了 有的律师 还真能颠倒黑白 你别小瞧顶级律师 严顺冷冷道 啊 许青青着急 严律师 你应该不会让 颠倒黑白这种事情发生吧 谁知道呢 严顺继续呵呵 毕竟明知道 我打不过金小玉 还问我这种问题 许青青 这个律师怎么回事 怎么还生气了呢 他也没说错什么话吧 跟严顺谈完 许青青回到家 已经近六点了 正准备打个电话 问顾怀景什么时候回来 顾怀景后脚就回家了 他左手提着菜 右手抱着一个盒子 见到他眉眼展开 饿了吧 我马上就好 他立马把右手的盒子给他 提着菜就去了厨房 许青青颇有点不好意思 你上班那么累就别做了 我都准备点外卖了 说来可笑 他没有小姐命 这双手却得了小姐病 愣是个厨房杀手 每次下厨 都能搞出黑暗料理 后来他干脆也不做了 要么吃素食 要么点外卖 外卖不健康 顾怀景回头看了他一眼 许青青甚至从这一眼中 看出了怜惜 呜呜 他真的好暖 一低头 才发现 手里的盒子上 印着熟悉的H家的logo 咦 这是什么 许青青问 顾怀景 打开看看 许青青一眼打开 猝不及防 看到了那天 在专柜摸过的 那只限量版喜马拉雅薄金包 天 许青青拿着这只包 左看右看 眼里全都是惊艳 顾怀景在厨房处理食材 透过玻璃门 能看见 他兴奋的眉眼 他唇角缓缓上扬 李田说的果然没错 他会喜欢 看到他满足的模样 比他谈成上意的项目更愉悦 许青青立马冲进厨房 这是给我买的吗 顾怀景点头 许青青背在身上 好看吗 顾怀景 好看 他视线完全没在包上 许青青 这个包的质感太好了 顾怀景心情愈发飞扬 老婆收到礼物开心 夸包也就是在夸他 顾怀景 嗯 许青青 颜色也好好看 顾怀景 嗯 许青青 仿得跟真的一样 顾怀景 许青青还在找瑕疵 你还别说 我完全都看不出来是A货 但这个包绝对是A货了 顾怀景一个月五千块的工资 两个肾都卖了 也买不起这只喜马拉雅呀 不过 他也完全不会嫌弃 他根本不在乎 别人看不看得出来 不追求品牌 包包好看就行 男人有心了 谢谢 许青青小心翼收起来 我下次出门就背他 顾怀景无奈地摇了摇头 顾怀景今晚做蒜蓉水晶虾 自然羊肉和豆腐包 下厨的样子特帅特高大 许青青一边看他 一边讲今天跟严顺的进展 顾怀景人没腿常干活利落 很快香喷喷的家常菜就上桌了 许青青一下子干了两饭碗 干完揉着肚子接下样的电话 许青青你要死啊 还想不想拍龙中月了 到时候 你可要穿气袍的 敢长胖试试 吓得许青青当即把筷子扔了 本来想干第三晚饭的心思荡然无存 顾怀景一脸严肃 帮他把下秧的电话挂了 吃 不了不了 许青青摇头 是为女艺人 还是要有身材管理的自觉的 你看 我这几天太放肆了 都有小肚子了 许青青起身揉给顾怀景看 你看你看 许青青给他看 但家居服看得不明显 他脑子一抽 抓起顾怀景的手 就放在自己肚子上 你摸摸 是不是两个人同时愣住了 许青青隔着薄薄的衣料 感觉到了顾怀景宽大手掌的体温 恨不得抽自己 顾怀景则感受到了 他软软的肚子触感 由于他坐着 许青青站着的姿势 他一抬头 视线不可避免放在他胸前 脑子里顿时全都是 昨晚他闯进他房间后 睡裙肩带滑落后的画面 熟悉的热气往下窜 顾怀景的手掌越来越热 他可得要命 另一只手抓起旁边的水杯 一饮而尽 喝完许青青早跑没饮了 顾怀景看着他河上的房门 又跑去喝了两杯冰水 许青青躲进房间看剧本 看了一会儿 他觉得自己 刚刚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就摸个肚皮 没必要跑得那么快 表现得正常一点 大方一点 相处起来才不会那么尴尬 想通了之后 他拿着剧本去找顾怀景 顾怀景这会儿 正在刺卧做游戏测评 鼎讯游戏开发部 有个新游戏 投资比较大 野心勃勃 快到公厕阶段了 他亲自把把关 活活 老顾你是不是开Bug了 你一上来就抽SSR 大甜甜 顾总厉害 顺帝 什么鬼游戏 第一抽给我一张阿尔卡 你们鼎讯这新游戏 真的很劝退啊 大甜甜 顺帝 这游戏看脸 你长得太丑了 顺帝 大甜甜 来决斗场 我用阿尔卡弄死你 大甜甜 搬砖买包 顾总 救我 顾怀景直接去了决斗场 搬砖买包 顺帝 来 顺帝 卧槽 看在我给你老婆打官司 还被你用一万二侮辱的份上 放过我吧 但顾怀景要测评决斗场 顺帝只好带着他的阿尔卡上了 决斗刚开始 许青青突然敲门进来 老隽 顾怀景 你帮我堆下剧本吧 在节目组老公老公叫了几天 叫得太顺口了 差点脱口而出 一个人看剧本没什么感觉 过两天就要试镜了 他着急 觉得对着顾怀景 没准能找到点感觉 顾怀景抬头看他 愣住了 这是一部民国戏 他特意穿了旗袍过来 圆臀 玉腿 细柔腰 他轻艳如午夜玫瑰 娇艳玉滴 灵动霍人 代表顾怀景的小人 站在决斗场 一动不动 活活 卧槽老姑你有病啊 站着不动干嘛 走言顺啊 顺帝 我砍我砍我砍砍砍 大天天 顾总一定是故意的 等到言顺砍到他 只剩最后一滴血的时候 绝地反击 那样才爽 活活 最后一滴血了 大天天 顾总加油 顺帝 我砍我砍我砍砍砍 KO 顺帝 我赢了 活活 白瞎了SSR at搬砖买包 你到底在干嘛 顺帝 at大天天 我帅不帅哈哈哈哈 活活 从他取搬砖买包 这个用户名开始 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大天天 顾总一定是卡住了 我去检查一下bug 结果还没等大天天检查到bug 顾怀景直接下线了 活活 游戏还打不打了 顺帝 还打不打了 大天天 不打了 不打了 顾怀景啪的一声 把电脑合上 干净利落 对穿旗袍的许青青招了招手 来 跟你对戏 许青青要对的戏 龙中月 是一部民国谍战剧 她在里面饰演的女三 是个美艳卧底 迷倒大汉奸后 与汉奸同归于尽 又美又撒又果敢 人设十分讨喜 许青青即将要试镜的这场戏 就是她最握汉奸怀 汉奸为之清新最关键的一幕戏 这幕戏后 整部剧的走向 开始发生转折 反派开始走向毁灭 可以说是 全剧最重要的剧演之一 许青青之前把椅子当大汉奸 一直找不到感觉 就想找顾怀景试试 你只要坐在这里就行 许青青端着酒杯走过来 步履间 嫩白的细腿 透过大开叉的旗袍裙摆 晃得顾怀景发愣 对 大汉奸就是这样的老色批 盯着我腿看 顾怀景 没想到你眼睛还可以 顾 老色批 怀景 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你是说 誓言反派的男人要盯着你腿看 许青青 那当然 要符合人设 顾怀景深吸了一口气 对他的职业颇有微词 但还没来得及说出微词 许青青突然浅着了一口 红唇摇曳 曼妙声字 轻轻拉开他的手 坐在他腿上 顾怀景身体一僵 属于他的茉莉香味 混合着果酒的清香 一下子钻入了他的鼻尖 什么为此小词 全都抛之脑后了 先生 许青青妈撒着他的胡茶 音音跟您走 好不好 顾怀景一个好字脱口出 许青青愣了一下 笑死了 没那么容易说好 他可是大反派 他心性很坚定的 这会儿他 虽然已经喜欢上我了 但还有点怀疑我 顾怀景不信 竟有人能抵挡住这种诱惑 他看着坐在自己腿上 亲密无间的许青青 突然又意识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到时候要坐他腿 许青青 当然 顾怀景脸沉了一分 许青青 不光要坐他腿 我跟他还有床戏 顾怀景眼神瞬间变了 扇了 许青青觉得他 从一只温顺的修钩 变成了一头炸毛的狮子 果然男人都害怕戴绿帽子 即使是他们 这种关系的男人 扇戏多冒昧啊 况且我这种小演员 根本没有扇戏的资格 许青青说完给他顺毛 放心好了 都是职业需要 而且现在 能过审的戏 尺度并不会很大 顾怀景咬着后槽牙 没说话 许青青以为他妥协了 过了一会儿 听到顾怀景问他 这部戏叫什么 许青青 龙中月 怎么 顾怀景 没事 继续对 许青青点头 继续浅着一口 先生 音音跟您走 好不好 顾怀景 好 许青青 说好的不说话呢 美女叹气 他刚差点就入戏了呢 顾怀景耳间微红 没告诉他 他实在经不住 第三遍 先生 音音跟您走 好不好 顾怀景电话来了 接听后 传来赵玉成的吼叫 顾怀景你人呢 游戏打到一半 玩什么消失 你给老子 顾怀景直接挂了 随后关了机 对许青青道 继续 许青青 刚刚是谁的电话 你怎么感觉 声音有点熟悉 顾怀景 一个朋友 你不认识 许青青也没想太多 继续对戏 第四遍 先生 音音跟您走 好 顾怀景 你怎么流鼻血了 许青青吓了一跳 连忙起身给他抽纸 顾怀景血气窜得厉害 他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情况 拿着抽纸留着鼻血 但十分淡定地去卫生间处理自己 还叫许青青别怕 一分钟后 顾怀景再次回来 鼻血算是止住了 但还没完全止住 他脸色有些奇怪 我可能需要冲得走 等会儿再给你兑戏 许青青青眼见他流那么多鼻血 哪还有什么心思兑戏 反正他已经找到 感觉了 差不多可以了 反而有点担心他 含剧看多了 该不会是白血病什么的吧 许青青 可不想年纪轻轻当寡妇 当即跟顾怀景约好了 第二天 带他去医院看看 顾怀景知道自己什么情况 但拗不过他 只好点头 第二天一大早 许青青就开着他的宝宝巴士 带着顾怀景去了医院 耳鼻喉壳的医生检查了一番 说应该是上火了 叫顾怀景多吃点清凉食物 谢谢火 有问题在观察 许青青参考韩剧绝症的设定 又带顾怀景去那科做了检查 等结果的时候 许青青问他 应该是空调吹多导致的吧 顾怀景 嗯 也不全是 许青青 还有别的原因 顾怀景盯着他 你说呢 许青青 突然一个声音在喊他 许青青和顾怀景 还没探讨出上火的具体原因 便看到许瑶瑶穿着白色连衣裙 顶着一张绿茶脸走过来 许瑶瑶先是看了一眼顾怀景 眼里有片刻的惊艳 他之前也点进 亲爱的你直播间看过 当时便觉得顾怀景外貌出众 气质过人 没想到现实中间更胜一筹 但他很快就把视线移开了 毕竟外貌再怎么出众 也只是个施工员 那种又累又脏的男人 他是瞧不上的 接着许瑶瑶又看到了许青青的包 他笑了 许青青早点接受我妈的提议 放弃诉讼 没准我能送你一个真包